这个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和平 一切都指 是表面的假象 有绝对的强者 镇压整个世界 消除一切的阻碍与抵抗 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和平 这是与之波班说的 虽然他并没有如此做 而是采取了无限阅读 当然 如果当初与之波班媒 有被黑爵蛊惑 知晓了无限阅读 看错了与之波一族的族碑 或许真的慧彩 取这种做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可能真的只有这种办法 才能成就真正的和平 现在的人界 就暂且不提 在忍战之前 所有忍村国家各自位战 现在倒好 但也只是同仇敌开罢了 要知道 前三次的人界大战 都只是忍村为了争夺资源罢了 所以 之前的历史暂且抛开不谈 也根本没有什么好谈的 就如林南只喜欢五代之后的木叶一般 其他村子也是一样 白日光鲜亮丽 背地里全是肮脏与黑暗 而忍战之后的世界 又如何呢 虽说实现了所谓的和平 但是 在那些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 仍会滋生细菌与病毒 或许当时的世界 只是臣服于名人与左柱的强大实力之下 只是短暂的虚伪的和平罢了 纵观不可然物 和平吗 有人说 忍者 才是一切罪恶的开端 只要这个世界没有忍者 将不会再有战争 然而 实际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争端 有争端的地方就有战争 没有忍者 也会有武士 也会有军人 即使名人与左柱的时代 呈现出一幅和平的景象 抛开那些狭小的不谈 谁又能肯定几多年后 不会重蹈此时的覆辙 这样的世界 真正的和平 真的存在吗 或许只有语至波斑说的那种方法 可以做到 无限阅读也是骗局罢了 一手遮天 才是和平的答案 甚至不需要透过恐怖的统治 暴力的镇压 只需要将挑起战争的一方消灭殆尽 就会震慑全世界 绝对的正义 绝对的和平 这个想法 甚至和佩恩的理念如出一辙 一开始 掌门之不知道实伪的存在 林南并不知晓 但是小组之刚开始的理念 便是利用伟兽制 造出一只举世无双的绝强兵器 震慑五大国 从而达到和平的目的 也就是我拳头大 谁敢闹事 我就弄死谁那种 但很可惜 最终小组之旨 是为了他人做嫁衣 而现在 小组之的四人 乃至更多都在林南之手 不过此时林南有了不同的想法 林南甚至不屑成为十伟人助力 十伟人助力 虽然号称六道仙人 但是终究拥有尽头 真正的六道仙人如此厉害 不还是挂了吗 他将要成为不死不灭的存在 永远地 永恒地守护这个世界 到那个时候 林南会亲眼让紫阳花看到 他想看到的世界 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看了眼战场 林南发现 此时自己的视角 已经发生了改变 和刚才拥有轮回也不同 此时的林南 甚至可以感受到战场的万物 手掌微卧 一道黑色光芒浮现 并非全杖 而是一只黑色的球道玉 没错 只有可怜的一颗 看向天空 那里也有一道白色的身影 在注视着林南 一袭白袍一头白发 正是鱼之拨斑 此时的斑手握全杖 后背求盗鱼 但是他有七指 加上全杖就是八指 而整个战场之中 除了风声 再无其他 要知道 刚刚只是戴土一个石伟人助力 就已经如此难缠 甚至靠着名人的嘴盾 才成功制服 而现在 他们面对的 却是两个石伟人助力 虽然林南一直是他们这一边的 但是成为石伟人助力之后 谁又知道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要知道 这东西和成神 可是没什么两样 林南刚才在不知道 是净土还是什么地方 待了如此之久 但在现实 不过才一瞬之间罢了 与之波斑 也是在看着林南 他此时与原著中相差无几 可能唯一的差别 就是 桃子并不是很明显 而且背后的尾收欲少了一刻 毕竟他与林南九一 分了石伟的查克拉 也就是说 与之波斑 拥有石伟的绝大多数查克拉 而林南指 是拥有啃石的一点罢了 所以 已经成为六道仙人的 与之波斑 还是极为自信的 毕竟现在距离他的理想 仅仅只差一步了 不过 即使如此 与之波斑 也不愧为与之波斑 他并没有对自己成为 石伟人助力 而盲目的自信 而是依然忌惮林南 与其说忌惮林南 不如说是忌惮林南 那令人匪夷所思的 诡异能力 这边林南在苏醒之后 同样也是在观察着 整个战场 与之波斑还好 而刚才与自己 并肩作战之人 现在却是一脸怀疑 与忌惮的地看着自己 这让林南眼神微动 但是面上却 毫无表情 人与人之间 还真是充满了不信任 所以才会产生矛盾 产生争端 甚至产生战争 人类的本质 便是利己主义 这些是无穷无尽的 不知为何 林南现在总 是以中府看的高为视角 在面对着人界大军 面对所谓人类 就彭扶他 已经不再是一个 叫做人的生命体 这是林南 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 现在的他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他 已经从里到外 完全升华了 就好似人类平均 每七年完成一次 完整的细胞新陈代谢 也就是七年前的你 和七年后的你 浑身上下 甚至连细胞都不一样 那么 你还是你吗 林南继续观察住 左住还在 名人已经因为被抽取了 九尾查克拉挂了 我艾罗与小鹰 正在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 八尾人珠利奇拉比 倒是没啥事 因为八尾有一项断尾的技能 他将尾巴的查克拉 植入了奇拉比的身体 让其侥幸留下一命 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战场之后 林南便不再理会 整个忍者联军 而是看向了宇治波斑 宇治波斑见状 发出一声冷笑 怎么 还想接着舞吗 你不过才吸收 十尾的一些威莫罢了 而我 才是真正的十尾人助力 说吧 宇治波斑背后 球道域飘出 好似在说 老子有八指球道域 而你只有一指 你拿什么和我打 对此 林南仍是面无表情 下一刻 那球道域 便是飘到了林南的身前 玄机在宇治波斑震惊的目光中 一分为二 二分为十 怎么可能 宇治波斑 如果不是仙人之躯 要注意形象 此时已经是精掉下巴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 木盾这小子可以偷 须左能忽可以偷 现在甚至连球道域也可以偷 这简直 不可学 然而 球道域归根结底 是属于阴阳盾的化身 是黑棒的加强版 林南此时拥有阴阳盾 复制球道域 自然信手拈来 如果他想 甚至可以复制 出成千上万的球道域 但是 可能他的蓝量 有些吃不消 他现在并 不算完整的十尾人助力后 浑身上下除了颜色 甚至石码都没变 连脚也没有 只能说他类似 金脚银脚那般 拥有了石尾的查克拉 不过 有了石尾的查克拉后 林南也就相当于有了全部 所以准确来说 林南的蓝量还是有限的 但这并 不妨碍他可以抬手杀招 当下林南 便是操纵着所有球道域 像是不要前四地 瞬间朝着 宇智波搬轰了出去 宇智波般见状 面色微宁 旋即使六道域瞬间变化 形成了一团巨大的盾牌 而林南的六道域 却是瞬间化 做了一只只巨大的黑棒 冲着盾牌 便是扎了过去 枪 一道极度刺耳的 金属碰撞之声响起 盾牌与黑棒 在碰撞的瞬间 便是双双粉碎 都是球道域 都同样是阴阳盾的物质化 所以 毛宇智之间的结果 便是如此 当宇智波般的身形露出 还未反应过来 却是 只觉面前一花 林南已经冲到了自己的面前 仙法 南盾光牙 宇智波般 也并未没有反应 当即便是从口中 吐出了一道雷射 然而 林南却是视而未见 直冲冲地 朝着宇智波般袭来 下一刻 宇智波般 便是瞪大单眼 因为那道雷射镜式 直接穿透了林南的身体 并非是 因为攻击被穿透 他当然知道 带图那诡异的虚化铜术 这怎么可能 宇智波般此时想要退却 已惊来不及 林南速度极快 他本身还以为林南会躲避 下一刻 宇智波般 林南便是想要操纵自己的尾兽玉 袭击林南 然而林南却 是仍旧不闻不问 只是单手冲着宇智波般的脖梗 抓了过去 啪 在宇智波般惊恶 乃至到难以置信的眼神之中 林南竟是直接掐住了宇智波般的喉咙 甚至他都 没有躲避宇智波般的囚道玉 仅仅只是让自己的囚道玉 代位抵挡 这是多么强大的自信 宇智波般在一开始 只以为林南会为了躲避囚道玉 从身体虚化从自己的身体穿过 但现在看来 他错了 你也想起舞吗 林南缓缓吐出了一道字眼 这一幕 甚至震惊了在场无数观战之人 宇智波般被锁猴了 这说出去 谁敢信 要知道 当初驻坚都没这个能耐 然而下一刻 宇智波般的身体便消失不现 他与自己的轮幕 分身换了位置 林南倒也不在意 只见其在那瞬间 手掌突然穿孔 一道囚道玉 便是画作木棍直接插穿了宇智波般 那肉眼看不到的轮幕分身 宇智波般出现在了不远处 此时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宇智波般纵横天下如此多年 何时被人掐过脖 连住间也不行啊 没想到现在 竟然被一个臭小子做到了 而且 他竟然还说出了自己的奥义中截图 这如何能忍 饶是十伟人助力仙人化的身躯 都没有压制住宇智波般的怒火 他甚至都被气笑了 要知道 他刚刚指 是大意了而已 毕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灵男竟然能够在成为仙人体后 还能够使用血轮眼的力量 要知道 轮回眼是在压制十伟查克拉 所以无时无刻都无法断掉轮回眼的力量 但使用血轮眼 就不能同时使用轮回眼 如若不然 十伟便会暴走 带土就是因为如此 才失去了虚化的能力 但是现在 宇智波般想明白了 灵男体内的十伟查克拉过于少 所以自然不需要太多的压制 他又哪里知道 灵男只是在靠系统在用技能 就相当于一个手机 登入两个微信 机操罢了 不过宇智波般愤怒归愤怒 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主线任务 现在时机成熟 此时不放更待何时 甚至还可以牵制灵男 当下 宇智波般便是双手一拍 体内的十伟查克拉 开始疯狂涌动了起来 无论是之前的带土 还是灵男 不过 只是吸收了少量的十伟查克拉罢了 所以 他们根本无法施展十伟的完全体 但是此时的宇智波般不同 虽然有少量查克拉被灵男吞食 但是放神术足够了 没错 宇智波般便是想于此时 直接释放十伟的完全体神术 从而开始自己的无限阅读计划 然而下一刻 宇智波般却是面前一花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别不自量力 你的力量其实远不及我 宇智波般一声怒吓 旋即便是展开防御 他说的没错 灵男的十伟查克拉壁竟很少 而宇智波般则是拥有完整的仙人体 但是下一秒 宇智波般却是瞪大了单眼 因为他看到灵男的身上 竟然缠绕住极其强横的雷属性查克拉 并且 那一根手指之上的查克拉 更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之感 宇智波般速度极快 堪堪躲过了那根手指 不过旋即 宇智波般便是看到了一股蓝色的蒸汽 从灵男身上喷发了出来 啪 一脚是大力尘的抽射之下 宇智波般的身躯油 如皮球一般 直接便被轰向了地面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仙人之驱眉 有办法使用血轮眼的力量 首先对于宇智波般来说 是一种削弱 但仙人之体可不是开玩笑 硬性条件就已经直接弥补了 即使宇智波般 无法使用囚道域进行攻击和防御 毕竟灵男都有 但是 只凭这具身体 也根本不是灵男可以奈何的 刚才一脚看似微武 实际上对于宇智波般的伤害 微乎其微 更何况宇智波般 是只小灵男的蹊跷 所以 尽量没有再度释放任何六道仙术 为的也是不让灵男可乘之机 当然 现在还是主要以 施展无限阅毒为主 只要无限阅毒一旦完成 灵男即使与自己喂敌 又有何意义呢 他只能接受这个结局 因为除了他们 这个世界将再无旁人 宇智波般想着 嘴上便道 灵男 现在我们二人 皆是成为世间最强者 又何必自相残杀 宇智波般再度开启嘴盾 而灵男根本不搭理他 现在的灵男心中 就只有一个念头 先把宇智波般解决掉 宇智波般说的其实没有错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两人 只有他和宇智波般 也只有将宇智波般弄死 自己才能成为第一人 五无第二 灵男想要做的是 前提便是自己的决策 没有任何意义 宇智波般便是最大的意义 这就彭腐两个人合伙开一家店 绝对会因为种种产生矛盾 而灵男想要创造的 便是一个没有矛盾的事件 所以在一开始 他需要做的便是将这矛盾扼杀在萌芽之中 至于忍戒联军和无影 先给个萝卜 如果不同意归于自己统治的话 那么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这世界 我吃定了 只要我们二人联手 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你好好考虑 一下灵男 烟尘中 宇智波般再度喊道 然而这一边却是在积蓄查克拉 异域放出神术 无限阅读是怎么个流程呢 神术 也就是十伟人助力的本体先放出来 开花之后 便可以与月亮建立联络 从而将其变成血月 随后宇智波般 需要开启轮回血轮眼 也就是九沟玉轮回眼 从而将无限月 读透过月亮 折射到全世界 神术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因为在无限月读开启之后 神术会将所有中招之人 纷纷裹在树根之上 从而吸收他们的查克拉 并将它们塑造成白绝 实际上神术 也会源源不断地吸收大地 或者说这颗星球的能量 从而结出查克拉的果实 这东西 可谓是万恶之源了 不过灵男对神术并不感冒 有了这东西之后 反而会增添诸多变数 于是下一刻 灵男双手一招 七八颗球道 玉随之浮现 咻 宛如子弹一般 球道玉瞬间没入烟尘之中 在其中实行全范围打击 所有接触之物 在瞬间便被其粉碎开来 甚至连那由细小的尘埃形成的烟雾 也是纷纷退避三射 碰 宇智波斑身形从烟雾之中飞出 显然是无法继续待在烟雾之中 灵宇智波斑还未开口 一抬头 却是看到一指巨大的脚掌 朝着自己踩了过来 须左能呼 这怎么可能 宇智波斑骇然变色 不过下一刻 便是透过轮幕转移离开 碰 在忍者联军这边的视角 显示的是 宇智波斑以一种匪夷所思的肉眼男 已看到的速度完成了顺身 但是在顺身完成的那一瞬间 明显还是被攻击到了 身形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这是因为宇智波斑的轮幕位置 灵男一清二楚 且他也有轮幕的影子分身 在宇智波斑完成反转的那一瞬间 不过他们的视线 显然放在那巨人的身上更多 只见此时的灵男 以精神化 完全踢虚左能呼 只是此时的虚左能呼 呈现出一股 与之前所有他们所看到的虚左能呼都不同 无论是灵男所使用过的赤橙色 还是左珠的紫色 以及宇智波斑的蓝色 此时的灵男所使用的虚左 能呼成诡异的紫蓝色 比左珠浅 比宇智波斑更深一些 变化最大的 则是灵男的巨大太刀 那把本来蓝色的太刀 此时竟是橙纯黑色 宇智波斑从地面中爬出 虽然看似颇为狼狈 但实际上比蚊虫叮咬也差不多 仙人体 太过强大 所以 这也导致宇智波斑根本有恃无恐 只要能够是放无限阅毒 这一切又算到了什么呢 但当其看到灵男那巨大的虚左能呼 以及诡异的漆黑太刀之时 却是终于变了脸色 从漆黑太刀的刀身之上 宇智波斑能够感受到了 极其强横的阴阳盾之力 如果说这是用求盗玉制成 宇智波斑打死也不幸 毕竟求盗玉根本无法变 形成为如此巨大的物体 但这把40米大刀 偏偏还就和求盗玉式 放着同样的查克拉波动 所以唯一的可能便是 不止几颗求盗玉 而是十颗以上 宇智波斑惊了 要知道 成为六道仙人体 不过才能够拥有九颗求盗玉 然而看刚才灵男的手笔 这求盗玉 好似不要钱一般 不只可以在成为仙人体的同时 使用虚左能呼 甚至还可以将求盗玉 与太刀结合 灵男到底是何方神圣 宇智波斑的眼神之中 呈现出了明显的畏惧的神色 虽说是仙人体 但是这把太大雀 是明显可以对自己造成伤害 砍哪里甚至都好说 但如果砍的是脑袋 宇智波斑心中坡 有些没底 碰 那边灵男操纵着须左能呼 在宇智波斑刚露头的时候 便已经展开了动作 只见其双刀拔出 冲着宇智波斑 便是劈砍而来 求盗玉的太刀 即使是刀光 那也是阴阳顿查克拉 所以宇智波斑不得不重视起来 仙人体不光赐予了宇智波斑 极强的生命力与体质 也同时赐予了它飞行 以及极快的速度 在笨重的完全体虚左前 宇智波斑就像一指蚊子 而宇智波斑也自然有信心 像蚊子一样 那边灵男已经开始了挥剑 太慢了 宇智波斑轻而易举地 便躲过了漆黑太刀 同时发出冷笑 心中嘲讽灵男 即使拥有可以破坏自己的招数 又有何用 打不到自己 再厉害的技能也是白打 然而下一刻 宇智波斑当场目瞪狗呆 只见灵男那太刀 在落下的那一刻 一道黑光瞬间卷起 较之之前的见光 这黑光简 只就是铺天盖地 就庞扶那一瞬间 一整个方位的空间 便被已经黑光所包裹 呈现在观战众人的视线中 便是庞扶视野中 一片天地被吞噬 只剩下纯粹至极的黑色 庞扶一片虚无 好似那片被黑光所覆盖的区域 甚至连空气都被抽离 此招名为大暗黑天 哄 一声说不清道不明的 诡异之声响起 黑光也在那沙纳消失无踪 庞扶刚才好似指 是众人看花眼一般 一切都并未发生 怎么了 这招结束了吗 刚才我甚至感觉瞎了一半的眼睛 怎么雷声大于点小 你们被表象骗了 一名拥有白眼的人者开口道 那片区域之中 此时甚至连空气中的微生物 都已经消失不限 完全被瓦解掉了 微生物都没了 卧槽 大野木听到了这句话 低声道 这岂不是和我的沉顿一样吗 与沉顿不同的是 这招甚至连空气中的能量 也完全抽离 我埃罗对于尘埃中的能量 有很直观的感受 甚至可以感受到 白眼所看不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比沉顿 更加细致入微 那与之波斑呢 被消灭了吗 大野木问道 恐怕没那么容易 在看战场之中 好似还飘着一道身形 定睛一看 那是宇智波斑破碎的残区 竟是只剩下了胸口以上的身体 差点死掉 这个臭小子 宇智波斑看着 自己那残破的身躯 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眼神之中竟是阴沉 一击之下 竟是恐怖如斯 这招宇智波斑没见过 但他深知 林南的虚左 能护不过是偷了自己的虚左 能护罢了 但这招显然是凌驾于自己的虚左 能护之上的 也就是说 虚左能护只是炮台 而林南的主要目的 实际上是那枚炮弹 旁人可能看不明白 但是宇智波斑很清楚 借着刚才的那一剑 林南将阴阳 盾持续注入太刀之中 从而达到了 使用阴阳盾包裹 整个天地的巨大手柄 简而言之就是 林南刚刚指 是制造出了一个空心的 巨大球道羽 即使如此 这招无论是视觉震撼力 还是所造成的威力 都是足以胜过任何人数 也幸亏宇智波斑速度和反应能力够快 要不然的话 估计瞬间便会被消除的 连扎都不剩 仙人体又如何 被击成鸡粉之后 同样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只见几个眨眼间 宇智波斑 那残破犹如纸片的身体开始恢复 彭扶食尾 如动时候一样 这便是仙人体的超强生命力 基本上 只要不打头 仙人体就死不了 这边宇智波斑还未恢复 那边灵难便已经再度开始了动作 只见七操 纵着须左能呼 正翅飞起 那四十米长的漆黑太刀 冲着宇智波斑便再度砍来 宇智波斑很是轻盈的 便躲了过去 没有再是放钢 才能招吗 看来是放锁需要消耗的查克拉极大 短时间内 应该是是无法再是放了 终究不是完美的仙人体 宇智波斑嘴角勾 奇思冷笑 下一刻也不躲了 回头便是 双手式放出无数紫色闪电 闪电范围包裹极大 甚至好四下一秒 就能将整个巨大的虚左能呼吞噬掉 先发 鹰盾雷派 只见灵难将太刀挥动 便将整片紫色闪电整个抵挡 也因为太刀是球刀玉的化身 所以 紫色闪电并未对其太刀造成任何影响 先发 杨盾阴玉 也趁着这个节骨眼 宇智波斑再度挥手 对着自己 释放了杨盾的医疗术 宇智波斑虽然是先人体 恢复伤势的速度极快 但在这样的战斗之中 还是太慢了 所以 他选择了直接使用杨盾查克拉 对自己进行加快恢复 那边灵难已经摆脱了紫色闪电 再度追向了宇智波斑 宇智波斑 实际上本来还是想继续嘴顿的 但是双方明显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宇智波斑 是一个骄傲至极的人 既然如此 那就不如来个鱼死网破 况且 他对自己极为自信 灵难复活之后 查克拉的储存量仍然是短板 虽然拥有了十尾的查克拉呀 包括不完整的先人体 甚至之前还有九尾查克拉 以及助肩细胞 但是要知道 宇智波斑释放的所有人数 对于查克拉的使用量都是极大的 不是完美的先人体 根本承受不住 宇智波斑 本来还忌惮灵难会偷取他的技能 现在看来 根本不重要了 想偷便偷吧 宇智波斑的主意 就是靠着自己极深四海般的查克拉 活活耗死他 徐左能忽开着听得近吧 到时候我看你查克拉消耗完 怎么办 宇智波斑冷笑连连 下一刻便是直接将所有的轮幕 分身召唤到了自己的身前 之前因为他的轮幕 被灵难的轮幕所阻挡 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 自己在进行轮幕换位之时 甚至还会被灵难的轮幕攻击 但是现在不同了 宇智波斑要与灵难硬刚 轮幕边狱 这招是宇智波斑轮回眼的特有能力 因为轮回眼的真正主人是他 也就只有他可以释放 一共四个影子 只有轮回眼能看到 先人体能感知到 其他凡人 皆是任何方法都感知不到的 而这招除了出其不意之外 主要是四个影子 都有本体的完整实力 也就相当于 场上实际上有五个宇智波斑 刚才被灵难使用 囚刀玉封印了一个 即使是此时 也有四个宇智波斑 在将轮幕的影子召集过来直呼 宇智波斑便是结下了一个印 宪法 卓顿炎剑 灵难透过轮回眼看的真切 只见四个宇智波斑分不同的方位站里 一起是放仙树查克拉 灵难甚至能够看到 周遭被瞬间清空的自然能量 还有感知到那灼热的空气 即使轮幕的影子并没有停留太久 在是放完仙树之后 便重新与奔袭而来的灵难的影子 打成了一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灵难的轮幕 虽然拥有本体的全部实力 但是查克拉要更少 宇智波斑作为仙人体 可以将无限的查克拉分 配给自己的影子 但是灵难不行 所以准确来说灵难的影子 和宇智波斑的影子 实际上指是打得旗鼓相当 而刚才宇智波斑召集影子 便只是未使放一个仙树 灵难面色有些凝重 但也没有由于太刀技 而朝着宇智波斑砍了下去 其实宇智波斑说的没错 他的查克拉在 刚刚施展过所谓的大暗黑天之后 甚至一度枯竭 只是可惜 没有将宇智波斑弄死 只有灵难自己知道 为了是放那招 自己透过须左能呼 未在体在那一瞬间 是放了多少的查克拉 还好查克拉恢复够快 虽然比不上绘图转生 但效率还是要比 正常状态下的自己快太多了 毕竟也算个仙人体 而刚才那招指 能等自己的查克拉充足 再进行释放 毕竟那招是灵难目前 有极高几率 将宇智波斑击杀的技能 至于空白期 只能选择使用虚左能呼找机会 但是宇智波斑的速度太快 根本不是灵难的太刀 所能追到的 甚至在这段时间 灵难感觉温度越发高涨 甚至连他的仙人体 且在虚左能呼之中 都能感觉到闷热 望为眼四周 灵难便发现 周遭一片躯域 好似被一种特殊的结结包裹住了 就彭扶四翅阳阵一般 原来这 就是刚才宇智波斑释放的仙术吗 原著中没有见过呀 难道是临时创造的 应该指 是原著里梅有表现出来 按道理说 宇智波斑成为仙人体之后 体内充盈的查克拉 可以让他轻松的 是放出诸多仙术 犹如鹰盾雷派 蓝盾光芽 这些其实并非宇智波斑本身就会的 而是在成为仙尾人助力之后 才施展出来 这些技能都已经被灵难的 系统记录在暗 而且青一色3S级仙术 威力可见一般 这个所谓的卓盾眼界 应该便是 将范围的温度升高 但仅有如此吗 显然并不是这样 灵难在感觉到 自己的虚左能呼 竟然在融化 犹如水影照美名使用沸盾 将须左能呼融化那般 此时外界的超高温度 甚至要比费顿融化得更快 要知道 此时灵难所使用的的须左能呼 可是注入了仙术查克拉的 比一般的完全体须 左能呼要强悍须左 防御力自然也更上一层楼 即使如此的情况下 竟然也发生了融化的情况 灵难站在驾驶舱之中 甚至可以看到 外界那扭曲的空气 而地面之上 甚至无燃物而起火 这足以表明 外界的温度 此时达到了多高 对此 灵难便不得不试用查克拉 将须左能呼的铠甲重新补齐 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再看灵难的轮目影子 甚至已经将十尾查克拉 形成外衣披在身上 但查克拉消耗是巨大的 所以 没过多久 便因为查克拉消耗殆尽 而消失不限 灵难面无表情 但是眼神却凝重了起来 与之波斑 是看出了 她缺欠查克拉的弱点 这般高温之下 自己只能不断使用查克拉 填补须左能呼的空缺 如若不然便只能使用 更消耗查克拉的尾收外衣 来防御高温 还不一定能抗住 如此一来 对于自己的查克拉 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偏偏自己还不是完整的仙人体 没有办法像与之波斑那样 忍耐高温 灵难 这下我看 你还如何阻止我 与之波斑双手再度结印 发出接连冷笑 好好享受这块炼狱吧 灵难瞥了与之波斑一眼 旋即扭头便走 先从这里走出去再说 与之波斑没有双轮回 即使放出神术也无伤大牙 怀着这样的心思 灵难走到了结界的边上 然而下一刻 却是身形顿重 与之波斑大笑的声音传来 炎阵可并非指 是一种忍术 而是结合了六痴阳阵 非真正的仙人体 你是别想出去了 在这里接受焚烧吧 灵难拔出了自己的漆黑钛刀 旋即朝着结界的边缘砍了过去 一道黑光闪过 彭扶划破了空间 甚至带起一阵火焰 那结界阴声而破 但却在下一刻 再度恢复了原状 只要有宇治波斑提供查克拉 便不会破碎吗 灵难缓缓叹了口气 旋即庞扶任命一般 与须左能乎 一同呆立在了原处 即使这样 也不愿放弃须左能乎吗 可笑 宇治波斑眉 在搭理灵难 下一刻 浑身查克拉再度爆发 没有了灵难的打扰 很快一指巨大的身形 便从宇治波斑的体内钻出 那是食尾 食尾的本体便是神术 只见食尾落地 发出一声吼叫 随后便是凭空燃烧了起来 这是因为 此处空间的温度极高 但对于食尾来说 也仅仅还是烧得疼罢了 旋即食尾便开始扎根地面 然后化作一棵树木 开始茁壮生长 树根开始不断盘球增生 不多时之后 便冲出了严阵的结界 宛如潮水般 朝着远处的忍者大军而去 过来了 撤退 观战之人健壮 纷纷向后逃去 一般忍者因为太弱 所以早就脱离了战场 但是也有急 大多数选择在远处观战 这一场矿古朔金的战斗 但对于巨大的神树来说 它们的距离并不算太远 琳南没有足止 就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食尾所化身的神树 很快便成长了起来 足足有数千米之高 就像是一棵梅 有树干的树 树顶则是出现一朵 含苞待放的花朵 也因为没有吸收到 足够的茶格拉 所以神树还没有开花 此时的神树 看上去颇具观感 因为它的下半身 在炎阵之中 一直处于燃烧的状态 但火焰在露出炎阵之上的神树 便不再蔓延 总体来说 普通的火焰对于神树 也造不成任何的损伤 毕竟神树就是食尾的本体 看 琳南 宇智波班在将神树召唤而出之后 无所事事地来到了琳南的面前 缓缓道 这就是渺小且卑微的人类 在灾难面前指 能绝望无助的哀嚎 人类太弱了 弱得可笑 你想说什么 琳南开口 声音平淡 宇智波班道 虽然你此时不算完整的仙人体 但也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范畴 我想你应该能够明白我所说的话 人类是仇恨的产物 是憎恨的化身 明明弱小却争强好胜 我其实很不明白琳南 你现在已经复活 又为何要帮助他们 和我联手 一同创造一个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的世界 这难道不才是神的做法吗 我们可以是救世主 拯救这个糟糕的世界 带来真正的和平 接受现实吧琳南 一切都将要结束了 救世主吗 琳南低头沉默 宇智波班见状也不着急 他现在有的是时间 蛊惑琳南为他一同 开启无限月读止 是各式叹罢了 他现在已经对一而再再而三 拒绝自己的琳南毫无兴趣 目的指是琳南的那指轮回眼罢了 只要轮回眼到手 琳南在他面前 不过也只是一粒尘埃罢了 却是突然 宇智波班感 绝胸口有些沉闷 玄机吐了口唾沫 两个细小的东西随之吐出 却迎风变掌 六道的神器吗 可笑 琳南看着 却是若有所思 一抹金光 在宇智波班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悄然从琳南的身后闪烁而起 却是猛然 琳南睁开了双眼 更是与此同时 宇智波班也是面色微变 看向了自己的身体 好像自己身体中还有一个存在 破 一声问响 宇智波班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胸口 那里是一只 穿透胸膛的漆黑手臂 错了 马达了 班 一切都没有结束 你也不是救世主 真正的救世主 只有我 琳南 怎么可能 宇智波班艰难地看着背后 裹着十尾查克拉的琳南 缓缓露出了脑袋 身体动不了 十尾的查克拉在被吸收 宇智波班面色骇然 被戳穿心脏还好 作为十尾人助力强大的先人体 身体没了都没事 主要的核心在脑袋 那只黑手宇智波班 一眼便看出 是阴阳盾包裹了手臂 但明显不是囚盗雨 而是充满了黑绝的味道 如果是一般的阴阳盾 甚至是囚盗雨 也根本无法限制她的身体 但是这股阴阳盾查克拉 在侵入其身体之后便压制 使她根本动弹不得 也无力反抗 灵南 我们可以谈一谈 不可一世的宇智波班 在此时 好似终于服了软 因为她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然而灵南却根本不搭理宇智波班 只顾着吸收十尾的庞大查克拉 感受着查克拉在迅速流失 求道欲甚至都在减少 宇智波班面色逐渐扭曲 就差一步 就仅仅指是差一步而已 自己的目的就要达到 马上自己就可以成为神 成为救世主 然而在这一刻 一切都将负诸东流 这如何能让宇智波班甘心 即使是死 也不会瞑目 然而 随着十尾查克拉的剧烈流失 宇智波班也是察觉到了 体内有一股不属于自己力量正在暴涨 那是九尾查克拉 也在这个时候 宇智波班想起了之前十尾吞食的汇涂水门 原来如此 宇智波班心中常叹 原来我 是说在了这一点 原来 灵南刚刚透过九尾的查克拉 与宇智波班体内的波峰水门 取得了连线 两者并无实际上的交流 然而 凭借水门超高的智商 他马上就知道了 该怎么做 虽然水门被吸收 但是它是绘图转生之躯 且拥有一定的九尾查克拉护体 另外十尾并非是使用 幻龙九封印将水门体内的九尾吸收 所以 这也就表明了 水门可以有一定的存活空间 六道的神器 被宇智波班吐出了体外 但与此同时 也将水门的意识稍稍唤醒 又加上灵南相同查克拉的刺激 导致水门有了些许的意识 或许身体无法动弹 但布置一个非雷神之印 还是完全可以的 灵南甚至都没有想到 水门竟然这么效率 果然 你可以永远相信这个男人 之后 拥有非雷神的灵南 便可以直接顺身到 宇智波班的身前 而宇智波班 即使想要使用囚道欲抵挡 也根本来不及 况且也根本抵挡不了 这也就完成了刚才的掏心举动 神仙打架 胜负只在一念之间罢了 我没有输给你灵南 我没有说 宇智波班开口呢喃 庞扶放弃了抵抗 他指 是意味深长道 你会重蹈覆辙的灵南 没有人可以抗拒 无论是带土还是我 都只是你的前车之剑罢了 我不屑 灵南不屑一笑 旋即便再度开始 抓着食尾的查克拉 一阵猛吸 吸了足有十数秒 灵南只感觉自己体内 在发生住天翻地覆的变化 甚至额头也长出了脚 已经开始真正的先人化 灵南记得援助之中 宇智波带土 就曾吸收过宇智波班的十尾查克拉 从而掠夺出了一颗囚盗鱼 囚盗鱼可以判断宇智波班体内 十尾查克拉的剩余 而此十尾至波班的 囚盗鱼精精指 剩下了四指 还不够 我要的是更多 灵南苍白的面孔 泛出争鸣之色 下一刻便再度开始了胡吃海喝 好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同时 水门的查克拉 也是在灵南的感知中 越发清晰 此时被神树的树根 搅和的一片狼藉的战场之中 也是有人发现了水门的查克拉波动 水门没死 甚至将要脱困而出 因为宇智波班体内 十尾查克拉的减少 已经削弱了对它的压制 然而下一刻 一道乌光雀 是突然缠绕起宇智波班的胸膛 并且刺入了其身体之中 啊 宇智波班此时 已荆棘未虚弱 但却仍然发出一声惨叫 旋即 在众人的感知中 水门的查克拉 缓缓沉寂 哈哈 宇智波班却是突然大笑出声 没错 就是这样灵南 没有任何神识仁慈的 你终于开窍了 此言一出 顿时震惊整片战场 宇智波班被灵南控制 已经无力操纵任何战局 那么水门的查克拉被重新压制 便是灵南的手笔 这也是瞬间便将一众 忍者联军脸上的笑容僵硬起来 甚至连无影 以及仙代火影的面色 也是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一举动 可能表明 灵南反水了 否则他没有理由 压制水门脱困 你对无限阅读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大可不必如此 去创造属于 你的世界吧灵南 你现在已经接过了我的一波 你摆脱不了的灵南 你就是我的传承 宇智波班放声大喝 灵南却是冷声道 我不是你的传承 我只是我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 我将要创造属于我的世界 文言 宇智波班笑得更加大声 然而下一刻 他却是面色再度恢复争鸣 看来你的觉悟还不够 说吧 宇智波班的身体却 是瞬间突然分裂开来 从左边肩膀 一直撕裂到腹腔 从而使自己的上半身 脱离了灵南的掌控 这一幕 也是让灵南微微变色 够狠 不愧是宇智波班 宇智波班选择了壮士断腕 硬生生将自己 没有被灵南控制的脑部 与一指右臂 从身体上撕裂而出 从而逃出了升天 而此时宇智波班 仅仅只剩下了三指球道语 即使如此 他仍然是先人体 是体内的十尾查克拉 不再那么充盈 灵南看着自己手中 宇智波班大部分的躯体 下一刻 十尾查克拉爆发 瞬间便将躯体 炸成了尘埃 旋即他淡然地 看向宇智波班 那可怜的脑袋 和半截肩膀 缓缓开口道 你还不明白吗 宇智波班大口地喘着粗气 整张脸 已经扭曲得不似人形 试问他 宇智波班人生百年 何时如此凄惨过 这一切 败得是灵南所赐 灵南 我只是想用我的残躯 给你再上最后一刻罢了 宇智波班宁笑着开口 然而灵南却 是平静地摇头 不必了 班 声音一落 一抹乌光瞬间出现 庞扶分割了整片天地 宇智波班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只是在那瞬间 庞扶看到了面前 有一线黑色的物质 然而下一刻 宇智波班的单眼 便是看到 自己另一半的 脑部缓缓 从自己的身体上滑落 如果他拥有两只眼 便能够感受到 不同视线的错练 宇智波班 已经被从头部一分为二 也在此时 宇智波班 才终于看清 那一线的物质 竟是由无数细小的 囚盗域所组成 由于太过微小 且聚集到了一面 所以从侧面纸 是能够看到一根黑线 但如果从正面 那便是连线着天地的 一道黑色巨木 在拥有十尾的查克拉之后 从而能够继续产生 囚盗域吗 宇智波班内心惊骇 无论是刚才的膨胀 囚盗域 还是现在的微臣囚盗域 都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 甚至就连刚才 将求盗域玩出花来的带徒 都没有这般操纵的能力 虽然不甘心 虽然可能有些释怀 但当宇智波班 真正见识到 林南恐怖的能力 还是忍不住在内心感叹 或许 林南 真的能够不靠无限阅读 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情 这边林南 已惊患缓来 到了宇智波班 那旁腹错开的脑部的面前 只见其面无表情 眼神也是一片淡然 好似听到了宇智波班的心声 并非是在得到了你的查克拉之后 才有此招 而是在之前 这招就一直在暗中布置 我的查克拉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少 而轮回眼 也并非什么都能看到 无论有没有水门的插手 你都无法躲过此招 宇智波班 你说了 林南声音一落 宇智波班两半残躯 便是以惊无力地坠落在地 脑部被劈开 饶是先人体 也恢复不过来 林南随之落在地面 看着宇智波班 还有思想的半边脸 以及那单直眼 他能够看到宇智波班眼神之中的平静 没有憎恨 没有怨毒 也没有不甘心 甚至还有一种 让林南将其眼睛取下的意思 蕴含在其中 我不需要你的眼睛 我也不会重蹈你的覆辙 我会完成你未完成的真正的使命 但不是以你的方式 林南缓缓开口 旋即转身离去 剩余的查克拉 足以让你撑上一会 用你的眼睛看着吧 看着我如何成为真正的救世主 宇智波班看着林南的背影 他无法开口 但眼神之中却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就让我亲眼看着吧 林南 刚才 宇智波班所说 要给林南上一课 他知道 自己已经必败无疑 但是他想让林南坚定信念 他已经从林南看到了带徒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但是这还不够 他需要林南 彻底放下任何作为人的情感 因为 只有荡精神建立在至高的顶点 才能够完成 横断万古之事 但是现在 看着林南那坚定的背影 宇智波班知道 林南已经不需要自己 宇智波班并不明白 林南是如何想通的 这个矛头小子 一直以来给他的感觉 就是 胸无大志 毫无信念 这样的人 根本是不堪大用的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有实力梅 有坚定的信念 只会给他人做嫁一把了 但是从所谓的 限定阅读中出来之后 他便发现 林南变了 不再飘忽不定 他拥有了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情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战斗逐渐的白热化 或许林南想通了 他的信念越发坚定 与之波班 有一种很深沉的预感 这个小子 可能真的能够完成 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即使方式不同 但完成目标 又岂会在意这个过程 再没有光明 满是黑暗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在摸黑前行 有人踏错落入无尽深渊 而有些人 则是凭借自己 走出了一条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任何道路 都在追逐光明 这个世界 从来都是圣者未亡 败者未口 在没有抵达终点前 没有人知道 这条道路是否正确 与之波班与住坚 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地 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这两条道路 没有对错 只有谁能够抵达 在与之波班眼里 他所做的事情 是指高无上的 是拯救世界的举动 但在别人眼里 他是恶魔 在住坚眼里 他所做的 也是自认为通往和平的道路 是让人们不再受苦受难的选择 但在与之波班眼里 他是愚蠢的 所以 如果抛开一切 去谈论与之波班 他无疑是高尚的 没有对错 只有成败罢了 而此时 与之波班亲眼见 郑临南踏上了这条路 他有着坚定的目标 有着崇高的理想 临南背对着与之波班 缓缓走向了忍者联军 旋即一步踏上了虚空 彭扶踏上了一块无形的阶梯 随着走动 他的身形越发跋高 就这样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地爬到最高 而现在 他距离至高点 只有一步之遥 哪怕这一步 是以无数师还做围阶梯 他也必须要继续攀爬 一江功成万古窟 没有任何剑术 不是以师山血海堆积出来的 抛弃人性 成就神格 与之波班 亲眼见证了临南的蜕变 此时 临南手持权杖 背后是九颗漂浮的六道玉 浑身苍白 头伸双脚 以举世无双的姿态 来到了忍者联军的面前 所有人也都在看着临南 与之波班的失败病 会让他们感到激动与欣喜 因为战争 还远没有结束 而临南 就指 是看着忍者联军 虽站在空中 但却毫无气势可言 就彷復一个普通人 即使如此 忍者联军 已经有人开始双腿打战 这并不夸张 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观战 但好似现在 他们要独立面对一位 神 小兄弟 与之波班败了 战争该结束了吧 驻坚作为忍戒联军的精神领袖 率先开口 而临南没有理他 只是在看着名人的尸体 名人已经快凉透了 但却仍然 没有六道仙人送挂的趋势 临南又看了眼左柱 应该是六道仙人 想等左柱一起 等吧 却时代结束了 临南缓缓开口 第四次忍戒大战 到此结束 声音一落 但整片战场 却依旧鸦雀无声 但是 新的战争开始了 临南竟然开口 小鬼 你是什么意思 牵手飞肩着抱脾气 当即一声大喝 临南笑了 看看这群丑陋的人类 我帮你们击败了与之波班 是忍戒的英雄 但你们看我的眼神之中 确实有畏惧以排斥 就彷復我是一只怪物 名人 或许你的死亡 才是正确的 我说新的战争开始了 临南依旧平静 到底什么意思 驻坚看向临南 一脸凝重道 临南看向无影 声音平淡 这场战争是一场对外的战争 由五大村组成忍者联军 对抗与之波班势力 但是 现在对抗与之波班的战争 已经结束了 该你们五大忍村了 小林 我们是忍者联军 与之波班战败之后 便是我们整个人界的胜利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刚手站出来道 忍者联军吗 临南缓缓抬头 这场战争 逼迫你们团结到了一起 而现在战争结束了 你们中有的忍村损伤惨重 但有的忍村却是保留了大部分的实力 现在一切重新回到了起点 你们也不再属于忍戒联军 而是属于自己的忍村 五大村互相攻伐多少年 有经历过多少次你死我亡的战斗 我的父母死在你们村忍者手里 你的兄弟姐妹则死在我的手上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而现在 大家汇聚一堂 是清算的时候了 临南声音一如既往的平淡 就彷復在说一件极其渺小的事情 此言一出 本来同囚敌开的忍者联军中 开始充满了猜疑与否定 然后演化 为敌一语仇恨 不要听他蛊惑 大野木站了出来 高鹤道 小子 即使我们五大忍村 有辛仇旧恨 但现在 我们也是忍者联军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一起共患难 一起赢得战争之后 我们也将以忍者联军一起的胜利 带往我们的家乡 此言一出 确实鼓舞人心 大野木 林南缓缓开口 我还记得宇智 波班刚出现的时候 你让忍者联军前往送死 你明明知道 那是传说中的宇智波班 他的强大 你比当场的任何人都清楚 但却仍然固执地 选择让大军前进 如果我猜得没错 你应该是想借此 削减其他忍村的实力吧 林南虽然面无表情 但是看向大野木的眼神中 充满了嘲弄 大野木文言面色一致 一张老脸从惨白瞬间 转化为通红 就像被戳穿了一切 我可是堂堂图影 怎么可能 大野木感受着周围的目光 顿时再度大叫道 林南却是冷笑 也正因为 你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图影 你经历过忍村之间 大大小小的无数战争 你高傲的姿态 使得你根本看不起 其他四村的四个年轻的影 而你加入 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打算 就是削减其他忍村的实力 做收于翁之力 你 不 大野木口突鲜血 说不出任何话来 虽然表面上 可能没有发生时骂 但是整个忍界联盟中 所在的地方 所有其他忍者 都在悄然远离 一场猜疑的风波 瞬间弥漫了整个忍者联军 三言两语 即将分崩离析 这就是忍者联军 在 没有明确的共同的强大敌人 迫使他们站在一起 亦或者 强大到神威这个世界顶点的人 镇压一切的话 他们就是一群互不信任 互相攻伐的仇人 从第一次忍界大战 到现在第四次忍界大战结束 忍界经历过几次更新换代 然而能够遗传下去的 不过是仇恨而已 援助中 为何战争结束后 梅有发生动乱 那是因为 所有忍村的势力 皆是元气大伤 那是因为 名人与左住两位救世主 都属于牧业村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的救世主是陵南 不属于任何势力 而忍者联军 也因为陵南的插手 大多数势力 都获得了较为完整的保留 也就是说 他们有一战之力 感受着体内 好似有某种力量在反抗 陵南随之开口 水门 不用挣扎 名人在你死后经历了什么 你很清楚 这就是忍者 这就是你们爱住的忍村 此言一出 陵南便感觉体内的力量 沉寂了下去 我在这里 是最公正的见证人 我不会偏向于任何势力 你们可以自由发挥 将时代的仇恨全部释放 我只会观战 将所有的不确定因素 尽数斩出 破 陵南这边话音刚落 下一刻 三位仙代火影 便是瞬间浑身黑棒密布 被扎成了刺猬 随之朝着陵南飘了过来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已经被清除 尽情地发泄出来吧 清算的时候 到了 哄 忍者联军数万之众 开始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爆发 出了激烈的冲突 激烈挤带下来 现在他们旁边的人 有可能是他的杀父仇人 也有自己杀了他们的亲人 在陵南的山洞之下 某些人爆发了 他们无法忍受 自己煎熬了半辈子的仇恨 现在竟然要与其并肩作战 但为了村子 忍了 毕竟这才是忍者 但是 现在战争结束了 大家有冤的 报冤有仇的报仇 灵南只是说话 并未使用任何其他手段 但是就是某些人 一旦承受不了的话 换来的便是全范围的混乱 这种情况之下 无影根本拦不住 眼下几乎所有的忍者 都在这里了 尽情地释放仇恨吧 释放完之后 这个世界 也就不会再有仇恨 灵南看着爆发激烈冲突的 忍者联军 笑了起来 小子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会被语之波斑蛊惑了吧 牵手飞肩 虽然被扎成刺猬 但还是一副不服的样子叫喝道 灵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并未说话 祝奸却是叹了口气道 战争已经结束 又何必起不必要的杀法呢 不必要的杀法 灵南注视着祝奸 面无表情道 杀法 是必要的 你的怀柔政策 可以说间 皆导致了现在的混乱 当时 你如果能够听信誉之波般的 收服五大国 统一整个人界的话 这个世界将和平稳定很多 统一吗 祝奸缓缓念道 所以 你应该能够明白 我在坐实吗 初代大人 灵南深深地看着祝奸 祝奸道 你要继续走羽制波般当年 未曾走完的道路 完成统一吗 这不是羽制波般曾经的道路 这只是我自己的道路 我要建立一个没有五大村 没有五大国 只有有一整个领土的 一个超级国家 到时候 也就没有仇恨 没有战争 没有阴暗 只有和平与希望 祝奸沉默了下来 自己死亡到目前未止 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世界 依旧还有争端与仇恨 这是否表明 自己当初的做法 就是错误的呢 大哥 不要受这个小鬼蛊惑 千手飞奸当 即喝道 灵南淡淡看了千手飞奸一眼 深知这位二代火影 实际上也是比叫赞 同羽制波般的做法的 透过暴力的手段镇压 从而将其他国家收服 这点在驻奸死后 飞奸成为二代火影后 第一次忍戒大战的开启 便已经可以看出来 只是可惜 飞奸并没有他大哥的实力 你们是旧时代的遗物 和羽制波般一样 好好看着吧 我会让你们活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你们会亲眼看着 这条道路 是否能够通往真正的和平 灵南张开了双手 感觉这一步 已经近在咫尺 灵南想到了 自己之前所在的世界的 那位始皇帝 但是他做得还不够 因为他无法保证 他的后代 也能够持续筒制下去 天下统一锦仅止 是和平的开始 想要达到万世和平 就必须有一名万寿无疆 且永远有一颗 绝对正义之心之人 才可以真正地做到 忍戒归根结底 就这么大一点 以人力 就可以完成整个星球的攻略 但是截止到目前位置 却没有人做到过 而灵南 就要做这个第一人 现在整个忍者联军 已经开始暴动 无影却 是在维持着秩序 灵南看到了 势力之外的其他几人 大蛇丸 鹰小队 以及药师兜 他们只是看着 并未参与 大蛇丸也仅仅指 是在保护着刚守一人罢了 至于左柱 左柱此时的想法 无外乎和灵南的想法 不谋而合 在透过现代火影 得知了一切之后 他现在想成为火影 然后将村子建设成为 至少不会再透过 利用与痛苦 达到目的的村子 所以 对于灵南此时的做法 他实则并无任何意义 反而还十分赞同 其实 村子也就相当于忍戒 大家都是忍村 所以 也不要看不起谁 所有忍村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嘴脸 所以 与其成为火影 将木叶村给驯服 那不如成为忍戒之主 彻底改变这种现状 灵南并不知道 左柱是怎么想的 但是左柱不插手的话 他倒是野乐得清闲 在拥有了六道仙人的实力之后 灵南现在看左柱 确实如同沙力一般 也并非与之波般狂妄自大 只是是十罢了 名人那边 已经基本上凉透了 可能六道仙人 还在焦急地等待 这左柱下去 但是左柱一时半会 可能是下不去了 当然 如果六道仙人 只将挂送给名人一人的话 那就当灵南没说 阴之力阳之力 一起才有威胁 所以 灵南对此并不在意 另外 灵南还看到了自己的小组织 他们在一旁观看着 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里并 非他们的世界 而对于已经完全变了 一副样子的灵南 他们也没有上前询问 此时的灵南 也懒得搭理他们 当一切都结束后 再让他们成为神的执法人吧 整支人者联军 在发生了一会的暴乱之后 没多久 便被无影压了下去 毕竟是领导人 是领袖 一旦使用强硬的手段镇压的话 这些普通的人者 即使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也必须停下手 看似灵南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但是好戏才刚刚开始 灵南 忍者联军就是忍者联军 并不是这次战争的结束 就会拔刀相向 现在 我们是袍泽 刚守在恢复秩序后 也是第一时 兼宠着灵南爆和出声 而灵南却并不在意 只是淡淡道 不打了吗 灵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受宇智波斑蛊惑 但他的话 他的做法是错误的 他只会引来战争与仇恨 所以回头 是暗板灵南 刚守劲道 从刚守陷到灵南的那一刻起 他就看到宇智波斑 在不断地蛊惑着灵南 所以 他现在也只是认为 灵南被宇智波斑蛊惑成功了 毕竟灵南有一个心结 他是知晓的 而灵南也没有解事实嘛 只是居高临下 看着这云云众生 再度开口 机会我只给一次 如果说现在 不将仇恨消除的话 那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 你们可要好好把握 什么意思啊 大爷目舞着胸口道 灵南好似神明一般 张开了双手 所有的仇恨与争端 将要在此时解决 无论你们是有血海深仇 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必须在此处解决 如果你们说 此时的战争已经结束 你们也不会 再发生任何的争端 那么以后也不必有了 灵南 你到底想表达识吗 刚手问道 灵南缓缓抬起手来 我的意思十分明确 我不喜欢战争 也不希望在有生之年 再看到任何关于战争的存在 所以 所有关于战争的因素 都将要在此时彻底结束 以后 这个世界将不允许有战争的存在 我天性善良 不喜杀戮 对所有的生命 都抱有敬畏之心 所以 自然也不希望 战争导致人们死去 家破人亡 生灵涂炭 所以以后 但凡发生战争的话 开启战争的一方 这就是下场 说吧 灵南首长落下 哄 地面疯狂震动 彷彿整个空间 都在那一刻 剧烈地颤抖着 待到声响消失 众人确指 是看到 那驻扎着足足有千米之高的 神树的那一整块土地 已经消失无踪 他们的面前 竟然是出现了一块 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 神树也已经消失不现 好似从未出现过一般 一举之危 恐怖如斯 这就是神的力量吗 忍者联军 包含五位村长 瞠目结舌 这个世界 90%的人者都在此处 这便是神的旨意 灵南竟而开口 我不喜欢 重复 我的意思表达的 也已经十分清楚 小打小闹我不管 但从此以后 但凡挑起战争的国家 我会让整个国家与国民 甚至是国土 在这个世上不复存在 我灵南 将成为 这个人界的天地共主 这话已经说得十分明显 就是老子拳头大 所有人都要听老子的 但凡不听话 直接灭国 以绝对的威慑 达成统一的效果 至于将所有国家 汇聚成为一国 无需那么麻烦 所谓车同鬼书同文 这些文化要素 在人界是一致的 也无需统一 灵南 你想要统治人间吗 钢手声音有些颤抖道 大野木也是开口道 你想要我们臣服于你 灵南缓缓摇头 我并不需要你们臣服于我 也无需向我纳贡 可以像现在一般 和所有国家 所有忍村其乐融融打成一片 只要没有战争 自然也就没有制裁 我们可以透过交流 联合 从而达成和平的目的 而不应该透过暴力威慑 这样会引起滑变的 钢手试图讲道理 灵南瞥了钢手一眼 也不在意 毕竟他是驻坚的后代 拥有驻坚的思想也正常 多说无意 我并不介意使用 所谓暴力威慑的手段 去达成和平 我现在是在下达我的旨意 而不是在和你们谈条件 灵南话音一落 浑身气势释放而出 在那一瞬间 所有人只敢 此处空气 旁扶都稀薄了几分 只敢窒息 甚至感觉浑身沉重到 连挺直脊梁 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这便是神的威业 你们知道吗 我之前认为 忍者才是一切罪恶的开端 只要这个世界没有忍者 同样也能达成和平的目的 所以 我并不介意 重拾之前的想法 灵南淡然地看着 眼前数以万计的人者联军 缓缓地吐出了 不带任何感情的字眼 此言一出 上万人竟是大气 都不敢喘一口 他们知道 自己的性命 此时已经不在自己手中 对于无影来说 也已经没有了 任何商量的余地 现在距离早上 还有两个小时 在天空出现第一抹曙光 所有的战争将不复存在 你们国与国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仇恨争执 也将在此处解决 这是最后的机会 灵南说罢 便闭上了双眼 灵南给予了他们 在此处将仇恨消除的机会 但是此时的忍者联军 却已经没有了这份心情 他们看向自己的领袖 只是在等待着他们的主意 现在整个战争 以惊眼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或许也有人赞同灵南的做法 但他们是忍者 就犹如军人一般 服从命令才是天职 所以最终重担 还是落在了现任无影的身上 刚手深深地看着灵南 浑身都在颤抖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怎样 或许灵南是对的 但是这并非真正的和平 但他却未想过 和平还有真与假之分吗 现在灵南的表达 已经十分明确 他凭借着超强的实力 甚至好似仅凭一人之力 便解决了第四次忍戒大战 与之波般的阴谋被瓦解了 但是灵南站了出来 他抑郁将忍戒一桶 凭借超强实力达成威慑 从而达成和平的目标 听起来好像没事嘛 但是仔细一想的话 这对于五大国的独立 全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灵南只是要结果 但是这整个过程 如果仔细分析起来 对于无影来说 取舍还是十分艰难的 毕竟灵南 以金强大道直接摧枯拉朽 使用暴力改变一切 但是无影不行 他们是一村之长 考虑到的东西会更多 首先就是那些 以战养战的国家 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例如阎影村与沙影村 这两个村落 生活在较为平级的国家 没有太多资源 以前发动战争 也是为了掠夺资源 从而让自己的国民 生活得好一些 但如果没有战争 不能掠夺资源 他们只会越发贫穷 最终唯一的结果 也就只是成为 其他国家的 附属国换取相应的帮助 其他忍村相比较起来 更为难办 例如木叶 木叶村虽然坐落于 整个忍戒大陆的中原地区 拥有良好的资源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个 只有忍者的村落 可以掌控并利用的 这也就是大明存在的意义 大明在忍戒内 似于封建君主 或者说财法 他们掌握着 绝大多数忍戒的资源 从而在一国成为首领 要知道 木叶村 也只是火之国的 一个忍村罢了 忍者 对于治理国家并不在行 很多资源的利用与开采 这是十分巨大的工程 所以 使用暴力掠夺是不可取的 他们即使是将资源抢 倒也不会利用 于是 所谓忍村 不过是大明手下的一条狗吧 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忍村式的 却为大明而效力的 这点在资源突出的国家 尤为明显 林南 你应该知晓 我们虽然是忍村的影 但实际上 国家的掌权之人 在大明的手里 所以 我们需要和大明进行协商 于是 刚手发出了最理智的声音 这就是现实 大明的存在 对于国家财政 以及管理方面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 即使是无影 站在忍界天花板的存在 很多事情 也是身不由己 换句话说 他们只管打架 或者治理一个村子 一亩三分地 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 是根本有心无力的 这也正是为何 动漫里的大明都 是一副酒囊饭带的模样 但是忍村的影雀 依旧对他们 十分尊重的原因 刚手也是提醒了林南 大明吗 林南念叨着 这个世界 从不缺治理国家的人 但如果培养 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关于忍者联军中的交谈 以占仰国 关于大明这些话 都听在林南的耳朵里 他也从未想过 停止战争 会对整个人界 造成多么重大的影响 不过这些 对于林南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只见林南微微伸手 数到分身 从其身上分裂而出 下一刻 便是消失在了四面八方 刚手健壮 面色大变 林南 你要刺杀大明吗 不 我只是控制了大明 林南缓缓开口 关于大明那边 不需操心 接下来 他们将是我最忠诚的狗 关于日后对国家的治理 你们无需担心 从此以后 也没有国家之分 富裕的国家 将救助贫穷的国家 所有人都将安居乐业 而你们现在 需要做的 就是消除彼此之间的仇恨 林南一声长叹 因为马上 仇恨这个东西 将不复存在 也不会 再随着血脉遗传下去了 五颖抬起头 看着此时的林南 一时间纷纷不知该说实吗 柱坚也是在一旁 看着林南 自己努力了大半辈子的事情 难道透过绝对的力量 真的可以完成吗 马达啦 班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钥匙都抬着头 看着林南 也是忠于开口 他 或许真的 能够万事开太平 也不一定 作为也是 深受战争折磨的钥匙都 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大蛇丸摇了摇头 豆 你太年轻了 声音一落 左柱也是看向了大蛇丸 怎么 你认为真的会有人 敢于反抗此时的林南吗 对啊 大蛇丸大人 对于真正的和平 不是人人都向往的吗 要是斗倒 大蛇丸却是看向了忍者联军 那你们认为 忍者的存在 有什么意义吗 此言一出 饶氏左柱都明白了 大蛇丸所说的含义 如果没有战争 那么所谓忍者 也将不复存在 和平就像一个导火索 点燃一个炸药桶 炸出了无数的问题 也会随之撤 敌改变整个世界的现状 很显然 忍者联军中 有很多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和平他们并不抗拒 他们也并不抗拒 没有战争的世界 但是 如果是以他们 不能成为忍者为代价 那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毕竟很多人 是以成为强者 而作为信仰 从而存活 一身忍树 是他们赖 以生存的资本 忍者就是他们的生命 除了做忍者去战斗 他们其他也并不会失吗 这就彷復到了失业的关头 而他们还有一家大小 要养活一样 虽说和平不会让忍者失业 但会间皆导致忍者失去了意义 失去意义和失业在某种程度 来说是一样的 更有甚者 忍者是和平年代不稳定的因素 而根据林南所说 发动战争的一方 会被直接灭国 那么忍者 将直接从类似于军人的存在 而成为平民人人喊打的物件 忍者在一个国家的地位是很高的 这点从动漫中就可以看出 毕竟是为一个村落 一个国家抛头炉洒热血的光荣形象 但是从此刻开始 一切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察觉到了联军的骚动后 无影面面相去 滑变了 同样 林南也察觉到了 忍者联军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 陷入了死胡同 和平年代 也并非忍者没有存在的意义 但只有林南知晓 将来他们的敌人是天外来客 但林南也知晓 即使保留忍者制度 在他宣布一方发起战争将会 被灭国这一番言论后 忍者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了一个隐患 这本身就是死回圈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和平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他们怎么解决 那是他们的事情 在忍者世界里 尤其是大部分忍者的内心里 地位差 甚至要比他们的性命更为重要 这里上万的人者 并非大部分是一心一意奉献给忍村的 可以说 很多忍者为的 就是超强的实力 高等的地位而来 为此 他们甘愿奉献生命 即使死后 自己的家族也是光荣之家 然而 现在将一切发生改变 之前人人敬仰的存在 要被平民为之如虎 不可否认 如果林南的旨意传达世界 而这些忍者 将受近人们的白眼 由天堂瞬间掉落地狱 这是大部分忍者无法忍受的 哄 忍者联军中开始爆发 如果他们失去身为忍者的意义 那么他们宁愿 死在这忍界大战之中 这样至少还会以英雄的身份死去 上万的忍者联军族 有90%的人 参与了这爆发之中 连无影也无法压制 因为从此刻开始 他们只是为了求死 反抗又不行 打又打不过 后果我们无法承担 那就让我们最后 以忍者的身份死去吧 完了 这是无影共同的想法 这些忍者 如果只是平时的一些冲突 作为村长 他们还尚且可以压下去 但是面对新存死至的一众忍者 他们束手无策 林南冷眼旁观着 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我就知道 这般暴力的手段是无用的 牵手飞尖不屑的声音 在林南耳边响起 朱坚也是道 太急于求成了 或许在这一点 我们可以不用采取 灭国的绝对政策 如若不然的话 你只能将这些忍者杀死在这里 林南淡淡地看了逐渐一眼 那就如他们所愿 林南飘然上前 无影见状纷纷色变 但这时候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现在整个联军全都是 求神赐死我 就让我的意义结束在战争中吧 死亡 才是我们忍者的最终归宿的话 那就杀了我吧 大野木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来 确实新的战争要开始了 你们怎么说 我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童袍死亡的 雷尹闷声道 这可是数万的性命啊 刚手的难道 看向了空中的林南 眼神中写满了哀求 赵美鸣也是同样目光复杂 但站在忍者联军前的背影却 是那么坚定 看来 我们无影 又要联合在一起了 只是我们这次的敌人 是真正的神 我艾罗也是深深叹了口气 看向林南的眼神中 充满了复杂 无影再一次并肩向前 冥完不灵 身在忍者联军的上空 林南目光平静 手中缓缓出现了一枚漆黑的圆球 林南 你真的要将所有的忍者赶尽杀绝吗 刚手一声歇斯底里的呼喊 无影 仅凭你们 林南淡然开口 起死罢了 慢着 却是突然 一声爆喝响起 一道身影跳到了无影之前 以凡人之躯注视神明 看来 誓死也要守护自己重要之人的时候到了 凯 这个男人 还是站出来了 林南的眼神居高临下 看着那穿着紧身衣 留着西瓜头 甚至有些滑稽的剑术男人 然而 林南却根本生不起丝毫的轻视之心 在原剧情中 一脚差点踹出大结局的男人 班的弱点在头部 林南曾将班的脑袋 一分为二从将其击败 也就是说 如果凯的那脚 踢在了宇志波班的脑袋上 即使是六道仙人体 也绝对地落得个陨命的下场 也就是说 这整个战场之中 现目前位置 唯一能威胁到林南的 只有凯一人罢了 而此时的场中 凯仍再自语住 对于小林 寻常手段 自然已经不行 那么从此以后 木叶的苍蓝猛兽落下帷幕 变身红色猛兽的时候到了 然而林南却根本不给 他多避避的时间 手中黑球 以荆朝助人者联军的万人部队 丢了下去 先发 大罗玄伦约 论起大范围杀伤 这招显然要比球盗玉 更加的好用 整个忍者联军 甚至加上无影何凯 能够扛得住此招之人 绝对不过一手之术 到时候 一切已成定局 死吧 全都死在这里吧 我只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为什么要阻挡我呢 这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期望见到的吗 一个充满希望与阳光的世界 难道不好吗 死亡 即使很痛苦 忍一忍 就过去了 待到这个世界 已经成为我理想之中的样子后 我会将你们和紫阳花一同复活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 我才是对的 这 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黑球扶摇直下 宛如空中坠落了一颗 极不起眼的小东西 然而 那其中蕴含的极不稳定的巨大查克拉 却是让无影面色大变 甚至连刚准备开绝招的铠都愣住了 打断我前摇 黑球坠落的速度极快 灵难一切都计算得十分恰当 从黑球丢置到坠落后爆炸 所产生的的时间根本无法支援 凯开起八门盾甲 而另外一个较有威胁的陈盾施法 前摇也很长 一切都将结束 哄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猛然响车而起 伴随着一道好似黎明出生的强烈光芒 使得整片战场在那一刻 彭扶未知定格 如此猛烈的查克拉 大蛇玩几人 由于没有参与其中 所以自然也没有被灵难的技能牵扯进来 已经完全超脱了人的范畴 佐柱也是一脸凝重 对于木叶 它没有什么友好的 所以此时也仅仅只是 对于灵难实力的震惊 不过天空之上的 灵难却是眉头微皱 大螺旋鱼 要比自己计算的爆炸时间早了一点 灵难此时的思路异常地清晰 拥有先人体的他 连着大脑也进行了升华 他不可能算错 那么就是出现了变故 当那强烈的光芒散去 整个战场已经一片狼藉 这惨烈的场面 甚至连大蛇玩羽药师 都这班人见到之后 也是惊骇无比 烟雾散去 先是战场的外围暴露了出来 到处都是残肢断壁 甚至连鲜血都已经被蒸干 甚至看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整个场面简直触目惊心 惨不忍睹 然而当烟尘全部散去后 却是露出了无数道人影 忍者联军保留了下来 而死亡的是忍者联军 大部队外围的成员 只见场中 刚手正将双手 放在了大眼目的后背 提供查克拉强行 缩短了前摇时间 从而使得 沉顿元界玻璃之术的提前释放吗 但即使如此 大螺旋轮鱼所产生的爆炸鱼波 也是瞬间吞噬了 近万条忍者的性命 灵男变前平静 下一刻 两道普通人看不到 也察觉不到的 轮目影子出现 轮目边域的影子 在一段时间 需要回到本体的 而灵男在击败班之后 截止到刚才 也就没有再是放出来 随之灵男身后的囚刀玉 也在瞬间开始骑射而出 而另外两只影子 一个双手虚握 闪烁着光芒的立方体随之浮现 另一个影子 则是双手一拍 一连数颗大螺旋轮鱼 随之出现并坠落 仙法 沉顿 仙法 大螺旋轮鱼 轮目的影子 拥有本体的所有技能与实力 相当于完美的复刻体 这下 灵男是直接将杀招全部扔了出去 几乎全都是范围包含极大 且杀伤力极强的技能 毕竟忍者联军的规模极大 延绵无数力 而作为看过无数反派 隐恨败北的名场面的灵男 又岂会给这些人喘息的时间 一举彻底剿灭起 不是华丽的视觉盛宴 这才是神该有的手段 让他们根本感觉 不到痛苦的瞬间死亡 这是灵男作为神来说 最后的一丝怜悯 当然 使用数戒降弹 凭此时的灵男 也可以瞬间蔓延百里 但是这样的死亡太慢了 被树枝刺穿在血液流失的 痛苦的绝望中死亡 这太不够效率了 迟则生变 就犹如八门凯再强 也得能用得出来 这场战争 早该结束了 随着一道足以将数万人者联军 包含在其中的沉顿立方体浮现 空中甚至还有无数苛求到 玉与大螺旋轮鱼进行收尾 这一番组合技狂轰烂炸之下 即使是神 也会陨落当场 灵男充斥住绝对的自信 然而就在此时 灵男先人体带来的极强的 第六感像是蜘蛛感应一般 使得灵男面色微变 下一刻 灵男浑身须左骨架 瞬间完成了组装 与此同时 灵男便看到了一抹乌光 竟是在空中绕了一个弯 本来以自己为目标 而是直接窜向了自己的影子 碰 影子在灵男成为完整的人助力之后 获得了加强 所以没有被消灭 而是被直接冻穿了身体 但是 影子正在释放的沉顿却被打断了 回头再一看战场上方 空间在那瞬间开始扭曲 几颗大螺旋鱼 也是直接消失不现 顿时 对象忍者联军的三发毁灭性打击 就只剩下了灵男的囚盗玉 囚盗玉爆炸腹盖范围颇小 灵男瞬间便做出了反应 扭转了方向 几颗直冲着凯而去 然而凯的身形雀 也在扭曲中消失不现 灵男面色终于有了些波动 看向了远方 那里浑身惨白的带土 正浮着气喘吁吁舞着眼睛的卡卡西 那科伦回眼 使得灵男瞳孔微缩 回头看向身后的远方 那里本应该静静躺住的 宇治波斑的残区 已经消失不现 灵男有些无言 不愧是卡师傅 真是可惜啊 宇治波斑 这一切 你是看不到了 灵男这个聪明的小脑袋瓜 稍稍想一想 也就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 这边灵男要对忍者联军下手 那边卡卡西 便将宇治波斑的尸体 悄悄偷走 当然不是直接偷 而是使用神微转 移至了一空间内 然后再由本来已经丧失了 行动能力的宇治波带土 将宇治波斑仅剩地 供以他苟延残喘的 十尾查克拉吸收 然后取走了他的轮回眼 拥有少量的十尾查克拉 以及轮回眼 宇治波带土壁 竟是前十尾人助力 自然也就有了囚盗玉 虽然只有一颗 但现目前位置 也就只有囚盗玉 能够对灵男造成威胁了 之后 便是刚才的一连串精彩配合 两指万花筒的神威 虽然不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这配合的 也算是天衣无缝了 卡卡西同力不行 蓝量不多 但是有带土质的充电宝 十尾查克拉稍微刺一点 给卡卡西也就够了 一番配合下来 不光打断了灵男的攻势 拯救了忍者联军 而且还将凯救走了 灵男 你竟然会冲到我的覆辙 看着灵男 带土的表情十分之精彩 灵男却是缓缓摇头道 你错了 我只是在走我自己的路 带土面色较为复杂 刚才灵男的一番言论 他显然也是听到了 归根结底 灵男的做法 不可谓不是正确的 用绝对的力量 做那和平的守望者 为万事开太平 但是 这与一众忍者们的利益 产生了冲突 所以 灵男没有错 而忍者们有错吗 这个世界之所以称为人界 就是代表这个制度 已矜持续了如此之久 就好似于开辟 新世界的顽固旧党 是必须要清除的 或许你是对的灵男 但是对不起了 我还是要以 命不久矣的残躯 为我曾经的梦想 做最后的敬重 代土缓缓开口 灵男也不再搭理代土 而是俯瞰了忍者 联军一眼后 便是抬起自己的须左手臂 冲着自己的头部来了一下 想用虚化来 窥视一下空间内部吗 代土呢 难着 灵男也正是如此想的 不过旋即 他便改变了注意 因为他看到了 代土的身形刚 才虚幻了一下 显然已经与神威空间 产生了联络 他之所以想要窥探 神威空间的内部 主要是想看凯 有没有开八门 主要是在凯开八门之后 自己可以透过某种方式 来进行应对 然而他又一想 自己这个做法 明显是多余了 因为凯是必会在神威空间内 开启八门的 事实也却是如此 代土因为之前淋过雨 所以自然也想把别人的散撕烂 于是抢先一步 让卡卡西攻击自己 让自己的身体与神威空间 取得联络病 且通知了凯 这边凯在神威空间内 正住脊柱 突然看到 一节身体部位 联想到之前的场景 又看到这身体部位是白色的 那直接就是李奶奶敲门 第七金门 上去干了 好在代土即使喊停了他 并告知了他 灵难可能会来空间之中 让他做好准备 且可以随时将他放出去 一听此话 凯正重地点了点头 旋即二话不说 直接大拇指点了心脏穴位 查克拉开始往心脏涌动 前摇时间一过 一道血气直接震荡开来 八门顿甲之阵 死门 开 现实中 看了看这边的人界战场 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卡卡西与戴土 灵难瞬间便做出了抉择 只见灵难身形高高跃起 与此同时 两道影子也是直冲着戴土与卡卡西而去 几枚球刀玉在其身边环绕做着保护 下一刻 灵难有了动作 须左能护 须左能护的骨架将灵难包裹其中 玄即便是无数肌肉组织以及铠甲 那两柄漆黑的钛刀 并未出现在须左能护的手掌之上 而是化作了一团漆黑的物质 将须左能护做了一个包裹 类似于以骤印之力灌输须左中 所表现出的姿态一样 这可是比球刀玉化作囚型防御 更为坚固的防御 或许这样才能构成的上士绝对防御 凯 我已经做到足够重视你了 不要让我失望 玄即 灵难张开了双手 这一次仍旧是冲着忍者联军而去 有一种不将忍者联军剿灭 势不百休的势头 仙法 陈盾 献界玻璃之术 一道巨大的举行方阵 再一次将整个忍者联军完全包裹 也就在这时 影子那边的戴图与卡卡西双双消失 显然是进入了神威空间 而下一刻 一道闪烁着黄眼红焰 是放着血腥气量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了灵难的面前 等你半天了 灵难手上没停 而须左能护的身体表面 也是浮现出了一道黑色的丝线 这招正是直接将羽制波斑 一分为二的微缩球道域 现在被灵难隐藏在须左能护之中 等的就是凯出现的那一刻 即使是死门 在灵难早有准备的情况下 根本也无法躲开 灵难使用球道域布置的天罗帝王 虽然网的范围有限 但至少对于凯这样一个人类单位来说 完全足够了 而这边灵难的陈盾县界玻璃之术 也已经到了将要是放的灵界点 一边是针对凯的杀局 一边则是忍戒联军数万人的生死 来吧 你要怎么抉择呢 借助神威确实可以躲开 双神威的力量是灵难也不可忽视的 但是如果躲开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打断我的施法 那么忍者联军将尸骨无存 更何况 灵难现在可是在须左能护的层层包裹之下 还不是一般的须左能护 而是注入了仙树查克拉 以及阴阳顿的须左能护 这是一个死局 对于动漫的名场面 灵难有如何不做打算 在凯战出来的那一刻 灵难就已经开始了一步一步的谋划 甚至可以说 在凯消失的那一瞬间 忍者联军活着 比死了要更有意义 不过灵难没有愧疚感 在知道一切都可以去修补的前提下 灵难现在根本不把任何人命当回事 有些人死了也就死了 但有些人死了也可以活 毕竟成就是需要人见证的 灵难双眼之中闪烁着猙獰 死死地盯着凯 然而却是突然看到 凯的背后冒出了带徒的脑袋 这他妈什么姿势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仅一瞬 灵难便是已经猜到带徒与凯的想法 这死局 你们能解开吗 灵难面色毫无波澜 不出他所料 在求道遇攻击凯的一瞬间 带徒便直接带住凯进行了虚化 带徒所接触的物体 也是可以透过神威的同力进行虚化的 但是要知道 虚化之后便不是实体 无论是己身还是攻击 都不再是实体 也就是对别人造不成任何的影响 所以 他们将无法透过攻击打断灵难的施法 也因为凯是首先出现在灵难视线之中的 所以 灵难所控制的微缩型求道遇的目标是凯 而其身后的带徒则是没有在求道遇的覆盖范围之内 而此时灵难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凯 带徒怎样 已经无所谓了 不过 他们既然打算使用虚化 躲过求道遇攻击 那么灵难就以精准备先解决仁者联军 再对付这几人 如果按照凯的意志 那肯定是宁愿牺牲自己 也会想要拯救仁者联军 但可惜 他现在的行动 主要是透过带土的神威来操纵 所以 也由不得他 然而 就在求道遇接触到凯的那一瞬间 却是突然烟雾弥漫 求道遇没有穿透他的身形 而是凯的身体在烟雾中发生了变化 呈现出了一幅苍白的身躯 带土 变身术 那那个带土是谁 丝丝鸿芒燃烧而起 灵难瞳孔微缩 刚开始出现的凯 而随后出现在凯身后的带土 才是真正的凯 雕虫小剑 灵难的微缩形求道遇 覆盖两人进行打击 根本绰绰有余 所以 无论是带土与凯 如何转换身份 也是枉然 不过带土显然并未虚化 而是使用自己的身体 硬抗求道遇 也是让灵难刮目相看 却是突然 带土的那苍白的身体 竟开始膨胀了起来 就犹如他之前 被石伟查克拉杖到臃肿的既视感一样 也在那瞬间 同时身体便已经千疮百孔 这是哪一戳 灵难微微皱眉 但还是没有太过理会 这一系列就发生在那转瞬之间 甚至于灵难手中的超大型陈盾 还差一点才可以完成释放 之前大野木增借助刚手的查克拉 完成了陈盾前腰的缩短 而灵难这个足以包裹数万人的陈盾 可不是查克拉的大小 就可以完成顺发的 哄 一声闷响 灵难旁扶听到了空气流动的声音 旋即便只见一道气浪 竟是从带土膨胀的肚皮中穿透而来 原来如此 灵难恍然大悟 带土透过膨胀自己的身体 将威缩形球道玉 接触自己的身体 然后带着球道玉一同虚化 从而将身后的凯能够完成攻击 西象吗 灵难并不认为西象 能够将自己的加强版虚左 门呼破开 然而下一刻 灵难便是看到 自己的虚左凯甲与骨骼 在扭曲中随之消失不限 神威吗 卡卡西竟然还有蓝 灵难瞪大了双眼 但是此时 它已经完全暴露在了西象 所打出的空气炮之下 而且空气炮的速度极快 根本不给灵难任何反应的时间 砰 刹那间 灵难只感觉自己的身体 暴露在无比沉重的压力之下 就好似那一个方向的重力 瞬间上涨了几十倍 使得灵难整个身形向后倒去 刹那间阵形全乱 超大型沉顿瞬间 再度被打断施法 这还不够 灵难刚升起这个想法 下一刻却是面前一花 只感觉 入木满是一片星红 甚至还能够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好快 灵难现在终于明白 为何在原著中 与之波斑不使用轮目完成呼唤 这种力如万钧的空气炮的重压之下 本来身体就已经承受了极强的压力 而且 凯的速度简直快到了极点 要知道 灵难此时是 还有一颗血轮眼的 血轮眼的动态视觉 要比轮回眼更加强大 但是即使如此 却仍然根本跟不上凯此时的速度 而超大型沉顿 即使前摇再慢 但也不过半秒的时间 在半秒不到的时间里 完成如此多的事情 速度与效率简直 快到 让灵难也是质感不可思议 碰 反应不及的灵难 在那一瞬间 只感觉自己好似被高速行驶的高铁撞了一下 整个人瞬间身体开始麻皮 甚至感觉不到疼痛 下一刻 身形便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飞去 啪 须左能护的铠甲瞬间破碎 就好似玻璃一般 根本无法承受 如此超强的重压 而灵难的身体也是如炮弹一般坠向了地面 哄 在接触地面之后 灵难也是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足足在地面划了数十米之远 甚至还是脸沙 才终于止住了身形 灵难拖得站起身来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甚至能够感受到 自己体内骨骼在迅速地修复着 噼里啪啦的直响 须左能护的抵抗 外加自己还是仙人体 这种举世无双的超强防御 竟然扛不住凯的一拳 灵难却实震惊了 要知道 原著中语之波般即使被凯踢爆 但是灵难也只是上帝视角 作为一个观众去观看 早就被华丽的视觉特效 以及剧情的高能反转所吸引 而他现在是局中之人 而且被凯殴打的是自己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拳头打在你自己身上 你才会知道疼 我可是仙人体啊 凯就算开启八门盾甲的死门 不过也只是肉体凡胎 甚至还不是叶凯 都已经如此强横 甚至已经超过了灵难截止到目前位置 所承受的一切攻击 那么当凯施展叶凯 那还得了 灵难从未小区过凯 甚至有意让其胎死腹中 但是当他真正与凯发生了碰撞 也是忍不住的未知惊叹 灵难看向了远方的凯 此时灵难的须左 门户已经涣散 而凯浑身是放着血色的蒸汽 浑身皮肤成诡异的黑红色 双眼更是一片苍白 最主要的是那高昂到满意的查克拉 整个人就彭扶从更古洪荒 跑出来的凶手一般 不愧红色猛兽之名 这就是燃烧的青春吗 一旁带土因为帮助凯吸引了火力 浑身浴血 即使有十尾查克拉的恢复 也是以精强弩之末 不过显然带土已经抱住必死之志 还有一个隐藏在暗中的带土 须左能呼 显然是扛不住死门凯的攻击 而求道遇会被带土与卡卡西的联合神威消除 那么现在应对死门凯的方法 只剩下了一个 那就是拖延时间 八门盾甲死门的开启 灵难知道其中的原理 透过降查克拉引入心脏 获得极强查克拉的同时 身体因为遭受到了极强的重压 体内的血液也在被不断压迫排出体外 形成了红色蒸汽 但一个人的血液是有限的 而且八门盾甲一旦开启之后 就无法关闭 一直到死 所以 灵难只需要拖延出让凯游进灯窟的时间 就能够赢得胜利 灵难不会投铁道去和死门凯硬碰硬 这是明显厕所里点灯的行为 死门凯的力量 已经远远超乎了仙人的领域 即使是自己现在 已经成为了六道仙人的存在 也根本承受不住他的一脚 透过刚短暂的交手就能看出来 凯的力量远远在灵难之上 甚至灵难也想过 自己也开启八门盾甲的死门 从而和凯来个硬碰硬 针尖对脉盲 但是灵难不敢 实话实说 首先不管仙人体能不能抗住死门的压迫 以及修复死门受伤的躯体 光是和死门凯对踢 灵难也不敢 现在的灵难 十分稀密 当下 灵难便是直接冲天而起 速度极快地与地面上的凯拉开了距离 身在千米高空之上 甚至灵难都有些不太放心地 在往上飞了飞 傻了吧 也会飞 死门凯再厉害 也不会飞行 冲其量只是跳得很高罢了 带土现在已经差不多废了 如果要是之前有点状态的他 或许 可以透过神威带着凯进行空间转移 从而完成飞行 也说不定 但是现在 一切已成定数 灵难的目光 与数千米之遥的凯的目光 在空中对碰 而下一刻 灵难却是再度开启了其手势 先发 陈盾 超限界玻璃之术 与此同时 灵难的两个轮目影子 也是在上空随之施展超大型陈盾 三个同时释放 甚至有一个将凯的身形 也包裹在了其中 再看忍者联军的忍者们 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恐吓 搞得有些麻痹了 但是此时再度被沉顿的光芒笼罩 却仍旧露出了惶恐不安的表情 毕竟灵难可是在千米高空之上 肉眼根本已经看不到 而他们的救世主凯皇 又将怎么打这一仗呢 呼 只见地面之上的死门凯缓缓 吐出了一口浊气 旋即便是浑身查克拉 再度澎湃而起 此时的死门凯 就旁腐一个一点救助的炸药桶一般 就等着将那满意到 甚至都有些控制不住的查克拉宣泄出去 嬉笑 碰 随着死门凯的一声怒吼 旋即一脸三道空气炮 瞬间打出 就旁腐空气被压缩 千米之遥 旁腐近在咫尺一般 仅是瞬间 便是已经来到了灵难的面前 那熟悉的重压感扑面而来 蒋灵难直接就干无语了 都已经如此之远 竟然还能打到 攻击距离是不是有些长得离谱了 再看另外两个影子 甚至在西向的重压之下 已经回到了灵难的身体之中 在西洋的空气 炮覆盖范围之内 空气被压缩到了极致 重力得到加强 且其中蕴含住的查克拉 也是极具毁灭性的 但是仅仅是西向的空气炮 还无法对先人体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只能做压制 超大型陈盾再一次被打断 灵难有些生气了 凯 德却以凡人之躯 比肩神明 但这实力跨越的 有些太过巨大了吧 从金门到死门 凯便已经从普通的影集 瞬间晋升到 远超超影的六道级的实力 何止跨越了几个层次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或者是查克拉 都满意到令人发指 如果灵难能够看到资料 可能此时的死门凯的各项资料 都已经直接爆表 唯一的缺点 还是持续性 灵难强撑着身形 跨过空气炮之后 便是再度向上攀升 甚至直接来到了 八千米的高空之上 完全与珠穆朗玛 风肩并肩 此时的灵难 无论是轮回眼 还是血轮眼 都已经无法看清地面上的一切 但是可以堪堪察觉到 那仍旧汹涌到极点的查克拉 我都已经如此之高 我甚至都不做任何的动作 我倒要看看 你该怎么办 灵难缓缓松了口气 但仍旧全神贯注地看着四周 生怕带土拼进最后的一丝力气 将死门凯送往高空 而这边灵难 甚至已经往机远方 投掷了一枚刻着 飞雷神福音的囚盗玉 这样有助于自己的逃脱 万事俱备 所有的后路甚至都已经备好 死门凯能上来 啥也不说了 直接跑 他要上不来 那就更好 就消失在沉烟之中吧 灵难看着天空那轮雨 自己几乎齐平 且显得巨大无比的血远 一时间有些发症 然而恍惚间 灵难却好似在那月亮之中 看到了一些查克拉在闪烁 接 哄 地面猛然炸裂 彭扶红水决堤一般查克拉的爆发 使得灵难瞬间提起了12分的警惕 接近万米高空 仍然选择释放叶凯吗 这是生命即将燃烧殆尽 所释放的最后一缕青春的炙热吗 打算放手一搏 凯 值得尊敬的真男人 但还是 无谋 好 猛然一声 彭扶龙堤一般的巨像 甚至灵难远在高空 都能看到地面之上的那抹鲜红 宛如黎明盛开的花朵一般 这古庞大的查克拉 只是体数 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吗 饶是先人体的灵难 也是惊讶到头皮发麻 他现在真的是理解语之波般 为何会说出那句话了 在这瞬间所爆发的查克拉 甚至超越了六道仙人的仙数 也就在此时 红光月发之热刺眼 灵难猛然睁大双眼 引入眼帘的 竟是一尊栩栩如生的血色巨龙 那充满威严与猙獰的巨大龙头 这 不可能 这真的是人类能够办到的 麦特凯 画龙了 在这一刻 他成为了血色的神龙 神龙之中的凯 浑身焦黑 金黄色的脉络在身上延续着 这也代表了 他青春的绝对最高潮 彭腹在那一刻 他已经退去凡胎 获得神格 成为了真正的神秘 这是灵难居高灵下的视觉 而底下的忍者联军 是怎样的视觉感受呢 绝对炸链 绝对壮观 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 甚至连大蛇丸和药师 都这种追寻忍述真理之人 也是为之瞠目结舌 久久无言 数万人的战场 没有任何时候 彼此时还要安静 就彭腹 根本已经说不出来任何的话 也根本想不到 任何可以形容眼前的词语 在凯继续了 让在场所有人 揭示为之心惊的查克拉之后 一道血色龙头的幻影随之出现 伴随着巨龙咆哮 凯的身形一跃而起 在那华丽绝美的血光之中 一飞冲天 也在这个过程之中 龙头之后的龙身开始呈现 最后形成了一尊扶摇直上的 血色神龙 神龙释放着只高屋上的威严与象 争助绝对的力量 在一众忍者的视线之中 冲着那天上的血月 就像是追逐宝珠一般 在这一刻 无论结果如何 凯已经封神了 这是 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举动 也是 只有神才能完成的体数 此树之应天上有 在所有人的注目里之下 神龙直冲云霄而去 就彭腹冉冉升起的烟花 等待着最为绚丽凄美的绽放 这是凯 燃烧所有生命 燃尽所有青春所贡献的最后一舞 再说回灵南 在灵南目睹了神龙的问世 沙纳间便是缓过了神来 她不知道 凯示如何做到 比原著中更加华丽 更加具有力量感 和绝对压制力的此招 但是她知道 这一招 如果节节实时挨上的话 不死也要废掉半条命 当下灵南 便是直接使用了飞雷神 想要逃顿 这种情况 真是不知死活 才会应接 然而下一刻 灵南却是面色巨变 飞雷神失效了 这怎么可能 这句李少说 也得有上千米之遥 怎么可能波及到如此之远的范围 血色神龙速度极快 这般速度之下 根本不容灵南 拥有逃顿到神威空间的时间 所以 下一刻 灵南展开了虚化 但虚化也同样失效了 灵南没有迟疑 彭腐早有预料 下一刻便是想要飞往更高的高空 她自信凯的能量是有限的 燃烧殆尽 便将归于虚无 根本没有办法再度升高 但是就在灵南想要动手的沙纳 却是猛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开始扭曲 这并非是时空间 忍术影响到了她 而是整片空间已经停滞 她根本无法做到移动 哪怕是动一下身体 都成为了十分艰难的举动 整个空间都被禁锢了 一击之危 怎么可能如此恐怖 开挂了吧 难道是老天发现 我是开挂了 所以给予了开某种微面的力量 眼下灵南也根本来不及疑惑 在短短一息之间 灵南已经是浑身汗毛树起 白色的长发开始疯狂乱舞 即使是仙人体 也开始疯狂示警了吗 灵南面色难看到了极点 她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已惊对麦特凯 做到了如此重视 甚至堪称忌惮的地步 竟然还改变不了被踢的命运 踢不踢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这一招 显然要比原著中更强好吗 我可是将要成为救世主 我已经选择了最为正确的道路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结局 这不可能 既然搬踢不死 我也同样踢不死 灵南试图抵抗 但也因为空间的禁锢 灵南的囚盗狱 已经成为了死物 根本无法供她驱使 灵南面色猙獰 下一秒便是浑身虚左 能忽再度缠绕而起 来吧 好 回应灵南的 是一声巨大的龙吼 神龙张开巨口 其中是凯黄的凌空一角 而灵南这边 则是以还未来的 即展开的非完全体虚 左能忽与之碰撞 哄 两者碰撞到了一处 再度爆发出了 无比激烈的声响 在那瞬间 甚至整个空间 都为之一颤 但灵南却是瞪大了双眼 在其视线之中 只见自己的虚左 能忽犹如豆腐渣一般 根本就毫无抵抗之力 便直接被神龙的巨口咬碎 而下一刻 凯黄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 灵南的视线之中 灵南瞪大了双眼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角的来临 甚至什么也做不了 叶凯 随着一声爆喝 那直角揣在了 灵南的胸口之上 哇 一大口鲜血 直接喷涌而出 那瞬间 灵南甚至大脑 都是一片空白 体内仙人之力 开始疯狂涌冻住 想要修补灵南受伤的身体 但是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随着凯黄的爆喝 那头神龙也是仰天怒吼 彭扶在向整个世界 宣告自己的降临 下一刻 拥有仙人体的灵南 便是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开始迅速地败坏 咔嚓 两道截然不同的脆响随之响起 一个是来自于灵南的胸骨 一个则是来自于凯黄的腿骨 这甚至还没完 玄机那声音 便是再度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灵南面色惨败 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着眼前那以惊浑身血液 宛如喷泉般 从身体暴涌出来 不过在下一刻 便化作了血红色的火焰 燃烧殆尽的凯黄 他的身体竟然在裂开 语言柱中指 是断了一条腿 但是确保住了残躯的凯黄不同 此时的麦特凯 身体竟然开始支离破碎 浑身肌肉细胞 甚至开始叹化纷飞 与此同时 灵南只赶身体之中 涌入了一股狂暴至极的查克拉 仅仅指 是瞬间便压制了自己的先人之力 然后便开始大肆破坏 自己整个身体的细胞 那宛如浑身被针扎一般的剧烈痛苦 瞬间便直接让灵南眼前一黑 一时甚至陷入了恍惚之中 轰隆隆 空中 神龙炸裂 绽放出了一朵世间唯一 每一道极致的血红烟花 查克拉消失了 仰着脖子的钥匙都突然开口 谁 佐助问道 钥匙都面色有些复杂到 都消失了 滴 答 迷迷糊糊中 灵南猛然睁开双眼 面前是一片漆黑的环境 而站立之处 则是一片暗黄的水面 这里是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也已经不再是之前苍白的先人体 而是恢复了正常的皮肤肤色 这个场景 这个情况 不会吧 你来了 回过头来 灵南便看到了一个 盘腿漂浮着的老头 老头诡异的造型 十分别致亮眼 头生鸡脚 皮肤苍白 双眼轮回 灵南一眼便认出了他的身份 六道仙人 奇了怪了 我怎么会见到六道老头 这老头 不是应该再给明人和佐助送挂吗 明人量了半天了 而佐助还没死 所以这挂就一直没有送出去 等等 死后才能见到六道老头 那岂不是说 我量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可是天下无敌 怎么可能被一脚踢死呢 灵南突然想到 自己在刚安装轮回眼的时候 也曾经到过这样一个地方 或许是在刚才导致轮回眼失控 一时来到了这里 也说不定啊 小林先生 你也死了吗 突然一声惊喜又叹息的声音响起 灵南回头一看 只见明人竟然躺在水面上刚起身 自己一直都没有看到 六道老头送挂不是单独送的吗 怎么自己能看到明人 老头把设定改了 明人一看 就是在这里等了有一定的时间 显得极其的无聊 另外 明人是死在灵南成为石伟人助力之前 所以是根本不知道 外面发生什么事的 本来灵南还以为六道老头会告诉明人 毕竟他好像知道 外界所发生的的一切 但是看着六道老头此时的情况 却好似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 这无非两种可能 一是他不知道自己后来的状况 或许明人在进来此处空间之后 他就失去了外界的讯息 二是 他知道一切 但是他比较认同灵南的做法 没有第三种可能 如果有的话 他不会召唤自己 不过叫自己又是干嘛呢 要给自己送挂 明人 你在此处干嘛 还有这位是哪位 灵南装作啥都不懂的样子到 明人到 这位大爷爷说他是六道仙人 我问他我们在干嘛 他说在等人 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一个人好无聊 也不知道我是死了 还是没死 六道仙人 灵南看向六道老头 到 所以 你把我们叫来 到底是想干嘛 六道老头缓缓睁开轮回眼 看着灵南道 你的一切所作所为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你应该是知晓我的存在 所以也应该明白 我叫你过来 是想干嘛 灵南眉头微皱 这句话什么意思 知道我刚才大开杀箭 站在了忍者联军的队里面 还把我叫过来 而且听他的意思 好想知道 自己知道剧情一样 六道仙人 真这么牛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只想知道 我死没死 灵南摇头道 明人也是点了点头附和道 俺也一样 六道老头再度开口道 你们现在都处于生与死之间 谈不上已经死亡 但也并不算活着 此言一出 灵南便以惊之朽 看来自己真是被踢死了 当下灵南便是一头黑线 不过也不必气馁 我有礼物要送你们二位 六道仙人记而道 这是要给我送挂的节奏 灵南面色有些复杂 毕竟他现在 已经站在忍者的顶点了 无论是六道摩世的名人 还是六勾玉轮回眼 自己随便看一眼也就会了 根本不需要这所谓的挂 六道仙人是可以复活人的 自己只需要复活便可以 什么礼物啊大爷爷 名人一听 有些来劲了 六道仙人刚欲开口 却是猛然一致 笑道 看来我们的第三位客人来了 嗯 佐柱吗 灵南面色一正 心中道 这不对啊 自己已经死亡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 下一刻 一道微光闪过 一道身影出现 不是佐柱还能有谁 真死了 佐柱出现在此处之后 也是有些猛 六道老头则是 看向了灵南 那就不好意思了小朋友 我的礼物只有两份 如果有第三人的话 你就没有了 灵南一头黑线 感情自己 只是拉来应急的 这六道老头这么现实吗 这里是 佐柱显然也是看到了 灵南与名人 灵南没有回答 只是问到 外面发生了石吗 佐柱仍旧有些迷糊 还未开口 便被六道老头打断道 好了 接下来 便听我娓娓道来吧 灵南见六道老头插嘴 也就不再多言 但是心中却 是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 这种情况 恐怕只有一种可能了 接下来便是 原著中的剧情 六道仙人 开始向名人与佐柱 讲述忍戒的历史 以及给他们送挂 而灵南 就只是个看戏的 不过让灵南 有些意外的是 送挂完毕后 六道仙人 却没有向佐柱与名人 问出最后那个问题 就是一切结束之后 他们两个人将 如何相处 在原剧情中 两人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名人想要重归于好 而佐柱则 是想要斩断一切羁绊 所谓斩断所有的感情 才能成就真正的自我 但这里并没有发生 两者便是被传送了出去 最终只剩下了灵南与六道仙人 所以我呢 灵南面无表情 就指是让我看看吗 当然不 我会给予你全新的生命 六道仙人道 灵南却是摇头道 我不认为承受那一击后 我会死亡 所以你用不住忽悠我 你只是在我精神虚弱之时 趁虚而入 才将我拉来的对吧 是 六道仙人开门见山道 虽然你的却已经成为了忍戒第一人 但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母亲的封印已经松动 所以必须重新加固封印 这个我也可以做到 灵南道 六道仙人摇头道 你的能力我大概清楚 但是无论是羊之力 还是阴之力 你都无法完成复制 所以封印我母亲这种事情 只能透过阿修罗和阴陀罗的转世 这两人完成 而你 在这之后 才会你放出去 那我可以看看 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自然可以 六道仙人随手一挥 一道类似于投屏一般的虚拟荧幕 随之出现 而灵南 也是从中看到了 自己在被凯黄踹过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灵南在被凯踢中之后 身体失去了意识 开始下坠 而这个过程中 凯也因为燃尽了生命 并且 身体也在燃烧中 化为了灰烬 你就是在这个时候 将我的意识抓到这里来的吗 灵南问道 六道仙人点头道 没错 如果是你的全胜时期 我想要带走你的意识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灵南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继续看了下去 往地面疯狂坠落的灵南的身体 开始燃烧 本就被凯踢的残破不堪的他 仍旧依靠强大的仙人之力 在火焰中 缓缓恢复着身躯 但是 灵南却是从那火焰之中 看到了些许黑色的光芒 黑绝吗 灵南微微皱眉 六道仙人颇为讶异地 看了一眼灵南道 没错 我母亲的意识 她不是已经被我封印了吗 灵南道 六道仙人道 我母亲意识的产物 同样也只能使用阴阳盾 或者极强的阴阳之力 才能进行封印 她骗了你 让你认为你 成功将其封印 但却一直在暗中左右你的思想 左右我的思想 灵南面无表情 她想到了净土中的紫阳花 但那的却是紫阳花 才能说出来的话 凭灵南对紫阳花的熟悉程度 紫阳花所表现的性格 以及话语 全都不似被操纵的样子 除非 黑绝世熟悉自己 以及紫阳花的一切 然后透过旁敲侧击 来完成对自己的思想转变 你没有发现你的思想 在你成为十位人助力之后 变得十分偏激吗 六道仙人瞥了灵南一眼 灵南面色不变道 我偏激是因为 我有可以弥补的方法 你只看到了 我滥杀无辜 以后你也会看到 我会使用外道轮回 天生将所有 可复活的人完全复活 包括这位 以精化做尘埃的勇士 我会在这个世界 成为和平永存的世界之后 将他们复活 到时候 他们就会明白 我的一片苦心 六道仙人缓缓摇头道 与你争论这些 无论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如何 我作为一个 已经逝去的人 只能旁观 也无法干扰历史的走向 所以你也不必像我说这些 无法干扰历史走向 灵南表情古怪道 那你还把名人和左助 叫过来干吗 六道老头微微笑道 我只会插手 我母亲封印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自然与我无关 好吗 灵南不再说话 平静地看着荧幕 自己在身上 冒出黑光之后 加上自己一时 已经被六道老头 拉了过来 于是被黑绝趁虚而入 自然也是合情合理 灵南也是实在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还会再一次 被黑绝所控制 当然 此控制已经和之前不同 随着自己的身体 坠入了自己刚开始 为了震慑忍者联军 所制造的巨大坑洞之中 自己的身体 也是逐渐开始被大桶木灰叶 也就是六道仙人的母亲所掌管 之前自己所制造的坑洞 仅仅只是将地面朝下压而已 其中神术并未被灵南所毁灭 这东西 也根本不是灵南所能毁灭的了的 只能封印 随着神术与灵南的身体和二卫衣 巨大粗瘦的树根 再次在战场之中开始蔓延 无数忍者在接触树根之后 便被吸收了查克拉 而坑洞之中 一道庞大至极的查克拉爆发而出 旋即一道白色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大桶木灰叶 复活了 但这些 显然是六道仙人早已预料到的 甚至 他将灵南的意志拉来 其实就是为了让灵叶出现 也只有灵叶重新出现 才能够再度将其封印 灵南单单看了六道仙人一眼 突然觉得六道仙人 可能和自己也是同一类人 被灰叶夺舍了身体 灵南自然也就挂了 但是 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当灵叶被名人佐助封印之后 自己的身体便会重新出现 到时候 六道仙人会向复活名人佐助那般 将自己重新复活 虽然不是很信任 但灵南也知道 此时的自己 只能是任人于肉罢了 不同于灵南 甚至比灵南的查克拉更为旺盛的灰叶出现了 这也让整个战场再度陷入绝望 这个灰叶严格来说 要比原著中的灰叶弱小一点 因为还没有无限阅读 自然也就 没有世界上所有的人类为灰叶提供能量 所以 灰叶要比灵南印象中的块头 小上那么一些的 灰叶出现之后 便开始了对忍者联军的屠戮 他现在的身体就像个无底洞 还需要更多的查克拉的补充 才能完全恢复自己的实力 这种时候 作为此时忍戒联军的最强之人 佐助站了出来 按照准确实力来说的话 要是都是明显 要比佐助更强的 但是要是都可不愿意录这个头 佐助认为 自己成为救世主的时刻到了 于是 佐助被干掉了 这才有了之前佐助到此的一幕 灵南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六道老头从中作梗 让佐助被杀 忍者联军死伤惨重之后 明人与佐助 则又重新回到了战场之中 六道明人 与六沟玉伦回眼 佐助VS大统木灰叶的 名场面达成了 旋即便是一切按照 原剧情发展 大统木灰叶使用天之狱中 更换视空间 将明左以及小鹰 和卡卡西转移到了 其他空间进行战斗 而这边灵南听着系统的声音 也是嘴角勾起了一丝微笑 接下来基本上 就是按照原剧情进行 而灰叶虽然查克拉 并没有援助强大 但强大到一定的地步 也是并不好对付的 不过 他并没有与之波般 那样的战斗智商 空有力量 却无法充分法规 所以 最终躲不过 被名人佐助阴阳之力 封印的下场 与之波带徒死了 卡卡西获得了 高达体验卡 逆后宫之术 天手力 等等这些 都被灵南记录在了 系统之中 当看到大统木灰叶被封印 灵南终于开口 接下来 该换人了吧 你准备如何呢 还是继续刚才的道路吗 六道仙人问道 这个不劳你操心 你只需要 将我复活就可以 灵南生音频弹道 但说到底 灵南还是比较怕 六道仙人 不将自己复活 但是从眼下看来 自己好像可以 直接噶了六道仙人 不过噶了也无用 只有他有那种 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奇力量 六道仙人道 现在还不行 我得保证我母亲的封印 才能将你放回去 原来是怕我阻止灰夜的封印 那你还 真是想多了 灵南心中 却是突然多了些许的想法 当即便道 你知道大统木一族的历史吗 六道仙人微微皱眉道 大统木 我母亲的族人吗 我生前调查了如此多年 也没有找到什么头绪 大统木一族来自于天外 这个世界所有的查克拉 来于神术 而神术便来自于大统木一族 灵南将自己知晓的 大统木历史 娓娓道来 大统木一族 相当于星球能量的掠夺者 他们两两一族 前往不同的能源丰富的星球 种下神术后 神术会吸收星球的能量 然后结出查克拉的果实 他们吃下果实之后 便会变强 而这个星球 也会因为被资源耗劫 从而毁灭 所以大统木一族 也相当于星球的毁灭者 他们蔑视人性 对任何星球之人 视若蝼蚁 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而大统木灰夜 当年也是自大统木的母亲而来 但是中途因为种种变故 导致他背叛了他的搭档与族人 从而在这个星球扎根 大统木灰夜培养白绝 其实很大程度的可能 便是为了对抗大统木一族 虽说没啥卵用 后来灰夜被他的两个儿子 也就是六道仙人 和他弟弟封印 关于大统木的事迹 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但是大统木一族 终究还会再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人界 从来就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不光有内部纷争 未来还会有天外来客的侵略 如果真按照你所说 你就不应该剿灭忍者 他们未来将会 是对抗大统木一族的中间力量 斗道仙人道 灵南摇头道 这种程度的战斗 普通忍者是无用的 你虽然是这忍戒的祖师 但是对于忍戒忍村 以及国家的底层的情况并不知情 普通忍者 犹如旧时代的贵族 对这个时代的 发展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 有的甚至甘愿成为大名爪牙 所以 他们的毁灭是注定的 而且 我也不是针对所有忍者 对于忍村驻留的那些 效忠于你的真正的人者 我会在日后 为他们进行复活仪式 灵南作为前世原著动漫的爱好者 而原著在剧情前期 以及回忆中 大量描述了普通忍者的生活方式 而灵南也在生前 这些年走南闯北中队 脱离忍村从而效忠国家的普通忍者 感到深深的不敢苟同 是想这场忍戒大战 参战人数如此之多 而忍村中 例如木叶的注留忍者 实际上不过千余 那么剩下的人 都是哪里来的 忍村是属于国家的 木叶属于火之国 所以 火之国也不会让大量忍者 驻留忍村之中 而是为他们所用 成为镇守国家的军事力量 效忠之人也再不是尹 而是国家元首大名 历届忍戒大战 其实归根结底 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 忍村 不过是一把武器罢了 持其人甚至都不是尹 而是国家的大名 所以 忍村的忍者 一般受隐约束 有明确的形式准则 所以相当于真正的忍者 而脱离忍村进入国家的忍者 也就相当于 国家送人前往忍村学习 学习之后 又回到国家的那些忍者 不过 只是假借忍者之名的糟粕罢了 糟粕是必须拔除的 即使糟粕有无辜 但是大势所趋之下 也只能怪你倒霉 历史车轮滚滚 年死之人从来都不是 只有该死之人 如果说毁灭可以带来发展 那么现在 这个骂名我来背负 也未尝不可 林南面色无悲无喜 六道仙人点头道 一个时代 如果要发展进入新时代 改革在所难免 所以 这也是我不阻止你的理由 现在看来你心中已有定数 我也不再多说什么 我会赐予你生命 但是时尾的力量 已经从你体内拔出 你的性命 也是因为我所丢掉 所以我会补偿给你少量的六道之力 我想对你来说 应该也已经够了 足够了 林南点头 看了一眼一幕道 现在可以放我回去了吧 六道仙人缓缓点头 我赐予了名人仙人之体 以及沟通伟兽的能力 赐予了阻住仙人之眼 以及同样可以操纵尾兽的力量 而你我决定将最后 所保留在这世间的意识交给你 什么意思啊 我会给与你轮回血轮眼的同力 但并非一整颗轮回血轮眼 以你的能力 自可随时切换 这颗眼睛的同力 可以让你再随时随地将我呼唤 但我在这世 肩紧剩的力量 只可以让你召唤三次 而且 我不能出现在现实 只能将你的意识 再度拉进这个空间之内 这有何用 林南微微皱眉 六道仙人笑道 一来 我也想看看未来的世界 二来 我也想知道 所谓大统木一族 是否会再度入侵 另外 你召唤我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让你看到 你想看到的任何画面 包括已经一落在历史中的画面 你应该明白这代表什么 林南眼神之中 忍不住泛起了涟漪 他当然知道 这代表的是什么 好自慰之林南 希望你是正确的 六道仙人话音一落 旋即便是再度挥手 粗眉毛老师 死在了小林先生手里吗 名人看着林南的 海上有余温尸体 面色复杂到了极点 在大统木灰叶与石尾被封印之后 林南的躯体也就掉了出来 此时的他被抽干了查克拉 所以已经是弥留之际离死不远了 卡卡西点头道 小林军在成为石尾人助力之后 性情大变 凯不得不阻止他 趁现在彻底杀死他 左朱树起须左能乎 刚想一刀砍下 然而下一刻 林南的身形却是已经消失不现 怎么了 名人面色一变 众人还未搞清楚 怎么一回事之际 林南已经重新出现 只是此时的林南 怀中悬抱着 一直拥有轮回眼的兔子 六道仙人 这股查克拉 是大统木灰叶 名人面色微变 左朱也是脸色有些难看到 从他出现在六道仙人那里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他肯定还会复活 有完没完了 卡卡西深深地叹了口气 刚把大统木灰叶封印 现在林南竟然又复活了 林南看着卡卡西的血轮炎已经消失 下一刻便是江淮中的兔子 放入了神威空间之中 原来 就在他恢复一时的那一瞬间 便使用天之狱中 穿越到了大统木灰叶被封印的空间之中 六道仙人的算盘 打得那叫一个精明 利用自己 让大统木灰叶复活 然后再由名人鱼 左朱加固封印 这看起来是个多此一举的行为 但实际上 大统木灰叶的封印 已经出现了松动 如果不加固封印的话 脱困而出 不如直接亡羊补牢 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但是林南对灰叶 可以说是志在必得 她必须要用 有一个大统木的实验体 用来帮助日后 面对大统木一族之人 要知道那些变态 普通的手段已经无用 甚至名左 都是被直接按在地上摩擦 自己就算比他们强 说到底 也是常规的手段罢了 所以 针对于大统木的计划 必须从这时候开始 就要实施起来 一个极佳的实验物件 就摆在眼前 林南又怎能放过呢 可能六道仙人 也猜到了林南打的这个主意 所以 带到一切尘埃落定 才将它放出来 而林南在进入 天之狱中的一空间之后 轻而易举的 便是得到了 大统木灰叶的那条断壁 也就是在六道 地暴天星将灰叶封印之后 才被名人扔过去 封印之力较浅 且其中还包含着 黑绝的那条断壁 林南甚至都在 刚进入的那一杀 那便感觉到了 黑绝的呼唤 也就证明 封印确实不算太强 但也得有人进入 天之狱中的空间内 才能完成这种种所谓 林南的六道之力 不足以将 地暴天星的封印解除 但是将黑绝附身的 那条手臂的 查克拉所提炼出来 还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一只兔子 就被林南从中拽了出来 这只兔子 是石围 以及灰叶查克拉的削弱体 即使如此孱弱 但是确性情暴躁 逮着林南就是一顿咬 而林南生 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把兔子捏碎了 封印术都不太敢用 所以 当即也是想要 使用阅读将其控制 但这种生命体 又岂是阅读可以控制的呢 另外 林南对兔子施展阅读 需要看其眼睛 但下一刻 林南却是身形猛然一阵 这只兔子的眼睛 竟然是九沟欲轮回眼 也就是轮回血轮眼 之前林南一直没有注意过 毕竟兔子的眼睛 本身就是红色的 脑海一阵恍惚之后 林南便是感觉到 胸口突然涌出一阵暖流 旋即便恢复了正常 什么情况 也就在这时 林南系统的 播报声却是突然响起 叮 3S铜数 幻术 无限阅读 无限削弱版 已经加入技能库 无限阅读 林南一阵 什么情况 无限阅读 不是要用轮回血轮眼 投射到月球之上 才能施展吗 这兔子啥意思啊 想要用幻术控制我 不知道我有六道之力 幻术免疫吗 正愁从六道老头那里 得到的轮回血轮 也没技能用呢 不过林南 也是旋即发现 兔子的眼睛恢复了正常 查克拉波动 也是更加雷弱不堪 彭扶成为了一只普通的兔子 刚才看来 真的是狗急跳墙 把自己当成救命稻草了 至于吗 等等 这只兔子 现在查克拉枯竭 那么自己使用 无限阅读会怎样 当下只见 林南的那指轮回眼 瞬间变成血色 九道勾玉随之出现 无限阅读 兔子的眼睛在那瞬间 由红色转变成了紫色 且拥有了诡异的条纹 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不再像刚才那般炸毛 成功了 无限阅读 控制了这只兔子 换句话说 兔子等于灰叶的查克拉 等于灰叶 岂不是自己使用 无限阅读 控制了灰叶 还倒是挺戏剧性的 一切成功之后 林南离开了 天之狱中的空间 再度回到了现实之中 小林先生 名人一行人 看着此时的林南 脸上的忌惮 以及疑虑 根本掩盖不住 小林隽 你现在恢复正常了吗 卡卡西开口问道 林南微微一笑 我一直都很正常 只见此时的林南 浑身衣衫已经破去 入着并不强壮的上半身 甚至浑身上 下连半点查克拉波 动都没有 就如同一个普通人 但是此时没有人敢忽视他 小林先生 我一直相信 你肯定是被蛊惑 才会站在 忍者联军的对立面的对吗 名人一脸复杂地开口道 林南摇头失笑 名人啊 我是真不知道 你是天真 还是真的啥 林南看向了 不远处的极指尾兽 缓缓开口道 那些尾兽 也是战争的隐化 此言一出 名人勃然色变 而左柱 也是看着附近 因为石尾被封印 从而重新获得 自由的九指尾兽一眼 心中打起了小九九 如果自己能够获得 九指尾兽之力 未尝不能与林南一战 之前 林南身为石尾人助力 站在忍者联军的对立面 左柱不冒头病 非因为他知道 自己打不过林南 而是林南的想法 他是认同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的他 拥有了六勾玉轮回眼 如果还能获得 尾兽之力的话 是绝对可以成为 新的救世主 既然自己可以 站在世界最强的位置 又何必让与他人呢 林南截止到 目前位置的情报 已经十分清晰 可以复制所有看到的技能 无论是血迹献戒 还是六道级别的先术 但是 左柱并不认为 如果自己将自己的虚左 能胡作 为类似于外道 魔像那般的躯窍 共以承纳九指尾兽的查克 这种姿态 根本不是所能复制的技能 也就是说 自己完全可以击败林南 击败林南之后 再击败名人 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绝对的神 天晴了 雨停了 但左柱的这点小心思 又岂能瞒得过林南呢 只见林南丹 只轮回眼一睁 九指尾兽 纷纷旁扶受到了重创一般 直接被轰飞 倒地不起 轮木 拥有先人之力的名人与左柱 也是在那瞬间 便看到了那指林南的影子 而下一刻 林南便是单手一抓 地暴天星 哄 无数巨石腾空而起 瞬间便将九指尾兽 纷纷包裹 小林先生 你到底要干什么 名人一声大喝 但动作也没含糊 直接六道模式出现 一道金色手臂 便是直接冲着林南抓去 而这边左柱 也是瞬间 架起须左能呼 须左手臂 轰向了林南 神罗天真 碰 一道极强的斥力行程 瞬间便将名人 于左柱的攻击止住 但是却没有将他二人 先飞出去 嗯 林南微微挑眉 下一刻 查克拉开始掌动 这二人真的变强了不少啊 神罗天真的斥力 对于普通忍者的伤害 是毁灭极的 但是对于 像这种六道级的敌人 来说 就有些不疼不痒了 操 神罗天真 下一刻 林南一声低鹤 斥力再度暴涨 狂风瞬间卷起 名人于左柱的身形 开始飞退而出 而一旁的小英语卡卡西 早就在第一道神罗天真之时 便被弹飞了出去 战争重新开始了名人 不要手软 失败的代价 可是整个忍者联军 让我看看 你现在的真正实力吧 林南一声高鹤道 名人面色仍旧复杂 但是眼神却开始坚定了起来 而一旁 左柱却是高喊道 不要上当名人 这家伙拥有复制技能的能力 你所暴露的所有技能 都会成为他的助力 名人微微咬牙道 难道只能使用体术 没错 只能使用体术 左柱说着 但是眼神却一直在看着尾兽那边 林南微微皱眉 因为他也发现了尾兽的异动 八只尾兽 在被地暴天心封印之后 便已经形成了陨石般的小型月球 但是 只有九尾那一颗 竟然开始破裂 出现松动 碰 一条条尾巴 也是从月球的表面突然伸出 整个地暴天心 瞬间开始四分五裂了起来 林南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情况 九喇嘛 名人见撞惊喜道 没想到吧 小鬼 九尾的高鹤声突然响起 看着从地暴天心爬出来的九尾 林南却是露出了恍然的神色 原来如此 之前在林南吸收了 与之波般体内的十尾查克拉后 本身体内的九尾 便与十尾融为了一体 但是在尾兽脱离十尾之后 这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九尾查克拉 便是被这个世界的九尾所拥有 这倒也正常 另外 还有来自于汇图水门的那指引九尾 几乎是获得了两个九尾的查克拉 现在的九尾 就相当于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要知道 刚开始三指九尾 就已经可以暴打 那相当于半指的十尾了 确实普通的地暴天心无法封印 也十分正常 不过 既然的暴天心封印不了 那就来点别的吧 定 林南双眼一张 想要使用幻术将尾受控制 但也就在九尾的眼睛 呈现轮回的螺旋之时 下一刻 却是突然消失无踪 嗯 林南微微转头 原来是左柱帮助九尾解除了幻术 当下林南单手一握 无数球道御随之出现 玄机化作黑棒 便是犹如黑色闪电一般 刺向了九尾 然而 九尾却是好似学聪明了一般 瞬间浑身化作了金光 黑棒刺了个空 而九尾所化的金光 已经朝着明人而去 明人已经拥有六道之力 且同时有了可以借用 所有尾兽能力的力量 这再加上三指九尾 这buff叠得有点多呀 当下林南便是直冲着金光而去 异域阻挡九尾的金光 进入明人体内 但这个时候 左柱站了出来 林南根本不理会她 直接一个天手力使出 天手力 可以将自己的身体 与视线内任何物体进行 所以林南直接给明人来了个换位 然而下一刻 林南的身形一花 却是又出现在了原点 这一番连番换位 直接导致了明人 终于成功吸收了九尾 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林南看了左柱一眼 刚才她在天手力换位成功之后 左柱又给自己来了一次的换位 这两人联手的话 倒也挺麻烦 好 获得了九尾之力的明人 瞬间开启尾兽画 释放着金光的九尾一声怒吼 下一刻便是直冲着林南而去 林南突然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出来早了 毕竟在明左两人大战之后 自己再出来显然更合适一些 但现在想 这些也无用了 也并非林南惧怕明左二人 主要是击败这二人 着实有些麻烦 毫无疑问 如果没有自己的话 明左已经是 站在这世界顶峰的两个人了 两人都拥有六道之力 也就代表求道欲失去了作用 左柱的牵手力 比想象中的要难对付一些 虽然林南也已经复制 但这并不能组织左柱的空间转移 而明人在 获得九尾之力后 无疑实力再次得到了增长 再加上他的先人体 这两个人是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林南甚至想过 使用天之欲中将二人带到之前 他们与灰叶战斗的空间之中 但是这招如果带人进去的话 需要消耗极大的查克拉 甚至灰叶都需要不断吸收 来自于身中无限阅读之人的查克拉 来恢复自身查克拉 才能在天之欲中中不断地穿行 而刚才也正是因为 没有大桶木灰叶 没有施展无限阅读 所以在天之欲中 空间之中 也并没有像原著中 将明左二人打的那般狼狈 而林南此时 已经不再是十位人助力 虽说体内 还有那么一点的六道之力 但查克拉也是有限的 根本无法支撑 在天之欲中的空间中战斗 于是 再一个数 青色的虚左能呼骨架 开始在林南的身体周围包裹而起 玄机一尊巨大的青色虚左 能呼与名人的九尾 以及与之波佐助的虚左能呼 开启了对峙 这场面 卡卡西直呼卧槽 没错 这招虚左能呼 是林南偷取的卡卡西 所施展的虚左能呼 在带徒死亡之后 便使用自己的体内 仅存的十尾查克拉 传递给了卡卡西 从而让那个卡卡西 获得了本该属于带徒的虚左 能呼完全体体验卡 这在援助之中 也是比较牵强的表现 毕竟 这种将自己虚左能呼 直接给予对方的方式 好似是想让卡卡西 强行开挂一样 关键是 卡卡西之前使用几发神威 都会因为缺蓝而虚脱 而需要耗费大量查克拉 才能开启的虚左能呼 他开启之后 就像玩的一样 即使是带土来了也不行啊 他都已经虚成那个样子了 不过最终结果就是 双神威之下的虚左能呼 出场之后 便是直接表现了超强的压制力 林南甚至都怀疑 如果双神威虚左的体验卡时间 能久一点 别说现在的削弱版灰叶了 即使是原版拥有 无限阅读查克拉 不断供应的灰叶 恐怕也能直接被单刷 这并不是骇人听闻 大桶木灰叶 是严格意义上的 真正的不死之身 它的身体可以吸收任何的忍数 而且恢复速度极快 所以才只能封印 而不能杀死 也正因为如此 大桶木灰叶刚开始 基本上都是在压着名左打 不过这一切 从双神威卡卡西的出现之后 便开始发生了反转 卡卡西可以说是 拿到灰叶一血的男人 上来先是使用虚左能呼压制 然后直接就是一条手臂 直接切断 狠不狠 也正是因为 双神威虚左能呼 可以随心所欲地 使用神威时空间忍数 所以 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 使用雷切切断了灰叶的手臂 而是将神威之力 包裹在雷切上 从而将灰叶的窗口的组织 转移到了神威空间之中 从而形成了 好似被切断的既视感 实际上和忍数半点关系也没有 也自然不会被灰叶的身体所吸收 这也就是双神威的可怕之处 戴土的这双眼睛 完全可以说是bug级别的血轮眼 完完全全甩右左阅读 右天照几条街 毕竟这俩听着骇人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战绩 除了阅读戳卡卡西三天三夜 又的强大主要是在于 他那超强的战斗智商 毕竟十几岁就成为暗部 最后成为S级判人 这智商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比如与之波般 两指万花筒血轮眼的能力原著作者 都没有给出什么确定的解释 人家就靠硬实力 但戴土就是纯纯的万花筒能力好 两指血轮眼加在一起 更是直接吊炸天 瞬间万花筒吊打别人的永恒万花筒 戴土一直没有偷袭卡卡西 拿回自己的眼睛 还真是一个纯纯的错误 如果他早拿回来 这忍戒大战还打个屁 宁愿背后看着卡卡西给自己上坟 等人走后再把花扔了 顺便说句奥义终结 都不对卡卡西动手 或许这就是爱吧 林南表示 自己在原本世界看过一本同人文 穿越戴土开局双神威 然后就直接杀穿了人界 瞧瞧人家穿越的 再看看自己都到特么大后期了 竟然还考虑缺蓝的问题 也是在双神威大显神威的那一刻 明左可能才突然间发现 灰叶并没有战斗智商 只是凭借着超强实力碾压 就相当于一个拿着军火库的小女孩 随便放两枪放两炮 但却无法发挥军火库的真正实力 这也是为何都说 大统木灰叶座最终BOSS 还不如让羽之波斑 直接将BOSS从头当到为好一点 毕竟羽之波斑是真的会玩 如果不是林南有系统开挂 想击败羽之波斑 根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多此时的林南 相比较之前和羽之波斑 战斗时候的实力 显然差了不止一点两点 而左助泽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自己 既能够使用血轮眼的同力 又能够使用轮回眼 不过唯一的缺陷是 他没有求道遇 不过明远有 在使用完双神威的虚左能呼之后 林南便感受到了 体内查克拉拥有了明显的一个消耗 顿时也是微微一看 双神威的虚左能呼 甚至要比羽之波斑的虚左能呼 施展起来更为耗蓝 可能这也和神威虚左能呼 自带的神威之力有关系 后来想想 林南觉得有些亏 该和六道老头讨价还价一番 比如可以要一具不太完整的仙人体 这样自己也不必为缺蓝而困扰 偷了灰叶的技能 还特么不敢放 玩独自玩意 不过既然神威虚左能呼 能搞起来 打败明左道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或许自己也可以效仿左助 将伟兽之力汇聚在自己这里 这样岂不是可以解决缺蓝的困扰 说干就干 当下林南便是两枚神威手里剑 朝着名人的巨大九尾 以及左助的虚左 能呼投掷而出 神威手里剑是可以跟随时空间的动向 而锁定目标 从而达成跟踪效果 所以 明左即使见识过神威手里剑的威力 想要躲开也并非一件意识 不过 这无法难倒名人 他只需要将囚盗狱投掷出去 与神威手里剑抵消 便可以保住自己与左助的安全 真是个大聪明 囚盗狱 完全荡一次性的用 林南却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直接朝着刚才 禁锢八指尾兽的地暴天心而去 左助剑状就急了 这分明是我的主意啊 所以 当即左助便是冲着林南 是放了天手力 刷 林南只敢眼前一花 下一刻便是已经伸出不同的位置 而左助却是 已经冲着八大尾兽而去 林南刚 想也使用天手力和左助互换位置 不过下一刻 却是突然改变了注意 看着天空中的那轮血月 林南猛然一震 突然觉得尾兽之力 被左助拿去 也就拿去了 对啊 我可以施展无限阅读啊 毕竟无限阅读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中树之人的查克拉 这样 自己也就不用担心缺缆了 等等 这剧情发展 是怎么一回事 六道老头没理由不知道我的能力啊 那他又为何要给予自己 轮回血轮眼的同力呢 这老头 不会再下一盘大棋吧 大桶木灰叶在恢复自由之后 首先弄死了前来挑衅的左助 而左助死亡到复活 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这时间里 灰叶却没有施展无限阅读 从而为自生活 取查克拉 这很奇怪不是吗 在原著中 是羽质波斑施展无限阅读之后 才被黑爵黑虎掏心 灰叶从而占据了羽质波斑的身体 根据原著中的描写 羽质波斑在吸收神术之后 便拥有了轮回血轮眼 换句话说 这就已经可以直接开启无限阅读了 并非是双轮回眼 才能够开启轮回血轮眼 原著中 羽质波斑 急于凑齐双轮回眼 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强霸了 而轮回血轮眼 已经是灰叶的象征 也就预示着羽质波斑 距离被灰叶夺舍不远了 换句话说 神术就是大桶木灰叶 两者是一体的 灵南也是在被黑爵 操纵着吸收神术之后 直接就化为了大桶木灰叶的载体 如果按照不可燃物的设定来说 叫做成为了灰叶的容器 但是当时血月已经出现 大桶木灰叶 是完全可以自己是放无限月毒 从而向原著中那般 源源不断地获取查克拉 甚至大桶木灰叶是 放无限月毒都不需要透过月亮作为载体 设定来说 月亮是上古17六道仙人 和他弟弟封印他母亲灰叶之后的产物 也就是大桶木灰叶 在第一次是放无限月毒 将上古时代的人们控制 是没有透过月亮的 但这也并不排除 当时的人类数量较少 仅需一人之力 便可将全世界的人们中数 不过在此时的战场中 大桶木灰叶却并没有选择使用无限月毒 甚至都没有选择直接对人者 联军动手 这就十分奇怪 剧情改变了 难道无限月毒的设定也跟着改变了吗 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 施展无限月毒会怎么样呢 这不由得不让灵难多想 毕竟大桶木灰叶都没有施展 他有足够的时间 但却没有 你说他察觉到了六道仙人的存在 从而不想施展无限月毒浪费 查克拉从而被趁虚而入 也可以说得通 这人界一个比一个人精 灰叶战斗智商不行 并不代表这个女人整体的智商不行 毕竟剧情已经改变得够多了 一切都在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住 不过这无限月毒 倒是确实可以利用 虽然极好查克拉 但是有付出就有回报 只是名人与左柱两人阴阳之力 一人先人眼 一人先人体 两人合力结印 便可以直接破开无限月毒 虽说需要长时间的结印 这点是可以利用点 但能够破开也是实话 关于这点 灵难的想点办法解决 趁着左柱去获取尾兽之力的功夫 灵难驾驶着 须左能乎一跃而起 旋即单指轮回眼 已经变成轮回血轮眼的形状 他看向血月 旋即便轻轻吐出了一道字眼 无限月毒 虽说自己从灰夜的查克拉体 也就是那只兔子那里复制的是 削弱版的无限月毒 但是也只是在威力上面削减 这个世界除了名左两人 即使是削弱版的 也根本无法抵挡 血月之上呈现出了九勾玉的形状 下一刻便是是放出了一股极强的光芒 刹那间整个人界恍如白昼 摇摇地看了一眼忍者联军方面 已经完全中招 无限月毒透过月亮折射的强烈光芒 即使是闭着眼 只要不使用特殊的物品阻挡 比如 左柱蕴含六道之力的虚左能呼 其他都会在瞬间中招 而在释放完无限月毒之后 灵南便是明显感觉体内查克拉 拥有明显的空虚感 缺蓝缺得太厉害了 不用无限月毒吸收查克拉的话 根本不好打明左 玄机灵南便是再度结印 而那边明人以及左柱 已经开注高达过来了 左柱已经获取了一到八尾的尾兽之力 以自身虚左能呼作为容器 从而实力更上一层楼 一边是三至九尾之力 一边是一至八尾 外加完全踢虚左能呼 而灵南这边 就只是双神威虚左能呼 三尊巨大的高达对峙而立 整个场面也叫支之前 和十尾的战斗场面更加回红 只不过因为明人 与左柱比之原柱中更强 所以体型也更大 近千米 甚至远远超过了神威虚左 不过灵南根本不虚 神威虚左 可以将整个虚左的身体虚化 也就是 说直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不过这个还不够 只见下一刻 灵南直接使用轮幕 将自己余影子换了位置 透过神威虚左将明左二人困住 同时 自己的主体成为了自由身 神 树界降弹 随着灵南一声大喝 地面之上便开始生长出无数 粗大扭曲的树枝 开始将整片战场中了 无限阅读之人包裹在了箭中 这招并非灵南所复制 而是 只要使用轮回血轮眼 施展树界降弹 是会自动升级的 这招是什么树 明人见状 面色大变 左助冷声道 树的范围极大 好似已经铺盖了整片战场 而且所有人都中了幻树 你不是能够解开幻树吗 左助 明人道 左助一头黑线道 这幻树不是我能够解开的 不过我想 我们两人联手 应该可以解开 还记得六道仙人的话吗 大爷爷的话 明人还未多想 神威虚左 便是已经上前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而这边灵南因为施展 吸收了身中无限阅读之人的查克拉之后 也是逐渐恢复了蓝量 并且隐隐有些将要将身体称暴的趋势 果然不是仙人体的话 吸收如此多的查克拉 有些勉强吗 灵南将目光 看向了神威虚左 左助可以将虚左能呼作为容器 吸收伟兽之力 那么自己同样 也可以使用虚左能呼承纳这些查克拉 不过普通人者的查克拉 显然也无法与伟兽查克拉相比 灵南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神威虚左已经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没有必要再浪费 旋即 灵南浑身蓝色骨架再度升起 同时一道身形 已经被灵南的影分身抓了过来 只见那人一袭睡衣 长发身红 两只眼睛因为中了无限阅读 而呈现出轮回眼的姿态 来吧 仙法 目盾 真鼠牵手 顶上画佛 一尊千米大佛赫然出现在了战场之中 旋即灵南便是透过体内源源不断 挥入的查克拉 将虚左卫装包裹在了大佛的身体之上 乃至大佛身后牵指手臂也是一并包裹 这才是真正的虚左套大佛 刚才他带来的那人正是湘灵 相比较之前牵手助尖平及湘灵的生命力所释放的 灵南此次更是不留余力地抽取湘灵的生命力 再将自无限月独掠夺来的源源不断的查克拉灌入 可以说 此次的灵南所施展的 真数牵手更强 明左那边是仙人体加仙人眼 伪兽之力加轮回眼之力 而灵南这边则是目盾加虚左 显然也是最佳组合 虚左套大佛 加上无限月独的查克拉之源 以及自己的六道之力 完完全全可以与明左二人之力抗衡 至于灵南为何不降神威虚 左套在大佛的身上 主要是神威虚左指可以虚化续作部分 威装几乎无用 明人左注看着灵南的虚左套大佛 当即也是双目相对 玄疾便做出了打算 两人开始互相靠近 而灵南此时偏偏最不想看到的 便是他们的回合 当下灵南便是直接操纵着 巨佛抬起了千指手臂 宛如昼火流星一般 铺天盖地地砸向了明左二人 哄 一连串宛如地震一般的声响传出 旋即便是接连无数的轰然巨响 这千指手臂 每一指不只是蕴含着目盾 以及虚左能呼的力量 同时也蕴含着六道之力 在这般狂轰烂炸之下 灵南还真是并不相信 明左二人能够全身而退 随着烟尘不断地扬起 明左的身形已经看不到 多久 整个大地持续阵站已经好一会儿 早已经千疮百孔 一片狼藉 灵南停止了攻击 轮回眼发动想要瞧瞧里面的端倪 然而烟尘弥漫 轮回眼并没有白烟那般穿透的功能 只能在烟雾散开之时 搜寻到明左二人的查克拉 待到烟尘终于缓缓散开 灵南眉头微皱 轮回眼已经发现了明左查克拉的踪迹 很旺盛 虽然不比刚刚 但是恢复过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待烟雾散尽 其中两道身形已经变成了一道 只见一尊金光有些暗淡的巨大九尾 体表则是破烂不堪的紫色 虚左微妆 两人竟然已经完成了虚左套九尾的联合 只不过二人需要持续不断地输出 查克拉从而抵挡灵南的攻击 导致他们并没有联手破解无限阅读的术 这也让灵南松了口气 真数千手的攻击 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 灵南有些诧异 感觉自己还是小瞧了六道明左 并且灵南还注意到 已经获取尾兽之力的左柱在将虚左能护桃到 金光九尾的身上 能够肉眼看到那金光流淌的表面 还有些许的雷电之力 但是左柱所吸收的尾兽之力 也就是说 此时的明左就相当于一个削弱版的 虚左套十尾一般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当下灵南便想使用真数千手 再度进行压制 然而却是注意到 香灵那通红的头发竟是暗淡 想要转化为白色的趋势 生命力要用尽了吗 自己这次所施展的真数千手 确实用量太大了 即使将香灵的生命力抽空 恐怕也行不成太大的压制了 这整个忍者联军 除了香灵 还有谁生命力强大 刚手不能再抽了 他距离由近灯窟也差不多了 还有谁 飞断 飞断的不算 应该不算生命力吧 等等 飞断 灵南当时便派遣了一个影分身 去前往寻找飞断 针对明左 灵南随后便改变了主意 按照灵南之前的想法 将明左二人打服 是他的主要目的 灵南并非想要杀死他们 因为杀死他们之后 即使再将他们复活 佐助可能会实力恢复如初 但是明人的先人体就会消失 对于明人 灵南还是想让他成为一个好村长的 他对日后忍戒的治理 有极大的帮助 光靠说是无用的 即使没有战争 这个世界也需要有人会治理 明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理之人 虽然脑子不太灵光 档案堆积如山也整理不完 看看人家五代目 办公桌永远干干净净净 当然 这也不排除他日后成为火影之后的副手录丸 因为怕麻烦 所以不帮他的缘故 再说 明人毕竟是英雄的光辉形象 对于日后整个忍戒的影响力 是巨大的 也就是说 明人只要不认同自己 即使自己将来在忍戒实行无战争政策 明人也绝对是个阻碍 都说与之波异族的容易钻牛角尖 明人才是真正喜欢钻牛角尖 并且明人嘴顿厉害啊 一般人说不过他 琳娜能说得过他吗 也不看看明人的战绩 掌门说死了 代徒也说死了 所以 对付明人的唯一办法 就是打伏他 但明人可以被打伏吗 显然不可能 将明人困住 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之后 再将他放出来 既不会因为杀了他 让他的实力下降 也能够让他看到未来的美好 到时候 自己再把他父亲 再把自来也复活 明人就是不认也得认 他即使不算太聪明 也不现得傻到哪儿去 至于左柱 死就死吧 林南斯毫不给于明人 与左柱喘息的机会 但即便操纵起 因为距离很近 所以刚才 也被真鼠牵手 所覆盖的神威虚左 不过神威虚左 因为可以虚化 所以自然也没有 被真鼠牵手击中 神威虚左的武器 除了神威手礼剑之外 还有两把一刀 将求盗玉果在一刀之上 便重新拥有了一个漆黑太刀 大暗黑天 哄 当下 一刀巨大的黑幕 瞬间便将明人与左柱 笼罩于其中 这一招并不足以击杀明人与左柱 林南心中知晓 但是也绝对会让他们十分狼狈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自己的神威虚左 能够直接进入其中 当下林南便是操纵住神威虚左 直接扇动翅膀 飞进了大暗黑天之中 准备给明左来个惊喜 不是明左联合九尾丸大刀吗 我就给你们来个强制分手 没错 林南的打算 就是使用神威虚左将明人 直接转移到神威空间 定期给他饭吃 让他不至于饿死 如果将他和左柱一同弄进去 左柱有可能会因为 将轮悔眼开发 带着他逃出来 但如果只有明人的话 他就是把神威空间 搅合的天翻地覆 也根本出不来 甚至林南都已经想好了 大不了困住明人十年 十年之后 自己的别天神冷却转好之后 直接给他一个最强幻术 这不比嘴盾来的痛快 进入大暗黑天的空间之后 透过那丝线一般 连线着四面的 囚刀玉性质的黑线 林南透过轮回眼察 觉到了明人与左柱的查克拉 两人正在不断地变化的体位 避免被囚刀玉的黑线接触到 而他们的须左与九尾 也早就已经被囚刀玉黑线 破坏的千疮百孔 但却并没有对明左二人 造成什么伤害 明人拥有囚刀玉 而里面的囚刀玉黑线并不锋利 只是凭借着阴阳盾之力打伤害 所以 只要明人运用得好 也是可以做到一定的防御的 大暗黑天准区来说 和膨胀囚刀玉一个道理 只是内部没有膨胀囚刀玉那么严实 而且也不会一直膨胀 但即使如此 就算是仙人体犹如雨之波般 在身体接触之后 也会瞬间被消灭 膨胀囚刀玉 虽然看着牛皮 威力也更大 可以将接触的一切尽数消灭 但是便大速度太慢 且是在身体周围产生 在顺发这一方面 并无法比得过大暗黑天 大暗黑天 就相当于一个空心 但也充斥着球道玉形成的 丝线的正方体球道玉 虽然规模不算太大 但是包裹名人与左柱的 威装九尾 绰绰绰有余了 至于为何不是实心 也是空心内部成网状 主要是灵难 做不出实心的球道玉 当时灵难是 没有复制膨胀球道玉的 这一招完全是靠 对球道玉形态的改变 当然 这也是六道带土 玩球道玉 给予他的灵感 灵难悄悄驾驶着 神威虚左靠近 但显然已经被同样 用有轮回眼的左柱所发掘 至于灵难为何不使用身体 而是使用体型较大的 虚左进入其中 主要是因为 自己释放神威 将明人吸入神威空间 会让身体实体化 而神威虚左 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并不理会左柱 灵难继续靠近 而左柱羽明人 却无法后退 终于 大暗黑天形成的黑幕 开始消失 而在消失的那一瞬间 灵难瞬间出手了 咔嚓 一道黑色的细线 瞬间出现 肉眼几乎难以察觉 但是轮回眼却 能够看得十分清楚 这是灵难切割 与之波板脑袋的那一招 有膨胀版球道玉 自然也就有 微缩版球道玉 只是微缩版只能成一线 不过却是杀招中的杀招 左柱是明显留有余力的 加上本来就心生警惕 几乎在那瞬间 轮回眼便察觉到了这一切 小心明人 当下左柱 便直接将明人推开 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灵难的计划之中 在微缩版球道玉丝线出现的瞬间 便是直接将于金光九尾一分为二 直接从中间切开 而其中的明人与左柱 自然也是被迫分离 而此时 灵难所操纵的神威须左手掌 已经与明人近在咫尺 只要接触到 就能瞬间将其连带着金光九尾 吸入神威空间之中 如此一来 目的达成 然而就在这瞬间 惊变突起 只见左柱与明人的身体突然调换 显然左柱凭 借着超高的战斗智商 已经猜到了灵难的目的 然而 灵难却是留了一手 这里是真的留了一手 因为神威须左拥有两指手臂 下一刻 另外一指手臂 同样即将接触深处 另一半金光九尾身体中的明人 做选择吧 左柱 继续使用天手力换位 还是原地不动 让我宰割 心中冷笑连连 刷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只见场中 半指金光九尾消失无踪 而另外半指其中 却也已经没了明人的踪影 嗯 灵难微微皱眉 对自己这么自信吗 左柱 原来 就在刚刚 左柱将明人使用天手力直接送走 而他自己 则是跟着半身九尾 被神威须左转移至了神威空间之中 这对于灵难来说 也不算太坏 至少可以接受 左柱线在对于轮回眼的掌控 不是很熟练 所以想要从神威空间里出来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现在整个战场 也就 只剩下明人与灵难自己了 不过时间还是比较紧迫 当下灵难便开始 寻找明人的踪迹 天手力的施法范围并不算远 所以灵难很快便找到了明人 灵难 你把左柱弄到哪里去了 灵难还未开口 明人却是 直接开口大喝道 灵难闻言微恶 要知道 即使是知道他杀了凯 明人都尊称自己为小灵先生 但是现在却是直呼其名 触到了逆灵吗 灵难却是微微一笑道 先担心 你自己扒明人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还是我当初认识的 那个小灵先生吗 明人一声悲呼 灵难面色不变 想到了当初配恩入侵前的 那段时光 自己失去了紫阳花 刚手失去了一位挚友 而明人又何尝不是 失去了一位恩师 不过明人恢复得很快 没过多久 便去妙木山修行仙术去了 他与明人之间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甚至在配恩入侵战之中 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过去的那个小灵 早已经死了 灵难缓缓开口 我现在 将要成为忍界的救世主 你看看 这就是你拯救的世界吗 明人一声怒吓 灵难道 不破而不利 先破而后利 在这样的人界 建立永远的和平 就要有牺牲 但是这一切生命 我都会在将世界 打造成没有战争的世界之后 将它们复活 从而让他们看看 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明人 你应该更加清楚 是战争夺走了你父母的生命 也同样 是战争导致了你的杀父仇人的转变 战争夺走了 你师父的性命 也同样是战争导致掌门的无情 明人 如果没有战争 你将拥有一个完整 且完美的家庭 你会有一个幸福 且快乐的童年 但这些已经成为过去 难道那你也想在以后的世界里 仍然还有你的存在吗 哪里痛 明人 你回答我 明人双眼瞪大 被灵难一连串的发问 直接整得一脸僵硬 事实上 在原著中 明人也曾被戴土嘴顿成功 当时戴土发动范围攻击 但是明人当时查克拉用尽 并不能为整片忍者联军抵挡 所以死伤一片 最重要的是 明次为了救明人 从而身中千叉之术死亡 这对于明人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使其内心动摇 要不是太子妃除田站了出来 明人估计当场就黑化了 黑化或许不至于 但是信念的崩塌 力量也是极其严重的 力量是用来守护 而不是用来破坏 但是又能守护多少人呢 连身边的挚友都守护不住 又谈何去守护他人呢 灵难可谓是叨叨戳在明人的心坎里 现在空有力量又如何呢 战争还是要继续 身边人还是会死 就如同当年的水门夫妇与自来也一样 想到痛楚 明人有些歇斯底里道 力量就是用来守护身边之人 绝对不是用来破坏的 无论是我父亲 还是我师父 他们都是这么教导我 和平并不是一定要在破坏中产生 也可以诞生在爱与真诚的基础上 房子破了 再用所谓的爱去修复 能不能修好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将房子推倒重建的机会 为什么要错过呢 还记得我之前如何和你说的吗 名人 灵难继而开口道 一味地防守 寻找反击的机会 很多时候并不能破局 我们需要主动出击 即使放弃防御的瞬间会有牺牲 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僵局 力量是用来守护身边之人的 这句话并没有错 但是一味地守护 等着别人的欺负 一切难道真要等发生过之后 再去弥补吗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让人界得到真正的和平 就必须重拳出击 去除所有的邪恶与糟粕 在废土之上 重建属于我们的家园 将战争扼杀于萌芽 自然也就不会存在战争孤儿以及仇恨 难道就非要等战争来临 我们再去大发慈悲的收容 这些所谓的战争孤儿 去救助在战争中伤亡的无辜之人 这样有何意义呢 名人 你是战争孤儿 只是你选择了放下仇恨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是你 你可以放下 不代表别人放得下 源源相报 仇恨一代传着一代 这栋房子 已精裂横遍布千疮百孔了名人 已经无法再修补了 跟随我 我所走向的这条道路 才是正确的道路 没有战争 自然也就没有痛苦 没有强权 没有霸凌 没有欺压 只有希望与光芒的世界 来吧 名人 灵难缓缓伸出手来 名人那暗淡的眼神中 有些呆滞 鬼使神差的 便将手伸向了名人 没错 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灵难一脸和善地微笑 哪里痛 名人 然而就在这时 却是突然一声大喝响起 名人瞬间惊醒 旋即飞身退去 灵难眉头微皱 旋即翻身 躲过了来自左柱的一记斩机 从神威空间里出来了 这么快 我会证明给你看小林先生 不只有破坏 才能建立和平 真诚与爱 同样可以建立和平 名人好似以经间 定了决心 灵难面无表情 左柱也是诧异地 看了名人一眼 嘴顿还是失败了 自己这番话 如果告知左柱的话 左柱绝对有80%的可能 站在自己一方 毕竟此时的左柱 想法和自己 大概也差不多 但是对于左柱 灵难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反骨仔白眼狼 100斤体重 有90斤都是反骨 不过 说服左柱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 拆散民左组合 当下灵难便是开口道 左柱 你的想法和我相同 没有必要与我为敌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没有虚假与利用的世界 左柱指 是一声冷笑 旋即便是拉弓搭建 射向了灵难 而灵难不闪不避 虚左直接虚化 这也并非是左柱不认同灵难的理念 而是左柱明显是想要自己做主人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岂能趋于人下 灵难也自然明白他的心思 于是灵难丢制了重磅炸弹 我可以帮你复活你哥哥 注意 是复活 不是回途转生 此言一出 左柱的动作立马僵硬 左柱 不要听他蛊惑 名人开口喝道 灵难也指 是平淡回道 我也可以帮你复活你的父亲 以及自来也 自来也的基因 妙木山肯定有 名人也是一愣 不要怀疑我名人 灵难张开双臂 看向左柱道 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对自己这条剑命根本不屑 在将和平的世界打造完毕之后 我会让大蛇丸将所有你们想要复活之人 绘图转生 再由我使用轮回眼 以及所有的查克拉 施展外道轮回天生之术 便可以给予他们全新的生命 你能这么好心 左柱冷笑道 灵难却是道 你可以问名人 我死后要比现在更强 所以 我没有必要活着 我对于做人 也没有太大的执念 人不人鬼不鬼的 更适合我 左柱有些语色地看向名人 而名人面色僵硬 显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要知道 他前不久还在说灵难死后 比生前强多了 终于 灵难开口了 绘图转生 需要人类祭品 有复活就有死亡 我想 无论是自来 也老是还是我父亲 都不希望我将他们复活 所以 你还是省省吧 这下灵难倒变得聪明了 灵难还未做任何表示 左柱却是一头黑线 祭品不祭品的 左柱根本不在意 如果宇智波又能够真正地复活的话 那么对于他来说 是绝对的 没有遗憾了 毕竟他一直对于 自己将自己的亲哥哥亲手击杀 即使是宇智波又会图转生之后 兄弟俩敞开心扉 左柱却依然有些耿耿于怀 灵难看出了左柱的异动 缓缓松了口气 说真的 明左二人如果在意杀 灵难就根本无人可用了 和平很容易 但是和平之后的治理很难 总不可能把所有掌权之人 全部使用幻术控制住 那么这个世界和无限阅读 也没啥区别 明人是英雄 如果他站在自己这边的话 那么其他人也绝对没有意义了 灵难也不是那种不负责任之人 左柱 宇智波又先生 一辈子为的是你和村子 如果他复活之后知道 他的复活 是由村中的姓名做代价的话 你觉得他会开心吗 明人一脸认真道 左柱文言也是面色难看了起来 灵难幽幽叹了口气 这名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不过他说的倒也是个事实 后期明明有绘图转身 可以看到思念之人 要是都也已经洗白 但是从来就没再用过 原因便是使用祭品绘图转身 这与名人的理念不符 这还说个屁 开打吧 灵难面无表情道 机会我 只给这一次 好好把握住 我实在不想杀你明人 说完 灵难便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明人与左柱 当然 灵难也会留意 明人与左柱别 趁机解除了无限阅读 灵难施展无限阅读的目的 其一是给自己恢复查克拉 其二便是 将使用神术戒 将弹将整个战场的 所有个体包裹 从而将忍者联军 大多数透过吸干查克拉弄死 减少忍者数量 这只是灵难的道路的第一步罢了 另外 自己还有了一个大杀器 借助无限阅读的查克拉 这场战斗 已经注定结局了 只不过使用那招之后 灵难可控制不好力道 一不小心 就把两人弄死 那也没办法 那就 只能等十年 别天神冷却好了 不多时之后 一股庞大的查克拉 开始爆发 灵难回头一看 明人与左柱再度联合 须左套九尾 主体是明人 明人先人体的恢复能力 比灵难想象的还要快 两人看样子 是重新振作精神 打算和灵难来 各决一死战了 其实扪心自问 灵难并不认为 自己开出的条件差 但谁让面对的是明人呢 殊不知 即使是明人与左柱那边 心中也是有小九九的 明人可能比较单纯 只是想击败灵难 明人自始至终梅 有杀过人 所以对于灵难 也没有什么杀意 左柱则 是完全想借助明人的力量 击败灵难之后 自己再一波带走明人 和他说说掏心窝子的话 然后自己翻身做主人 但对于如何击败灵难 两人的想法 却是出奇的一致 阴阳之力施展六道 地暴天心 像封印灰叶一样 将灵难封印 原因无他 灵难即使能够弄死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极大的风险 搞不好哪天 就又复活了 毕竟绘图转生状态下的灵难 就是各用动机 但灵难可以使用神威虚化 仅凭这一点 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接下来 他们的战术 便是统一了下来 灵难想要将明人 带入神威空间 那就由明人舍身犯险 左柱因为刚才 在神威空间中出来 其中留下了他的查克拉 所以也可以随时进入其中 只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此一来 神威空间中的灵难 便是实体 两人封印他的几率 就会无限增大 战术制定完毕 便开始了与灵难的对峙 但是下一刻 他们却是看到 灵难竟是解除了 虚左能护的身躯 这是要干什么 明人危了 但旋即 他便看到一道身形 突然窜了过来 那是 左柱微微皱眉 红云大厂大背头 不是飞断 还能是谁 没错 这位便是灵难的大杀器 拥有不死邪术的飞断 或许生命力不是很强 没有办法施展真鼠牵手 但是这个身体技能 可以永远保持 不死不灭的躯体 确实够变态 飞断的邪术 灵难在生前复制过 但是没什么机会用 而且 灵难也根本没啥心情用 总的来说 飞断的术属于邪神教咒术 一种是不死之咒 一种是死死平血 不死之咒是飞断不死的秘密 是他给自己下了诅咒 或者说是他的邪神给他下的咒 而死死平血就简单了 就是舔尸对方血液给对方下咒 然后在地上画圈 将己身所受伤害 同等传递给所舔尸鲜血之人的咒术 不死之咒这个东西 也不怪灵难没机会用 这个咒每次消耗的 并非查克拉 而是血气 而血气需要长久的积累 也就是给邪神献祭 就犹如飞断那般 让目标高高地盯住 因为不能让目标移动 也不能让目标挂了 死亡之后的血液是不行的 所以最好是半死不活的昏迷状态 然后使用目标的鲜血绘制皱纹 所谓的邪神图腾就是那个圈 最后自己躺在其中 同时让自己也处于大量流血状态 从而吸收目标的血气 当然 透过进食也可以获取血气 只是较少 杀戮也同样可以获取血气 但也没有祭祀那般充盈 而只要体内血气充裕的状态下 那么飞断便会一直维持不死之身 除非整个人脑子被轰碎 没有思想了 自然血气也会随着时间流失殆尽 否则的话 即使只剩一颗脑袋 血气不好尽也不会死 灵难之前也想试一试 但是这个树第一次对自己下咒 就必须祭祀 也就是躺在圆圈里 保持大量出血状态 吸收血气 灵难做不到 这大出血的 搞不好血气没吸收好 自己却因为失血挂了 或许这也是为何邪神教旨 走出了飞断这一个信徒的原因 这便是飞断的奥秘 邪神教的咒术 但是咒术归咒术 这并不代表飞断的生命力 就会旺盛 毕竟他每次受伤损失的 都是血气罢了 但既然是血气了 那就肯定与血有关系就对了 所以灵难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并且刚才也在实验中 得到了肯定的结果 这对于灵难来说 无异于一个意外之喜 那是小组织的飞断 明人神色亚异道 左柱冷声喝道 不管是谁 一并杀了便是 明人却是摇头道 飞断是杀不死的 而且我们要小心 不要被他们取到血液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被诅咒 血液 左柱抹了一把眼角 看了一眼手中的鲜血 陷入了沉思 却是突然 一道惊人的查克拉 猛然爆发而出 旋即他们便看到了一抹红光 随之医生们喝响起 八门遁甲之阵 第八死门 开 八门遁甲 这不是粗眉毛老师的体数吗 明人有些惊讶道 左柱沉声道 灵南可以将一切 所看到的束缚制下来 所以不用奇怪 可是那不是小灵先生 是飞断 明人面色有些怪异 左柱摇头道 不管是谁 这股查克拉不容小觑 当心了 没错 施展死门的并非灵南 而是飞断 从灵南将相邻的生命力 差点吸干之后 灵南百年派遣影 分身去寻找飞断 限定阅读世界的小组织 四人组自然 也被无限阅读所波及 然后被神术界降弹 包裹了起来 不过 灵南找到飞断 还是很容易的 另外 他也将其他三人 从树上扯了下来 避免灵南大力 抽取查克拉的时候 误伤有君 虽然并不确定 他们是不是有君 但至少 他们全程都在旁观 并没有插手 当然 其中还有大蛇丸 以及药师兜他们 说起大蛇丸 灵南对于大蛇丸 对飞断的不死邪术 好似并不感兴趣 这一点 还是感到挺奇怪的 可能飞断的不死邪术 并不针对寿命吧 将飞断取到手之后 灵南便去寻找了 木叶山中异族之人 山中异族 拥有祖传秘术星转身之术 这招可以将自己的精神 转移到其他人体内 但是 这招有一项缺点 就是在精神转移期间 被转移的目标受伤 自己也会受伤 虽然可能创伤的程度 要稍弱一点 但是有一招 可以将这个创伤再度削弱 那就是 新转傀儡之术 新转傀儡之术 可以将自己的精神 转移到他人体内 但对方的精神 则转移至傀儡之中 如此一来 自己操纵对方的身体 做任何事情 而且透过傀儡的中间媒介 可以稍稍减轻 自己身体遭受到的创伤 透过这两重媒介 再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死门所带来的对身体的反噬 如果只是凭吉林南此时的身体 也根本承受不住 他已经失去了仙人体 现在的身体顶 多还存留一点仙人之力罢了 但是无限阅读 可以为林南源源不断地提供查克拉 这也就表明 林南可以施展刚手的创造再生之术 大量查克拉来为自己恢复伤势 如此一来 肯定能坚持得更久 而之前 林南之所以不用这招 一来会图转生没用 二来即使复活之后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给林南使用阴风硬积攒查克拉 但是现在不用积攒查克拉了 这查克拉已经充足到了极点 随后飞断的身体 便被林南所掌控 这也就是需要实验了 毕竟实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南并未试过这种 好似换了具身体 系统还能不能用的状况 但是实证明 系统是跟随着自己的精神走的 当自己的思想出现在任何具体中 系统都会随之带过去 和分身的原理 其实差不多 那么借助飞断的身体 开八门的前提便完成了 当然了 即使这个前提无法完成 林南也可以透过创造再生 强开八门 但是开八门就会死亡 这对于此时的林南来 说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没有飞断 林南根本不会选择 接下来便是飞断 能够将死门维持到怎样一个高度 凯开死门 可以踢爆仙人之躯 但是他父亲当初开死门 对阵忍刀欺人重 死了四个跑了仨 这也就是不同体制的人 开起死门之后 所表现出来的威力是不同的 常态下 凯明显 是要比当初他父亲强很多的 毕竟他父亲是万年下人 而凯已经是精英上人 当然 这也并不排除 当年凯的父亲 是自己乐意做下人的 毕竟小李宪再是中人 他也无法开启死门 所以 以飞断目前这样一个实力与体制的话 那么 他能够将死门的力量 发挥到几成呢 林南并不奢望于死门凯内般 一脚踢爆仙人体 但至少拳打九尾脚踢虚左 应该可以吧 在林南使用飞断的身体 借助系统开启死门之后 因为思想与精神 已经占据了飞断的身体 所以 身体所有的感知 都是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 虽然感受到的是一比一的 但是本体所受到的实际伤害 要削弱那么一点 当下林南的第一感觉 便是浑身气血上涌 好似所有的查克拉 随着血液汇聚在了心脏处 刹那间 宛如心肌梗塞的感觉一般 就只是那一瞬间 林南就感觉从精神上差点过去 但这才仅仅只是刚刚开始 随后 所有查克拉从心脏处 开始经由四经八脉流向全身 顿时林南便只感所有血管暴涨 就好似流淌不再是血液和查克拉 而是岩浆 所留之处就好似要闸开一般 再然后 查克拉开始流向全身 那宛如一根根针一般 扎住所有的细胞 且疯狂乱窜 抑制不住地从毛孔中降血液化作蒸汽 喷发出来 剧烈的痛楚 差点让林南直接休克 最后 便是那如珊瑚海啸般的巨大压力 心脏油味突出 就感觉身上好像背了一座泰山 直压的林南喘 不过气来 这指 是身体上的剧烈痛楚 便已精胜却了林南所能够想象的一切痛楚 甚至疼到让林南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疼 还可以接受 但是林南却是可以直接感觉到 自己心脏的查克拉之火 在以一种缓慢却无法阻挡的速度 慢慢消融着 那种心理上的 好似看着生命一点一点流失的感觉 患上任何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 估计都要直接疯掉 如果是飞断的话 死门绝对已经完全可以让其丧失理智 成为一头疯狂的野兽 但现在掌管飞断的 是林南的思想 而林南虽说 意志可能并不是最坚定的那一个 但是目前来说 绝对是靠钱的那几个 而此时的林南 也终于明白 为何小李为何开启不了死门 而麦特凯的父亲麦特代可疑 小李还年轻 可能对于某种信仰或者信念 并没有到一定坚定的地步 但是无论是凯孩 是他父亲 都充斥住对青春的绝对的信念 原来如此 这就是青春吗 飞断一声尼南 这时候的他是林南本男 而处于昏睡中的林南本体 则是由隐分身搀扶着 浑身肌肉 肉眼可见的 在破坏修复 回圈往父从未见断 此时的林南 也终于明白 为何凯的死门 可以踢爆仙人斑 而麦特代的死门 还跑了三个人到七人中 归根结底 还是查克拉 凯虽然体术专精 但万变不离其宗 体术也是归类于忍术这一大类 随后才分为忍术 幻术 体术 仙术 以及秘术这些 所有的一切 都依靠查克拉的积累 凯生为精英上人 一身查克拉 横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可以说从动漫开端到后期 根本就没有缺过蓝 虽然体术释放所需要的查克拉 可能不及忍术 但是 这并不防艾凯对自身查克拉的修炼 所以 他开启死门之后 才能爆发出 那让仙人般也是赞叹 在体术方面所欲之人 无人能出其右 我欲之波般愿称你为最强 那样惊人至极的查克拉 飞断的查克拉多吗 并不多 对于飞断来说 只能说有 但他并不精于这一行 包括体数来说 飞断也只是凭 借着不死之躯 虎脚蛮缠 以伤换伤 甚至完全可以说飞断 是以自身的一切 包括智商 来换取的自身的不死之躯 不过飞断没有查克拉 并不代表灵难没有 随着操纵 无限越独将忍者联军的查克拉 直接输送到了飞断的身体之上 啊 一声嘶吼 透着掩盖不住的疼痛 灵难已经到了极限 无论是精神上 还是肉体上 麦特凯 这家伙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从他身上爆发出的查克拉 是完全无法与死门凯 相提并论的 但即使如此 灵难却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由此可见 凯是一个多么离谱的存在 而此时灵难的本体 也是以精修复的速度 稍逊于破坏的速度 浑身肌肉 甚至肉眼可见的 在颤动炸裂 不光是灵难的本体 飞断的身体也是同样如此 只是飞断不死邪术的血气 可以让其伤势 处于比较玄乎的虚无状态 并不会对飞断的身体技能 产生任何影响 换句话来说 就是之后 飞断只需要将伤口缝合一下 便可以恢复正常了 这就是肉体强度上 最直观的差别 也随着查克拉的汇入 飞断本身 那彭腐红色火焰一般的血色蒸气 直接扩大了一圈 灵难暗自咬牙 这回图转身 还开各批的死门 根本撑不到这一步 就会瞬间炸裂成灰 不行了 需要降查克拉发泄出去 要不然 即使是飞断的身体 也会瞬间炸裂 于是 随着一道血光闪烁 灵难已经操纵着飞断 发起了进攻 哄 就彭腐是火烧屁股一般 灵难的速度极快 疼痛不断地促使 他让他不断地前进 彭腐身上的血液是雷坠一般 只能加速地奔跑 才能让这些痛苦的根源流尽 只是眨眼间 灵难便已经来到了 明人与左柱的面前 哪里痛 明人 萨斯基 左柱 明人与左柱也已惊严阵以待 剑状顿时一声爆喝 双方轻觅无间的协作 使得威装久尾 瞬间一记把刀斩朝着飞断 也就是灵难而去 以下全称灵难 毕竟飞断只是个工具人罢了 他现在的意识在傀儡之中 而此时的傀儡 早已经千疮百孔 甚至开始呈现出焦黑的情况 碰 再看这边 只见灵难的身形 犹如一道血色闪光一般 轻而易举地 便躲过了威装久尾的刀刃 下一刻便是直冲着久尾的脑袋去 此时的左柱与明人都在其中 明人 左柱又是一声爆喝 明人瞬间会议 旋即便是 直接顺发尾兽欲轰向了灵难 而此时的灵难 只是一个顺身便是躲过了尾兽欲 旋即速度更快地冲向了明左二人 左柱 明人一声低喝 左柱也是微微点头 旋即手掌一道雷光闪现 而明人也是一发磁盾螺旋 完随之出现 不行 速度太快 我的同力跟不上 左柱面色大变 而这时 灵难在左闪右闪之时 已经来到了威装久尾的下巴处 碰 一拳挥出 携带着死门那超强的查克拉 直接便将威装久尾 直接一记生龙全轰倒在了地上 碰 久尾跌倒 扬起漫天尘土 则 灵难见状对效果十分不满意 竟然破不了房 看来比这死门凯差别 还是有点远啊 那如果 再加上地狱突刺呢 辞了 飞断的身体 开始缠绕起电弧闪光 白发已经成为红发根根倒数 浑身血光密布 雷顿铠甲模式 对于身体也有一定的负荷 但相比叫死门来说 已经是小屋线大屋了 PIU化作一道血色雷光 灵难直接钻进了烟尘之中 冲着那磕罩着天狗面具的狐狸脑袋 便是直接一指过去 轰 碰 两道身形 直接从烟尘之中横飞了出去 直指甩出去百米之远 才稳定下来身形 不是名人与左柱 还能是何人 原来刚才在灵难的死门家地狱突刺之下 直接便是将须左面具 以及九尾脑袋击穿 冲着明左二人 便是借着鱼威刺了过去 但无论是名人还是左柱 都不是省油的灯 竟是打算直接与灵难硬碰硬 由阴之力形成的千鸟 以及杨之力形成的螺旋手礼剑正式开启与灵难对波 但是 他们明显小觑了灵难的爆发 不过 即使明左二人被击飞如此之远 但却并没有被击伤 甚至嘴角也没有流出任何鲜血 而灵难这边就惨了 飞断的身体还好 灵难的本体已经是大口大口的呕血 浑身肌肉更是在不断地欢呼雀跃着 整个人已经庞扶成了一个血人 但是由无限阅读带来的创造再生之术 也是让灵难的躯体在不断地修复着 尽管跟不上破坏的速度 深深吸了口气 灵难觉得自己死门状态下 坚持得越久 对于自己越是不利 看来只能直接击杀招 击 碰 无数的查克拉开始向心脏处汇聚 再由心脏猛然一阵 将剩余的查克拉开始做最后的绽放 那喷涌而出的 由血液以及查克拉形成的血色蒸汽 开始凝结成龙头的模样 与此同时 灵难本体的心脏处 也是骇人至极地直接塌陷了下去 飞断的身体也同样不好过 整个人身上的小制服已经完全被撕碎 本来白皙的皮肤也是已经一片屈黑 那宛如岩浆流淌般的纹路 也是闪烁着妖叶的颜色 一抹白色浑浊的蒸汽 也从飞断的嘴中冒了出来 呵 随着一声声嘶力竭的闷喝 灵难开始朝着明左二人奔去 甚至于能够直接踩着空气 实现飞行一般的壮举 吼 那血色的巨大龙头 也随着灵难的起身开始抬头 不过却并没有浮现龙身 只是一抹血色的流光 显然以飞断的身体来说 根本达不到凯的水平 不过对付明左显然完全够用了 这就是死门的终极绝技 将所有查克拉全部汇聚 甚至是自己的血液以及生命 所有的一切都付诸在最后一击之上 灵难记得在原著中的凯 死门之后浑身浇黑 好似好干了所有的血液与查克拉 最后靠冥冤的羊之 立保住了一口气从 而捡回了一条命 那简直像是榨干了身体的所有生命 甚至是将所有人体细胞的查克拉与活力 全部抽取 踢完最后 那脚就直接随风消散 化成粉末了 神仙也就不回来了 只能透过绘图转生复活 也就是这一脚 直接就把灵难给踢晕了过去 要不然也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以当时灵难的身体强夺来说 能把灵难踢晕过去 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 在原著中 斑爷被踢得这么惨 精神却是半棒 这招 左柱看着那速度 极快奔袭而来的巨大龙头 面色难看至极 怎么了 明人显然没有见过此招 但是却能够感受到 那让他也是心惊胆战的查克拉波洞 左柱摇了摇头道 没时间给你解释 把手给我 显然左柱是 想用天手力来进行空间换位 从而躲过此招 因为在死门凯示期 明人处于生死阶段 所以对于这招眉 有那个眼福 而左柱却是全程观看 连仙人之躯都能直接踢爆 更别说其他什么东西了 所以 只能避其锋芒 战略性撤退 这种时候 一定不能投铁 明人虽然好奇 但他也知道 这招根本不能硬扛 躲避才是最好的办法 也就是 在这两句话的时间 那龙头距离左柱之间的 距离在快速的缩小 几乎以精指相差百米 吼 随着巨龙的怒吼 明人与左柱纷纷屏息 这般查克拉 简直压迫感 直接拉满 下一秒 明人察觉到并未换位 便看向了左柱 而左柱整个脸色 怎么了 明人问道 左柱咬牙道 不能移动 空间好似凝制了 啊 明人愣了 难道这招要硬扛吗 左柱又试了一下 其他的办法 比如操纵须左之意 飞行离开 但是须左之意 竟然动不了了 额头冷汗流出 左柱心急如焚 远远地看了一眼 远方的灵难本体 又看了一眼明人道 明人 你的阳之力 可以治愈万物 我来辅助你防御 要不然 咱俩都得死 明人凝重地点了点头 旋即将右手紧握 浑身查克拉开始暴涨 而左柱却是 默默推到了明人身后 或许 他也在打着 可以一尸二鸟的主意 按照左柱现在的理念来说 明人是他的绊脚石 所以明人必须死 但换个说法 拥有阳之力的明人 相当于是削弱版的先人体 用先人体防御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叶凯 随着一声爆喝 那巨大龙头 已经撕咬上了 威装九尾的脑袋之上 然而 无论是须左 还是九尾查克拉的实质显化 在接触到龙头之后 便在瞬间消融 宛如纸张一般 被瞬间撕裂 呵 明人双手合十 一道生机蓬勃的查克拉 也是随之爆发而出 想要以此抗衡这脚叶凯 而左柱也是 魏灵男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直接一记天照烧 向了飞断的身体 然而 这天照的火焰值 能附着于那查克拉 所显化的龙头 却并不能渗透其中 对于飞断的身体 也根本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也甚至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他的速度 已经近在咫尺 看来 只能硬抗了 左柱紧咬牙关 眼神复杂至极地 看了眼明人的后脑勺 在左柱的心里 如果所料没错的话 眼前的飞断 在是放完这招之后 会进入虚弱期 那个时候 也是灵男的虚弱期 这个时候 无疑是杀死灵男的最佳时刻 但是明人受了这招之后 不死也会大惨 按照左柱这个傲娇的性子 明人肯定是死于他手里 才是最佳的归宿 但是眼下 这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也就是 无论是灵男还是明人 其实都是左柱的绊脚石 两败俱伤对于他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 然而 就在左柱虽然心中难安 但也预设着一结果之时 就在飞断那势如破竹 惊天骇地的一脚 将要降临在明人 严阵以待的身体上之时 左柱却是突然有了动作 直接便将明人一把推开 然后独自面对了飞断的一脚 左柱 明人的一声鸡 呼响撤在左柱的耳畔 但是旋即左柱 便是已经被一脚踢中胸口 哇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左柱的身形 在那瞬间 便宛如离弦之剑般 倒飞了出去 而飞断也在此时 彭腐丧失了所有查克拉般 宛如断线的风筝般 坠落向了地面 明人赶忙朝着左柱的方向 飞奔而去 然而他看到的 已经是胸口被整个踹穿 看上去简直惨不忍睹的左柱 左柱没有先人体 只是普通的身体 即使查克拉基础在后时 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那一身凡胎 基本上被踹中 就已经是血肉炸裂 所以 此时的左柱 已经是奄奄一息 无论是气息 还是查克拉波动 都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就像是风中的残竹一般 随时都会熄灭 左柱 明人一声悲呼 几乎没有犹豫 便将杨之力的手掌 覆盖到了左柱的身体之上 杨之力治愈万物 虽然说不上生死人肉白骨 但是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能救回来 但是 也就在他将手掌 放在左柱身体上的那一刻 左柱的眼神凝制住了 气息也是消失于风中 砰砰 明人只感觉自己的心脏 好像在那瞬间 也是随着停住了 杨之力 可以救回已经失去全身血液的凯 可以给卡卡西辉 腹背夺的眼睛 但是杨之力指 能修复有生命力 或者还剩有类似于 查克拉这种能量的东西 凯虽然失去的全身血液 但是心脏处还残 留着一丝查克拉的波动 所以 明人才能救得回来 但是此时的左柱是什么样子呢 是整个胸口 已经完全缺失了 肺部心脏都已经吸烂破碎 根本就不能说有了 所以 左柱的生命 也在那沙内间流失殆尽 这是明人的阳之力也无用的 看着左柱那 已经失去神采的双眼 明人的表情呆滞了 因为他知道 左柱已经彻底死去了 除非六道仙人再度将其复活 否则根本就没救了 左柱死了 死于灵难手上 可以说灵难最后那脚 已经是完全不挑目标了 逮谁踢谁那种 无论是明人还是左柱 只要是挨到 基本上就宣告凉凉了 而灵难也是在强烈的痛楚之下 有些神志不清了 所以 也根本不在意谁死谁活 明人与左柱 死任何一个 对于灵难来说 都是十分显著的战果 但他也没有想到 左柱竟然会在最后一刻 选择推开明人 明人不知道这招的威力 他指 是惊叹于此招的查克拉波动 但是左柱可是实实在在地 知晓这招的威力的 明人站出来 是左柱引导的 他也在心中安慰自己 是完全可以接受 明人与灵难 拼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但是最后的选择 可能是下意识 也可能是遵循了本心吧 谁能知道呢 不过对于灵难来说 这个结果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左柱死了 明人没死 那么让灵难也有些棘手的 时空间忍数便没了 对于明人 灵难便可以随意拿捏 明人抱着左柱的尸体 在那里愣着 没有哭声也没有泪水 就只是表情呆滞 而灵难这边也不好受 因为飞断身体所受到的影响 是直接波及到灵难的本体 所以在飞断梯中左柱的时候 腿骨也是直接粉碎性骨折 这边灵难的腿部 自然也未能幸免 即使是破坏再生之术 也没能将这个代价挽救 折了一条腿 对于灵难来说 还算能接受 在飞断成为一具交尸之后 死门也是随之解除 灵难的意识也是回归到了本体之中 而本体也在不断地修复着 没过多久之后 灵难便是缓过了静 整个人虽说还是浑身不舒服 但是已经可以自由行动 呼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灵难暗自扎舌 这个死门 还真是 没事不要乱开 简直太吓人了 甚至有很多瞬间 灵难都感觉自己马上要挂 甚至到最后 灵难都习惯了 对死亡的恐惧免疫了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灵难先是来到了飞断的身边 检视了一下 随后她便摇了摇头 这并不是对飞断生命的否定 而是对其生命力的不理解 飞断还是有明显的身体特征的 它的查克拉波动 甚至都不是很虚弱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十分凄惨 但是灵难可以透过轮回眼 看到她体内的身体积 能再疯狂修复着 甚至血液都可以再生 简直比创造再生之术 还要夸张 飞断的骨骼 也在不断地修复着 甚至到最后 更是直接恢复如初 这般恐怖的修复能力 直让现在腿 还疼得灵难一头黑线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飞断这简直跟完一样 不过表面上 飞断的伤雀并未复原 只是随着血液的流通肤色 恢复了些许的正常 但还是躯黑一片 这种事情 得需要慢慢恢复了可能 就犹如她当年脑带掉了 然后重新缝上后 伤口也是很长 一段时间都没有消失 旋即不再理会飞断 灵难直接朝着名人而去 碰 重重地坠落在地后 灵难看向了抱着左柱的名人 那痴呆的样子 让灵难旁腹看到了 隔壁动漫的主角 抱着她哥的表情 不过此时的名人 还是有那么一丝的理智的 在看到灵难的到来之后 表情便是瞬间猙獰了起来 如果要是以往的她的话 那肯定就是九尾查克拉外泻 脸庞两边会 呈现出明显的三道痕迹 而且眼睛悬会变成树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她只是成为了六道模式 然而灵难却是摇头叹息 你说力量是用来守护身边之人的 现在的你 也已经算整个人界天花板的存在了吧 那么你守护了什么呢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明人便是瞬间爆起 然而灵难却是身形不动 直接选择了虚化 灵难的身形 直接从其身体之中穿过 灵难接而道 你连你的挚友兄弟都守护不了 更何况在那边还有你的老师 你的红颜知己 你的朋友亲人 啊 灵难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 身形更是不断地划过灵难的身体 但是对于灵难却 是根本没有半分的作用 所以你 到底守护了什么呢 灵难再度加身讥讽 明人彻底疯狂了 好 随着那来自于九尾的一声爆吼 金光九尾也是随之出现 然后变冲着灵难 不断地开始踩踏殴打 但是这些对于此时虚化的灵难来说 就如同电视机里的表演一般 明人 你还是不理解 力量指 是用来守护 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杀死我 那么杀死我之后的你 和现在的我 又有何区别的 你没有守护到任何人 反而会满手鲜血 灵难话音一落 明人的身形便彻底僵重 一味的保守 是没有用的明人 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变革 我虽然说的是破坏 但我破坏的是旧的秩序 这个世界需要新生 而这些亡死之人 将会在新生的世界中尽数复活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 那样的世界 是多么的美好 灵难张开了双手 同时 金光涣散 天边也升起了一抹鱼堵白 你说 你会复活所有人 新的一天 开始了 之前说复活你师父 复活你父亲 都没见你正问过 锁住一死 你就来这出 灵难心中富匪 不过想想也能理解 明人并不是真傻 他自己一人想要击败灵难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所以 想要在灵难将所有人 都复活之后 然后再推翻灵难 这无疑是最正确的做法 灵难几乎瞬间便明白了 明人心中所想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他相信 凭借明人的性子 在看到充满和平与希望的世界之后 这一切都将改变 毕竟从始至终 灵难都只是嘴上 说着什么和平啥的 优点实际行动 也说服不了他人 你现在改变想法了吗 要与我一同 打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吗 灵难和善一笑 明人面无表情 如果真如你所说 我愿意 但如果你在统一之后 想的是统治 是暴政 那么我保证 即使拼死 也要取你性命 灵难点头 感谢你相信我明人 我同时 也深深地信任着你 毕竟说到做到 这才是你的忍道 明人的表情 泛起了一丝波澜 旋即便又恢复了平静 他看向了阻住的尸体 旋即使用金光 将其包裹在了其中 不至于让其暴露 于清晨的露水之中 灵难看向了 东方的一抹白色 心中发出深深的叹息 这一夜 终于结束了 这场战斗 可是足足打了130仗 不过也还行 原著中可是打了几百集 而自己这一夜 也是改变了太多 也不能说是改变 因为灵难从意 开始到生死再到复活 其实是完全没 有信念没 有方向的一个人 和闲鱼谈什么理想呢 而中间的一些事情 不过是让他找到了 一个目标病 且坚定了信念而已 可以说 如果当初灵难 不被带土弄死的话 其实找到 这样一个方向 是早晚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 灵难是沉浸在悲痛中 没有往这方面去想的 待他真正地冷静下来之后 或许就会不一样 毕竟目标和理想这种东西 是可以继承的 灵难虽然有了 让世界真正和平的目标 但是对于名人 所说的权力与统 制却并没 有太大的兴趣 毕竟对于 一个慵懒之人来说 躺平晒太阳财 是最舒服的 干嘛找事情 给自己做呢 前世历史上下 五千年的皇权统治 结果已经历历在目 灵难可不会做那昏君 在这个世界几多年 灵难已经算是 改变很多了 要知道在前世 灵难可是那种 扫地孔伤楼已明的玻璃心 甚至截止到目前 灵难对所有的生命 小到蚂蚁 大到参天大树 都由衷地充满了敬畏 当然 这并不算一件好事 当然也并不算一件坏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在小组之时期 说灵难没有杀过 无辜之人 也不太可能 甚至有一次联合出任务 灵难曾亲眼见过迪达拉 摧毁一整座城池 这数万条无辜的性命 灵难的手里 至少就分了上千条 那能怎么办呢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那次之后 灵难便躺了好长时间 顺带阴病请假 摸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鱼 但现得多了 自然也就麻木了 对于人命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其实本身就如同草芥一般 所以 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 显得是多么的重要 由此便可以看出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大环境才能改变一切 按照名人的想法来说 我们或许可以拯救那么几个人 甚至几十个上百个 但是 只有改变这个环境 改变这个世界 才能拯救所有人 怜悯一条或几条生命 是无用的 真正需要做的是 让这个世界本身 对生命有所敬畏 所以 林南有信心 成为一个真正无私的 所谓神明鱼统治者 神 树界降弹 解 林南捏了个印 顿时整片战场所有的树根 开始枯萎凋零 无限阅毒 解 在随后 林南便随之解除了无限阅毒 名人归顺了 这些自然也就失去了用处 无限阅毒的范围 是整个人界 但对于他们来说 也就和睡意局没什么差别 甚至有些人本身就在睡觉 所以也只是做了个美梦罢了 林南的数界降弹 只是波及到战场区域 并未覆盖全人界 所以也并没有对平民造成任何影响 这是 名人见状问道 林南开口道 这是给你的礼物 名人复杂地看了一眼林南 有记而开口 而是奔向了那些被解放的木叶之人 林南紧随其后 不过玄机名人便是发现了极多 犹如干尸一般的人者 且他们以精明显失去了生命体征 这些干尸堆积如山 简直惨不忍睹 名人面露欺然 看向了林南 而对此 林南解释道 人者的数量太多了 我需要缩减 但是我针对的指 是在无限阅读梦境之中 充斥恶念与欲望之人 什么意思 名人开口 也就在名人开口之时 从无限阅读中 恢复清明的刚手等无影 也是将目光望向了此处 林南并未在意 只是道 无限阅读 会营造人们内心所渴望的事物 如果内心纯正 那么梦境中 也会一片欣欣向荣 如果内心肮脏龌龊 那么梦境之中 便会让人不忍直视 所以 我便将所有梦境之中 疯狂满足自身欲念之人 以及那些心术不正之人的查克拉 纷纷抽进 这个世界就是要去其糟粕 才能重建成功 名人沉默了一瞬 并未多言 而是浮起了刚手 另外一边卡卡西与小鹰 也已经互相搀扶着走了过来 大家都没事吧 名人开口问道 这些人由于刚被抽取查克拉 所以极度虚弱 对于林南也是敢怒不敢言 甚至连说话的戾气也不怎么有 刚手算是第一个 恢复语言功能之人 所以 你们现在是 林南还未开口 名人便道 小林先生的做法 我虽然不敢苟通 但是我们现在 必须观望他的理念 如果真如小林先生所说 这样做有助于未来的和平的话 我觉得 我们也可以试试这条道路 或许这 也已经是唯一的一条路 名人 刚手一脸呆滞 名人一脸严肃地看向刚手 甚至林南都敢 决从未陷过 名人如此严肃的样子 那个乐天派 口口声声喊着大的把忧 好似永远都保持 一个乐观向上的积极性的名人 好像已经消失了 婆婆 这场战争 忍者联军已经失败了 与之波班也失败了 这场战争 胜利者只有一个 名人话音一落 林南便立即开口 任何战争都没有胜者可言 你 还坚持之前的想法吗 刚手开口问道 林南点了点头 或许我之前所说的 掀起战争的一方 会被直接消灭 确实有些不妥 现在你们无影都在这里 我这句话可以收回 此言一出 顿时无影 纷纷看向了林南 林南进而道 在往后的日子里 掀起战争的一方 不会被直接消灭 而是会受到 我与名人的直接制裁 此言一出 无影面色颇为复杂地 看向了名人 而名人也是 郑重地点了点头 即使这句话 不是林南所说 他也义不容辞 无影见状 也不知在想什么 这改了何没说改 好像也没什么两样 不过还好 已经有了 可以缓和的余地 我记得你之前 说你已经控制了大明 那你准备如何去做呢 刚手有些虚弱道 无影指 是五个村长 一个国家的权力 说到底 还是掌握在大明的手中 其实之前林南 也是比较疑惑 毕竟对于 一位影来说 基本上 已经算是整个村子 乃至国家最强的人者了 代表了单兵最强 而且 每一位影 都可以掌管一个村子 所有的人者兵力 这完全可以说 掌控一个国家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实在不会治理 可以找人协助吗 为何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是一村之长 做什么事 还要看大明脸色 这种情况呢 感觉有些像是 火影中的科技术一样扭曲了 不过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总不能将那些大明禁术杀死 这样一个国家也会陷入瘫痪之中 全部使用幻术控制的话 那样和无限阅读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 这些大明死也不是 活也不是 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这些大明的兵力 在这场战争中 已经死伤无数 俗话说没 有枪杆子 腰杆子也挺不直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先把这些人稳定下来吧 三年 突然 林南再度开口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这是我的承诺 从今日起 三年之内 这个世界一片祥和安定 没有任何战争发生的话 我便会复活这场战争 所有死去的人者 此言一出 顿时使得所有人为之侧目 当然 关于收集此次 忍战死去之人的细胞 这点药师兜和大蛇丸 你们二人肯定会帮我的对吧 林南看向了一旁 打酱油的药师兜 和大蛇丸二人 两人面面相去 药师兜还未开口 大蛇丸便是笑道 完全可以 我也是越来越期待 这世界日后的样子了 看着大蛇丸的笑容 林南立即转移过了目光 但是大蛇丸显然还有问题 小林 我能问一下 左助人呢 左助线在郑安详的 躺在名人的金光之中 已精良透了 但是林南懒得搭理他 如果湘林在他旁边的话 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但是湘林在刚刚 已经被林南用得严重 透支了生命力 即使解除了无限阅读 一时半会也根本醒不过来 林南忽略了大蛇丸 再度开口道 当然 所有的一切都有前提 你有什么条件 刚手问道 我需要你们全力协助于我 只用暴力 或许可以征服世界 但是却无法治理这个世界 想要让和平延续到子子孙孙 千秋万代 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 包括你们之前的想法 没有战争 就没有办法获取到良好的资源 这点在以后的世界 将不复存在 富有的国家 需要辅助平级的国家 但是并不是无条件 其中你们可以商量 可以付出劳动力 或者其他 一切你们自行商量 这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还有你们 其中有人会认为 忍者的存在 将失去意义 这其中大部分保佑这个想法之人 恐怕已经成了干尸 但也并不排除 还有人有这种想法 在这里 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们 即使是和平年代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动乱 比如天灾 比如人祸 需要忍者的事情有很多 所以 你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会失业 忍术 不止 是可以用来战斗与杀戮 也同样 可以用来维持人们的秩序与治安 无影看着灵难 若有所思 好了 一切都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 你们也就刚刚才睡了一觉吧 还请五位尹大人留下 剩下所有人 你们都可以将他们遣散掉了 各回个家 可以走了 有人问道 灵难点头 没错 在场之人皆可以离开了 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们现在只需要好好睡一觉 然后等待 你们领导的通知就可以了 看着灵难那和善的笑容 一众忍者面面相去 却仍旧满脸的惶恐与不安 或许是失去了仙人体 再度沦为了普通人的样貌 灵难就好似藏着一张老好人的脸 但是对忍者联军来说 眼前好似人畜无害的灵难 才是真正的恶魔 要知道 之前他们对付的物件 无论是伪装成羽之波般的羽之波带土 还是复活的时代传 说羽之波般 即使是加上时尾与白绝 所造成的损伤 甚至都不及灵难的灵头 之前还好 但是无限月读开启之后 剩下的忍者联军数量 以精锐减到了不及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整个战场的干尸 已经多到堆积如山的地步 这些 便是灵难所谓的那些 心术不正的人者 在灵难面前 简直如草芥一般 但事实上 他们却未曾发觉 活下来的忍者联军成员 绝大多数都是村中 效力于尹的人者 死亡的大多也都是直属于大明 忍者清除计划 莫过于如此了 所以对于灵难 忍者联军只 有那宛如深渊般的恐惧 他们看向了无影 无影纷纷点头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忍者联军纷纷逃也似的 离开了这片战场 很快战场便空了下来 在黎明的曙光之下 只有那狼藉不堪的大帝 在诉说着这场战争的残酷 我们呢 大蛇丸看向灵难问道 灵难道 还请大蛇丸大人 将战场打扫一下 将忍者联军那些 死掉之人的细胞 采集一下 大蛇丸点了点头 便和药师斗 前往那湿山血海 大蛇丸这么好说话 也是让灵难颇为意外 但也并未太过在意 然后便剩下了众吾雨水月 佐诸呢 名人 众吾最终 还是向名人询问 名人摇了摇头 脸上的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众吾虽然已经猜到这个结果 但是当他真正得到讯息之时 那躁动的血液 再也安耐不住 众吾是典型的双重人格患者 一旦被刺激之后 那个试杀残暴的人格便会 被唤醒 同时也会进入骤印模式 也就是仙人模式 啊 对于众吾来说 佐诸是他十分重要的羁绊 所以此时直接是疯了 而灵难确止 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下一刻众吾便是重重栽倒 在地晕了过去 一旁水月下的 已经开始融化 他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把他带走吧 灵难道 是 水月连忙扶起众吾 飞也是地逃了 现在场中 就只剩下了五影 名人 以及灵难七人 哦不 还有远方瞭望此处的四人 正是限定阅读的小组织四人组 他们此时那叫一头雾水 根本不知道 现在是啥情况 至于飞断 他已经恢复了神志 虽然看上去凄惨无比 但却神采奕奕的 一脸爽感 灵难指 是冲着他们招了招手 旋即便道 接下来 开始我们的谈判吧 文言 无影面面向去了一眼 由刚守出声道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们无影 是不是在国家的权力并不重 所以 我想给你们增加一些权力 灵难开门见山道 什么意思啊 无影向来只管村内之事 所有国家之事 则由大明负责 但是现在这个规则要废除 无影将直接负责 整个国家居民的安保工作 所有忍者 轻壮借由 你们挑选 大明负责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 在这一方面 你们仍旧需要听从于他们 但是在安保以及军事方面 他们将没有权力直接指挥你们 而是由你们作为最高领导人 这 无影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大眼目 这个限多识广的小老头点头道 这却实可以尝试 村长的权力 波及到了整个国家 这对于无影来说 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 但是 这做的确实也是他们无法推卸的事情 虽说村长平时负责一个村子的日常打理 但实际上 即使是之前 他们也负责整个国家的安保工作 相当于林南前世的警察 消防 医生这些活计 本身也是忍者来干 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 只是在那之前 无影只有训练权 排成和直接命令权 基本上都在大明的手里 这对于他们来说 相当于更加自由了一些 林南接而开口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 大明虽然现在被我控制 但不会永远被我控制 这需要你们的施压 关于我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一切 已经几乎将每个国家大部分的军事力量 全部集中在了忍村的手里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 大明基本上已经被架空了 无影都是聪明人 自然也明白 但是 林南画风一转 大明也并非形同虚设 这些年来 其实每个国家除了战乱不断 整体经济建设还都是处于上升阶段 这也就说明那些大明并非久囊犯贷 所以他们拥有在政治上的权利 例如对于帮扶政策 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力 都需要他们的介入 关于这点 我想你们其中应该会互相有很多话要聊 话音一落 大眼睦与我爱罗先是互相对视了一眼 这俩可以说是五大忍村中最穷的了 我爱罗的沙影村倒数第一 大眼睦的眼影村倒数第二 因为不会再发生战争 所以你们只见也几乎不会有什么冲突存在 权利基本上是属于平等的 但是 为了让这个世界持续更久的和平与稳定 我还会着手建立一个监察会 监察会是什么 每个国家 每一年由任何阶层任何等级 上至大明下 至平民百姓 透过投票 选择出百味性格良善正义之人 这百人拥有监督权 无论是大明还是尹 或者是其他官员干部 只要犯错 绝不姑息 但同时 大明与尹也同样拥 有对于监察会拥有监督权 并且监察会内部 将推举出十位议员 与其他各国议员 参与整个人间的法律修订 这个世界 需要有一本属于自己的白纸黑字 法律文安 无影对视了一眼 显然之前对于他们来说 并没有这玩意 所谓的忍解的法律与规则 从来都指 是少数几人直接置顶的 林南面色严肃 法律是绝对有存在的必要的 明文规定的约束 才能让这个世界焕然一新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当然最主要的是 法律 是保护普通民众 最有效直接的武器 法律一旦立出 所有国家都需要无条件的执行 虽然仍有国家之分 但大家都属于忍解 所以 这个法律文案将叫做忍解宪法 这个提议很好 但我们也只能代表五大国 还有其他国家 这个忍解大大小小 可是足足有数十个国家之多 大眼目刚一开口 但下一刻 便感觉自己好似说了句废话 林南文言 再度便看向了小组之四人 其他国家不需要你们操心 你们只 需要管好自己的国家与大名便可以 忍解宪法或许有些难听 不如就叫联合国宪法吧 联合国 没错 林南点头 忍解联合国 由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汇聚而成 国家的编制不变 但是都将属于联合国的议员 每个国家监察院的十名议员会内部 选拔一名议员长 直接对接到我这里 这些 就是你们需要做的 我说的应该够清楚了吧 无影纷纷纷点头 换句话来说 实际上什么所谓的联合国 只是一个比较委婉的将人界统一的方式罢了 真要是取消国家的规划 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而现在直接成立联合国 这种包含整个人界的超级国家 一切便迎刃而解 本来无影对于林南还是比较抗拒与忌惮的 其中尤其是雷影 虽然迫于林南的淫威 但是他仍旧把不双击忽写在了脸上 不过在林南说这一大堆之后 饶食他脑子不是很清醒的情况下 也是觉得没什么毛病 能当上瘾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没谁是傻子 无影身为五个村的村长 其实为的便是村子的利益与建设 而林南的方法 恰恰协助了其中的两个贫困村 虽然表面上看去 好似损害了其他三个村子的利益 但实际上 村长的权力也随之大了 甚至可以说 除了刚手 其他四影都被林南说服了 或许说是说服有些水分 但谁让林南已经表示了足够的诚意呢 一切好似真的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林南之前夸下海口 嚷着世界和平 不听就直接灭国啥的 听起来怪吓人 一番恐怖言论 也是瞬间引起了恐慌 但是 人家现在直接拿出了实际的表示 毕竟这么一番言论 可不是那种指 想着统治的疯子 能够说得出来的 这也就代表 林南可能真的指 是选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罢了 但没走过 谁又能知道呢 就犹如疯子与天才 仅有一线之隔罢了 不过 他们又如何能想过 这只是林南前世九年义务教育照搬来的罢了 没错 这便是林南的想法 先使用超强的武力 镇压一切不服 然后软硬皆失 再用实际行动与硬道理告诉他们 这才是真理 甚至再用将死去之人复活作为饼 虽然林南并不擅长洗脑 前世也总被别人画饼画得一愣一愣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直接照葫芦画瓢 不过林南的想法却是真的 这些就是林南要走的所有道路 而至于钢手 他的情绪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但现在这个关头 不可否认的是 林南所说的得确可行 我需要做什么呢 名人突然问道 转头看向名人 林南便发现名人的眼神之中 好似恢复了一丝光彩 没错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林南按字典头道 你就负责跟隋岗手机好好学习 我期待你成为火影 也期待你将来能够和我一同打造一个和平的人间 名人缓缓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看向远方的朝阳 名人突然心中生起了一丝别样的感觉 本来他的想法差不多和林南想的一样 毕竟仅凭他自己根本无力回天 不如曲线救国 但是现在看来 好似一切的发展和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好像小灵先生还是那个小灵先生 只是走的路不同了而已 呃 我能问一下 我们要干啥吗 迪达拉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现在他们四人还是蛮尴尬的 毕竟也见识过林南的手段 不过贫瘠小组织的猖狂 他们倒也说不上对林南畏惧 只是怪别扭的 首先 他们本身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其次好像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就一直在打酱油 我们可是小组织 世界第一拥兵组织好不好 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哦对了 忘了 和你们介绍 林南立即开口道 这四人 你们可能是老熟人了 但是实际上 他们和你们并非同一个世界的人 我和你们说 这些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是你们也只需要知道 他们以后将是联合国的直属执法部门 名为小 呃 迪达拉甘笑道 我虽然听到 你们好似在说什么建国啥的 但是我们只是雇佣兵 打打架还行 什么法律执法啥的 我们不懂的 可以 会打架也就行了 林南缓缓点头道 不过 我们人还是比较少 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帮手 帮手 什么帮手 迪达拉一愣 好了 吴影大人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 你们现在 就只 需要回到你们的国家和大明 进行沟通之后 开始执行此事便可 之后 我会再联络你们 辛苦 吴影背下了逐客令 面面相聚之后 便是回头离开 林南已经说得十分清楚 对未来的规划 也是十分清晰 至于具体的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商议 不是一时半会 就能说得清楚的了 吴影离开之后 整个场中 便只剩下了小组织这四人 首领不是说吗 在这个世界 重新建立小组织 不过现在这个世界 有些改变 但是你们的性质没变 也就是说 你们只要认为 是我雇佣了你们 为我办事就可以了 林南开口道 哦 那我明白了 嗯 迪达拉点了点头 玄机小声道 不过你们这个世界的 武力殖民显比 我们那个世界要高啊 毁天灭地的 嗯 其实也差不多 林南咧了咧嘴 这所谓的第四次 忍戒大战之后 差不多便恢复 正常战力了 但是之后 还有大统幕危机要处理 不过关于此事 林南也有了 相应的应对办法 我们只有四个人的话 恐怕没有办法处理 这一整个人阶的事情 些突然开口 叫为理智 林南笑道 当然不止 你们四个人了 还有一些你们的熟面孔呢 熟面孔 你们只是觉得熟 但和你们认识的 可能性格上有些差距 但整体相差也不多 什么意思 等等你就知道了 让大蛇丸继续在战场 收集忍者细胞 林南带着药师兜 和小组织一行人 已经离开了战场 大蛇丸出奇地听话 这也让林南 本来想好的一些 措辞也死于腹中 林南与药师兜的目的地是 药师兜之前的巢穴 也就是 他在与白面具戴土 达成合作之前所在的地方 甚至可以说 在那之前的药师兜 是完全没有任何存在感的 要不是突然地蹦出来 估计几乎所有人 包括观众 都会忘记他的存在 而谁又能想到 也就是这位药师兜 成为了忍戒大战的关键人物 被人欲为圆梦大师 药师兜之前和林南说过 他辈分有小组织 所有人生前的细胞组织 也就是 即使现在的小组织毁灭了 他仍旧能够将整个小组 智慧图转生出来 当然 除了些除外 或许还要加上飞断 这个世界的飞断 也不知道死了没 飞断虽然被鹿丸所分尸 但是他的不死之躯 是靠血气维持 血气好玩 自然也就死了 但什么时候好玩 就是个问题了 而且 他已经放下了所有的执念 灵魂升天了 这种情况下 很难再被绘徒转生 绘徒转生一个人 需要满足三大条件 一是此人的灵魂 必须在净土 也就是自然死亡之后 灵魂梅有被封印 例如尸鬼封禁那般 二便是需要此人的细胞 或者基因 也就是人体组织 鲜血肉块都行 只要是他的 当然 这也是之前要是都 开始大量的掘墓 以及偷人尸骨的原因 人称到牧贼 三便是执念了 被绘徒转生之人 必须在人世间 还留有执念 如果没有寿终正寝的话 就很难被绘徒转生出来了 像些 在此次忍戒大战中 放下了所有执念 灵魂便进行了升华 可以说是自己摆脱了绘徒转生 直接升天了 这种情况下 一般就再也绘徒 转生不出来 这个世界的狄达拉 好像并非放下了 执念灵魂升天 而是绘徒转生解除之后 灵魂才重新回归的净土 不过自己现在已经 有了一个狄达拉 而且 要比那个动不动就自爆的疯子 更加好掌控得多 所以 狄达拉就自然免去了 没错 灵魂的意思很明显 他想要再度建立小组织 将那些死去之人 尽数绘徒转生出来 鬼焦虽然是在战争发起之后死亡 但是要是都曾说 他保有鬼焦的细胞组织 所以 鬼焦也可以被绘徒转生 只可惜的是 鬼焦即使被绘徒转生 可能实力并不能维持生前了 这也没啥太大的问题 掌门在灵魂的十全剑的葫芦之中 灵魂可以随时将其放出来 只要将其灵魂放出来 便可以进行绘徒转生 只是灵魂不确定的是 掌门是否放下了执念 如果是的话 那么想要绘徒转生 就不是一见一失了 还有宇智波佑 这个深沉的男人 虽然说宇智波佑 在最后升天之际完成了最近最后的使命 但是他弟弟他还是放不下的 所以也算有执念 那么现在便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宇智波代土 也就是阿飞 灵魂在想到底要不要将其绘徒转生 从药师兜那里 灵魂得知 即使是代土的人体组织 他也是留有辈分的 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不愧是圆梦大师 但是代土被绘徒转生之后 能听自己话吗 这是一个问题 宇智波佑其实还好 毕竟灵魂握着宇智波佐助 宇智波佐助的遗体 已经被大蛇丸采取了人体细胞 可以说灵魂可以随时将佐助转生出来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很快 灵魂等人便来到了药师兜的巢穴 准确来说 这里曾经是大蛇丸的巢穴之一 进入药师兜的实验室之后 灵魂便是看到了 那一系列瓶瓶罐罐的 超出了灵魂的想象 本来灵魂指 是以为药师兜所谓的 备份了小组织的人体细胞 充其量也就存有鲜血 或者一点碎肉啥的 让灵魂没有想到的是 药师都竟然是所谓的备份 要大上很多 比如带土是一条手臂 宇智波幼则是一大块碎肉 鬼胶则是一罐鲜血 甚至一个巨大的容器中 还有一个迷艳 也就是佩恩天道本体的整具尸体 每个瓶瓶罐罐上都写有名字 灵魂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也只是血液而已 灵魂在想 如果自己此时死去的话 再用自己以前的血液将自己绘图转生 那么自己是之前的自己 还是现在的自己呢 值得深思的问题 小灵君 这里便是小组织所有的备份了 请问你要怎么做呢 蝎大哥 灵魂呼唤了一声 蝎虽然惊讶于这个实验室 但却并没有像迪达拉那般事态 只是缓缓点了点头 玄疾灵魂丹只血轮眼变换了花纹 玄疾空间开始扭曲 几道身形从中掉了出来 几乎在掉落的一瞬间 蝎便是操纵傀儡 将几人压制住了 这是 各国监狱中的重刑犯 综合实力精英上人 用这些做祭品所绘图转生的人 大概拥有多少生前的实力 灵魂询问道 要是都到 并非是看忍者等级来的 而是从祭品的查克拉储存量 来决定绘图转生之人的实力 如果是负荷精英上人的查克拉储存量的话 那么如果绘图转生之人 生前也是精英上人 那么可以拥有九成还要多的实力 但是 如果绘图转生之人 是影集忍者的话 就会大打折扣 大约只会有七成的实力 原来如此 灵男点了点头 旋即浑身橙色光芒浮现 与之波幼的虚左能呼随之浮现 然后石拳剑开始耀武扬威 小邻居 要是都有些惊异不定 灵男道 掌门的灵魂被我封印在了其中 我要将其事放出来 要不然你根本会图转生不了 要是都点了点头 随着一道虚影出现 灵男关闭了虚左能呼 陈寅道 你这会图转生出来的人的掌控 是绝对的吧 要是都笑道 如果没有别天神那样的变数的话 就是绝对的 要是都开始准被灰图转生一事 没多久之后 便是一阵灰土飞扬 四名重刑犯在一阵惨嚎之下 被灰土所覆盖 玄疾四道身形已经重新出现 分别是羽之波幼 鬼骄 羽之波带土 以及掌门 四人出现之后 便是一脸默然 犹如尸体 迪达拉见状嘀咕道 这个人是谁啊 不是说这个世界的小组织 全灭了吗 小男和首领 为什么不复活出来 话音一落 角都与飞断 都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而蝎泽 是面色有些复杂的 看了迪达拉一眼 灵难道 小男并没有死 而这位就是小组织的幕后首领 至于佩恩 不过是他的傀儡罢了 不过迪达拉的话 倒是也提醒了灵难 迷艳或许也可以复活 毕竟是小组织的创立者 这位一生可以说是太多悲剧了 如果将其绘图转生 与小男掌门重聚 这也不失为一个可以拉拢人心的办法 想完就干 灵难玄即便是再度将一人 从神威空间中拉了出来 之前灵难的影 分身在前往各国控制大明的时候 已经为了此事做准备 所以在神威空间中 储存了大量使用幻术控制的重刑犯 这些人死有余辜 完全可以用作绘图转生的祭品 其实论起祭品 白绝无疑是最好的 只是可惜 白绝在这次战争中 基本上已经是死绝了 将弥艳也绘图转生吧 灵难道 要是都点头 玄机在弥艳的身体上 取出了一些身体组织 要说这弥艳也是怪惨 死后也是不得安生 被操纵来操纵去的 死后尸体还要在容器里面泡着 不多时之后 弥艳也已经被绘图转生而出 现在抛开弥艳的话 整个小组织加上小男 就已经凑齐了 灵难玄机便道 可以恢复他们的意识 要是都点头 玄机接了一个印 是 一阵白烟生腾而起 一共捂到身影脸上的表情 逐渐生动了起来 问号 五人在短暂的迷茫之后 开始纷纷问号脸 而对此 灵难也不废话 而是直接开启VCR 写文言有一个童树 可以将近期看到了的投影 供其他人观看 这个童树 在小组之间常会用到 五人中 除了迷艳不知情况之外 其他人都是聪明人 他们基本上 没有任何言语 除了掌门 在陷到迷艳后 有些失态 投影很快便开始播放 从灵难被宇智波 带土复活之后开始 宇智波带土知晓 接下来的剧情 但是其他人并不知道 而带土 也是在看着灵难 以及身边的 其他小组织成员 以及要诗兜时 面色沉重 不知道在想些时吗 很快 灵难掠夺了 史伟的部分查克拉 然后击败了宇智波班 成为史伟人助力 其实灵难之前 也一直在想 是否将宇智波班 也会图转生出来 但是想了想之后 灵难放弃了这个想法 原因无他 宇智波班 可不是那么好控制之人 投影继续播放着 灵难在成为史伟人助力之后 便开始性情大变 走向了自己的道路 灵难所有的话 都被惠图转生的几人 听在耳中 他们也在沉思着 灵难所走的 这条道路的可行性 不过 没多久之后 灵难便在 麦特凯的一击之威下 成为了 大统木灰叶的容器 这一变故 也让这些人有些惊讶 不过此时的灵难 是活生生的人 也就证明 事情还有反转 果然这还不是结束 在大统木灰叶被封印之后 灵难奇异地 获取了新的生命 然后开始与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明左二人大打出手 最终 灵难借助飞断 使用当初将 自己击败的手段 将左柱一脚踢死 而名人则选择了妥协 当看到左柱被踢死的时候 与之波幼 明显就已惊登不住了 他那双血轮眼 看向灵难的眼神中 充满了刺骨的杀意 但灵难却对其视若未见 要是兜结住印 将他们牢牢地控制住 饶式与之波幼 也根本无法逃脱 他现在 可以精美 有了别天神 灵难等到 自己将联合国的布置 以及和无影谈话的内容 和小组织的转变禁术 放映出来之后 这才解除了童树 看向了众人 你们 有什么想说的吗 狗 灵难声音平静 钥匙都随之变将众人的语言能力 解除了控制 你杀了佐助 宇之波幼抢 先开口 牙估计都快咬碎 灵难点头 没错 你看得十分清楚 宇之波幼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却反而平静了下来 指示住灵难道 你打算如何复活佐助 我说过要复活佐助吗 灵难却是笑道 宇之波幼依旧平静 按照你所说 只需要世界保持和平三年 就可以复活这次忍戒大战 所死之人对吧 灵难点头 说到做到 宇之波幼不再多言 而掌门则 是看了一眼一脸猛的迷眼 然后看了一眼灵难 选择了沉默 带土随之开口道 你想要永生吗 不愧是带土 一下就问到了点子上 为何会这么说呢 灵难明知故问道 带土道 很简单 凭借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即使能够达成和平 也只能维持几十年 也就是说止 要你还活着 只要现在这群世界的领导者 还活着 就不会有争端的发生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 你一旦永生之后 那么这个世界上 即使还有心怀野心之人 也会因为忌惮你的实力 从而不敢造次 这就是你的目的 要将自己成为 和平的永远的守望者吗 灵难破未压抑地看着带土 却是突然笑了起来 没想到挖带土 看来不为爱冲锋的你 还是蛮可靠的 为爱冲锋 带土微微皱眉 虽然乍一听眉 有听懂什么意思 但是下一瞬 便是低头沉默了下来 和平的守望者 掌门念叨着这个字眼 开口道 所以 你将我们重新绘图转生 便是为了帮助你 进行所谓的执法吗 没错 灵难点头 张开了双手 我需要有自己的班底 虽然我可以派遣 无数的分身做事 但是小组织 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它将永远地传承下去 掌门的眼神之中 闪烁出光芒 明燕也是深深地看着 面前这个 和自己一般大的年轻人 原来如此 原来你们是未来的人 也就是小组织的后辈吗 明燕有些兴奋地开口道 想不到我的后辈 竟然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很好 虽然有些背离小组织 创立的初衷 但只要能够创立真正的和平 这些都是可以忽视的 灵难看了一眼明燕 准确来说 明燕确实是小组织的创立者 目光长远 志向远大 只是可惜英年早逝 且太过稚嫩 而明燕也是小组织的 第一代领导者 后来死亡之后 也成功让小组织进行了转型 掌门从台前走到了幕后 小组织从一个和平组织彻底轮 落成了一个恐怖组织 可以说这一切都和明燕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从此 石明燕的反应来看 她好似根本没有发觉 一旁白发苍苍之人是掌门 只是认为 自己是被后辈重新复活的前辈而已 灵难这边文言还没有说啥 倒是旁边几人看向了她 因为明燕所发出的口吻 和佩恩时期 被掌门使用黑棒控制的她 完全是两个人 所以也是引起了诸多人的好奇 一个个好似怪物一般看着明燕 而明燕这个人呢 耐点都好 就是有些中二病 还以为这些目光 是对于开创者 以及前辈的崇敬 顿时有些神采意义起来 掌门捂住了额头 这个时候 她也懒得解释一些什么 被再一次绘图转生后 世界迎来了较之之前 更大的改变 好似整个人界 已经在朝着未知的 方向缓慢前进着 更好似到了悬崖边上 坠落深渊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灵难也是懒得向明燕开 口解事实嘛 也对周遭异样的目光毫不察觉 只是继而道 所以 你们已精知晓了全部 三年之后的复活大计 我也可以 将你们尽数复活 也就看这三年了 可是你将我们尽数复活的话 你自己也会死亡 掌门沉吟道 灵难点头 确实 我是为死亡 但是我的死亡 将带来绝对的和平 和另一种绝对的生命 这对我来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就是你们的选择了 是选择和我们一同 还是觉得累了 如果累了的话 我也不强求 复活也是同样可以 复活之后 你们挨干嘛干嘛 但是需要先为我工作三年 掌门看了明眼一眼 缓缓开口道 我同意 名人既然也被你说动 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欲知波又深深地看了灵难道 只要你信守承诺 我也不需要你复活 就让我一直做暗中的乌鸦吧 灵难眼神微动 旋即缓缓点头 鬼娇是一直没有说什么的 此时却是怪笑连连道 想不到当初的小灵 如今已经是超越神的存在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新世界也是我心中憧憬 更何况我十分乐意继续和佑先生共事 现在便只剩下最后一人 戴图 欲知波带图经咬牙关 半赏才终于叹了口气道 你现在在做的 可远远要比我当初做得艰难得多 创立一个永恒的神国如何容易 我可以帮你 我只是想看看三年之后 这个世界是否是你所说的那样 戴图的身份 其他人并不知晓 除了限定阅读的四人 因为限定阅读中的阿非形象 一直都是戴图的样子 所以他们自然也知道 戴图是小组织的一员 只是这些被惠图转生之人 除了鬼交 其他也根本没有见过阿非的真正面目 所以也并不知道 欲知波戴图就是阿非 不过他们之后会知晓得 灵难并不在意这些 只见齐桓桓点了点头 便让药师都解除了对他们的控制 本身 有灵难来施展这个会图转生 也未尝不可 只是施术者要对被施术者 一直进行精神连线 而灵难在以后的日子里 还有诸多的事情要做 他可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这方面 小组织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新世界的安排了 灵难将要度过他这一生 最为繁忙 且完全不能摸鱼的时光 无影在回归他们的村子之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战争的结果 告知了所有民众 但不能说战败 因为会引起恐慌 而死了这么多人这件事也根本瞒不住 所以只能说是惨剩 对于这些死掉之人 无影也识趣地并未说 他们三年之后还有多少人能回来 只是暂且压下了这种事情 发放了战死之人家属的抚恤金之类的 在做好民众的安抚之后 他们便开始和各国的大明进行沟通 而这些大明 因为之前已经被灵难一番威逼 所以很快便是答应了下来 大明虽然看着一个个是酒囊饭袋 但实际上一个个聪明得很 权力虽然是他们不想割舍的 但是他们也得有命去享用 无影的态度十分暧昧 因为他们权力的削弱 也就相当于无影权力的增长 而大明基本上所有的军队已经被肃清 所以如果不答应的话 迎接他们的后果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这也由不得大明不同意 这也是为何林南飞 要将很大一部分忍者清除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人在权力以及势力的熏陶下 根本看不清很多东西 当他从这些旁边移开 便会发现生命会比一切都重要 再接下来 便是从民间以及忍者队伍中选举监察院之人 都是民间或者忍者队伍中的重心所向那种人 再然后便是从监察院中选择了十名议员 不多时间后 各国议员以及大明代表和无影代表 便是被林南的分身 接到了神威空间之中 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联合撰写所谓的联合国宪法 浙江是人界真正意义上 第一本直观的法律档案 至于小组织则是浩浩荡荡前往了各小国 当然 他们所做的并非是破坏 而是带着各国的使者 软硬皆失 林南只要结果 至于过程 他根本不在意 而其本体 则是留在了药师兜 或者说是大蛇丸的巢穴之中 这天 他将一只兔子 展示在了大蛇丸 与药师兜的面前 大蛇丸瞬间便精卫天物 这只兔子 是当初林南从灰叶身上拽出来的查克拉体 灰叶也在化成石尾之后 成为了一只兔子形状的怪兽 所以 石尾查克拉呈现出兔子的样子 也并不奇怪 或许也可以说这个兔子 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石尾查克拉体 其中可能还有来自于灰叶的一时 要知道 刚开始 林南将兔子扯出来的时候 还是十分凶猛的 最终林南还是使用了无限阅读 才将其控制住 只是单纯的石尾查克拉的话 反而可能达不成林南心中的目的 没错 林南想要这只兔子 提炼大捅目基因 未来是什么样的世界 是博人传的世界 博人是名人的儿子 而那个时候 名人已经被削弱的 不能再弱了 而那个时代 Boss也基本上就是大捅目 从一开始的大捅目逃逝 再到后来的大捅目一世 一个比一个强悍 林南仔细想了想 单凭普通的查克拉修炼 即使达到明左那种高度 一个仙人体 一个仙人眼 都不是大捅目的对手 所以林南认为 自己现在的实力 或许也不及大捅目 归根结底 是因为大捅目的体质较为特殊 所谓仙人体 最高阶 也不过是六道仙人那个级别 但是六道仙人 也仅仅只是大捅目 灰液与人类的混血罢了 是远不及大捅目的体质的 所以 林南想要借用大蛇丸 以及药师多的基因研究 克隆出一具大捅目的身体出来 如果可以完成的话 那么这将是林南三步咒的最后一步 所谓和平三步咒 第一步便是奉献自己的生命 使用轮回天生复活那些可以复活之人 比如说佐柱 再比如凯 之后便是大蛇丸与药师 都对于大捅目基因的研究 如果研究程序够快的话 那么还有一步甚至可以不去做 但如果研究程序比较慢的话 那一步就必须地做了 三年可以将大捅目克隆体 复制出来是最好的 到那个时候 自己便可以直接进行无风接轨 但是理想很美好 现实可能很骨感 大捅目克隆体 能在陶氏降临地球之前搞出来 就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毕竟这可是个大工程 而且自己到时候 做了轮回天生这种事情 从而死亡 那么谁愿意将自己复活出来 这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 林南现在并不信任任何人 别说大蛇丸 药师都甚至都比他要可信一些 药师都现在 基本上已经是属于 看破红尘状态 可以说和平是他唯一的念想 而自己的这番作为 药师都可以说 至少表面上是最虔诚的追随者 林南并不算太过担心 带到法律文献出来 三年内 这个世界一片和平 那么这所有人 就会知道和平的真谛 所以 本来林南是打算在轮回天生之后 再将大捅目灰烈的兔子拿出来的 对于大蛇丸这个科学狂人来说 这指兔子的价值极高 到时候 自己可以用兔子当作筹码 来要写大蛇丸 但是想了想林南便改变了主意 浪费三年 太没有必要了 有这三年的时间 搞不好大捅目的克隆体 都已精致造出来了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大蛇丸与要师兜的实验 如火如荼的进行住 另外一边 那些小国在五大国联合压制之下 或心甘情愿或被迫 也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 也在整整三个月之后 终于第一版的联合国宪法 新宪出炉 林南在第一时间 便将此法律 发放到了全人界之中 宪法指 是最简单的法律约束 之后 还会有刑法以及民法 刑法顾名思义 有到是所有赚大钱的方式 都写在了刑法里 这会再度加大力度 约束民众以及忍者或者贵族 而所谓的民法 便是要取消阶级制度 在人界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家族制度 还是根深蒂固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宁次 日向一家有宗家和分家 分家之人一生下来 就要被种上龙中鸟之印 代表一辈子要服务于宗家 甚至于名人当年口口 声声说要为宁次讨回公道 但是原著中宁次到死 也是龙中之鸟 而且 这种状态 在名人成为火影之后 也并没有得到改善 并非是日向一族 没了龙中鸟 因为日向一族的分家 在四战之后 就已经死亡殆尽 也就 没有可以龙中鸟的物件了 但是其他家族可不好说 其他国家更是比比皆是 宇智波一族 因为血轮眼 而遭到木叶的打压 窝之国漩涡一族 更是因为天生强大的查克拉亮丛 而被其他国家联合剿灭 这悲剧比比皆是 现在的宁次 虽然在林南的蝴蝶效应之下 并没有死亡 便是取消家族制度 可以有家族 但是不能有独立的家族 这里的家族 更多指的是贵族 比如各国大名 大多出身贵族 林南要取消阶级制度 让贵族与平民无异 当然 他只是提个点子 具体的 还是需要议员们来绞尽脑汁 只要他们能构立出来 而且符合林南的标准的话 林南就敢用 一个超级国家 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的建设 或许刚开始需要用到暴力 但是后期指 靠暴力是不行的 还需要笼络民心 毕竟 如果百姓安居乐业 人民幸福安康 又有谁想去发动战争呢 这道理谁都懂 但是做起来 就太难了 不过截止到目前 所有流程已经走向正轨 效果出奇的好 甚至有些出乎林南的意料之外 在这其中 吴隐所做的贡献 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 吴隐在民众的印象中 普遍比较高大 由他们说出联合国 提出法律 加上大明的赞同 这股风暴 很快便是席卷了整个人界 虽然整个世界的上层 好似每日都在震动 但是底层的民众 却并没有太多波澜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 是娇良纳税少了 盗贼也少了 就如大海表面在波澜壮阔 海底却永远宁静 转眼三个春秋 三年已过 这三年 鬼知道林南是怎么过来的 分身术这种东西 虽说好用 可以天南地北地跑 但是一旦炸开 那么那瞬间的资讯量 足以让林南每天头疼脑涨的 法律文献 已经在这三年 逐渐清晰稳定了下来 而联合国也在民众心中 逐渐确认了地位 好似整个世界已经一片祥和 但只有林南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罢了 因为小组织可执法的事件 极少 所以林南也让他们深入基层 去打探那些神秘组织的讯息 当然 这里的神秘组织指的便是 不可燃物中 稍稍能够燃起来 那么一点的组织可 大统目要打 但是可组织也要防 不只是战争 连争斗也要避免掉 这便是林南的理念 戴图在小组织中任劳任怨的效力 也让林南对失去佐助的天守力 这件事稍稍弥补了一些 毕竟时空间忍数在搜集情报上 确实十分好用 更何况戴图已经是双神威 已经可以说是 整个小组织除了林南之外的天花板战力 甚至于林南都有些忌惮 如果戴图复活 那将是他控制起来都有点难 关于这点 戴图确实给了林南一个定心计 三年之约已到 但戴图放弃了复活 他选择一直维持绘图转生 这样一来便也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 如此一来 他也就会成为第二个和平的守望者 林南被感动到了 但却没有告诉他 其实是想换去身体重生 还有一个拒绝复活的是宇智波佑 但是被林南拒绝了 既然能活 为何不好好活着呢 这天 林南收到了来自五大国的复活名单 这上面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经过排查 都是生前并无坐监犯科的历史的正常认者 而大蛇丸接过这些名单 从库房中取出了无数的尸体 以及基因 这三年 药师都也同样没有闲着 他采集了大和的木顿细胞 重新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白绝大军 白绝细胞其实也很好找 大蛇丸的躯体 实际上便是白绝的躯体 然后培养个几年 几乎灭绝的白绝便重新出现 一场重大的绘图转生一世 随之开始了 这一天 不光是无影 连同已经20岁 整个人已惊变得十分成熟的名人也在场 当然还有小组织 但是摆在陵南面前的尸体 是一名冰封在冰棺之中的 一具女性的尸体 正是紫阳花 此时的紫阳 花犹如沉睡之态 被陵南缓缓放到了地上 他不想使用白绝的躯体 会图转生紫阳花 这样只会玷污他的身躯 所以 陵南请来了掌门 以三指轮回眼之力 将紫阳花的灵魂 从净土中召唤 那边大蛇丸与药师都 已经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会图转生一事 无数忍者的灵魂被召集 然后投入会图转生的身体之中 接下来便是重头戏了 在所有人肃穆的目光之中 陵南双手握拳 外道 轮回天生之术 在积蓄查克拉达到三秒之后 一道庞大的查克拉 冲天而起 今天 或许 是整个人界的狂欢 但对于陵南来说 也绝对是最喜悦的一天 随后 一尊巨大至极的阎罗 拔地而起 巨口大张 好似有无数的生命之源 从中飘出 苏醒吧 我的爱人 啊 陵南的头发 以肉眼可见变的极为苍白 好似榨干了所有的查克拉一般 要知道 在这三年里 陵南已经是有意地 在锤炼查克拉 拥有六道之力的他 查克拉储存量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如此 陵南差点都没有完全复活所有人 但好在 有惊无险 哄 那巨大的阎罗 在是放完所有生命力之后 轰然倒塌 旋即消失 而陵南 也是无力地跌倒在地 临死之际 他看到了那从冰棺之中 缓缓坐起的人 最终 陵南微笑地闭上了双眼 大蛇丸与要师都对视了一眼 旋即便开始了 绘图转生陵南的一事 大蛇丸拿着苦 便是冲着陵南的尸体而去 这边坐在冰棺之上 以金苏形的紫阳花 迷茫地看着眼前这个世界 阳光好刺眼 这些人在欢呼什么呢 有点冷 但是阳光好温暖 紫阳花刚扶起一丝笑容 却是突然看到 面前躺在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 那时 紫阳花还未反应过来 便是看到一个面色苍白一脸英质 也分不清男女之人 拿着苦无音笑着走了过来 不许你伤害库巴亚西 小灵 这是紫阳花的心里话 但是她没有说出口 此时的喉咙好似堵住了一般 根本发不出任何语言 只能发出一声乌液之声 话音一落 紫阳花好似想要掏东西 但却掏了个空 旋即 紫阳花便从冰关中爬起 想要挡在灵男的面前 但是她却是双腿一软 直接跌坐在地 即使如此 她还是狠狠地瞪着大蛇丸 大蛇丸一脸无语地看着紫阳花 然后回头道 都 要不你来 要是都浮了浮眼睛 苦笑道 大蛇丸大人 我现在好像比你更恐怖一点吧 大蛇丸无奈止地开口道 放心 我只是想要复活她 你看她都死了 紫阳花上前查探 面色一变 然后看向大蛇丸 你真的是要复活她吗 当然了 骗你干嘛 大蛇丸话音一落 却是只觉身后突然炸裂开来 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紫色的高达出 陷在了复活后 正处于兴奋状态的人堆之中 那是 佐助 佐助也被复活了 但是复活之后 她很快便适应了身体 然后找到了灵男的所在位置 我不会让你们复活她的 佐助居高临下地看着大蛇丸 旋即拉弓搭剑 但也就在这时 几道身影出陷在了佐助的面前 佐助 别冲动 佐助一看 顿时面色僵重 那是羽质波幼 而且 还是活着的羽质波幼 灵男竟然真的吧 又复活了 佐助眼神中流露出复杂 但是看着灵男那 已经凉透的尸体 却是突然心中 生出一股野心 灵男死亡的话 我现在 就是世界最强的 哥 只要灵男不在 我就是世界最强之人 现在 也复活了 我们兄弟二人联手 就可以创造属于我们的世界 创造那不需要牺牲任何人的和平 佐助 开口咆哮道 也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闪烁 佐助 收手吧 现在已经过了三年 世界已经变了 名人 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名人 佐助心中满是复杂 此时的名人 已经二十岁 个子已经长高了一截 相比较起来 佐助好似仍然指 是个小孩子 名人此时的形象 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以前是穿着土里土气的 橙黑色运动服 现在则是黑色外套 加橙色裤子 留着一个寸头 怎么看 都比之前帅气多了 而且从头到尾 都透露着成熟的气质 其实在这期间 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月球上出现了一些变故 按照原剧情来说 名人是需要再来一场战斗的 然后才与太子妃正式确定关系 但是这里灵南直接杀上了月球 也省得名人来回跑了 至于他与太子妃 友情者忠诚眷属 灵南也不予理会 而灵南上月球的原因 其实归根结底 是大蛇丸语药师 都对于大统墓的基因 研究到了一定的瓶颈 他们需要 获得大统墓的后代 以做参考 灵南满足了他们 所以直接上了月球 将大统墓与村的后代 大统墓社人抓了回来 还别说 大统墓社人 倒是让灵南费了一番周折 只是自己上月球的话 灵南并没有太完全的把握 能够找到大统墓社人 所以 他还是选择了遵循剧情 但是原剧情币 竟只是剧场版 灵南也并不确定 有没有舍人 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 他也只是 一直派遣自己的轮墓影子 守在日向花火身边 直到终于有人找上了门 轮墓的影子没 有轮回眼 或者仙人体 是根本发觉不了的 所以灵南便一路跟随到了月球之中 然后找到了大统墓社人 大统墓社人 需要一只花火的白眼 才能够开启所谓的转生眼 而转生眼与轮回眼 是同等强大的存在 血轮眼的究极进化 是轮回眼的话 那么白眼的究极进化 便是转生眼 如果说轮回眼 象征着破坏 那么转生眼 便相当于附生 转生眼的究极同力 可以使万物复苏 这是各级 其强大的能力 往小了讲 便是类似于 无极转生的增强版一般 可以赐予无生命的东西生命 月球之上 只有大统墓社人一人 陪伴大统墓社人的 便是树枝不尽的傀儡 这些傀儡 被大统墓社人赐予了生命 另外 转生眼还拥有 纠极的引力与吃力的能力 相当于佩恩天道的 终极加强版 也就是天道 超 而转生眼总共有两副 一副便是大统墓社人 移植花火的白眼开启的那副 另一副便是 透过万千白眼汇聚 而成的巨大转生眼 至于两种的能力 和不一样的地方 灵难就不知小了 总而言之 转生眼极强 而大统墓社人 也拥有极强的野心 他的思想 甚至要比羽之波斑 还要偏激 他认为 六道仙人所繁衍的人界 一直都在战火与硝烟中度过 是一个失败的世界 所以 他准备直接将整个人界灭掉 然后再借由转生眼 将整个世界复苏 然后 他将成为新世界的亚当 和诺亚方舟的剧情 差不多一样 超强的信念 与超强的能力 打造了大统墓社人 这样一个极强之人 不过即使再强 灵难想要处理掉他 也是十分简单 一记大暗黑天 差不多也就能结束了 但是灵难需要得到 大统墓社人完整的尸体 社人相当于大统墓线 目前忍戒最纯血的后代 这具尸体 如果能够完整地带回 那么对于大蛇丸 和药师兜的实验将 是突飞猛进的进展 最终 灵难动用了双神微虚左 并不算简单 当然也并不算困难地 将其直接使用黑棒戳死 不得不说的是 黑棒是真的好用 双神微虚左 也是具好用 甚至在将大统墓社人 击杀之后 灵难还准备将 那颗巨大的转生眼 带回地球 只是可惜 转生眼自行崩溃了 随后 灵难便是江花火 与大统墓社人 一股脑打包进了 神微空间之中 然后实现了空间跨越 直接从月球 来到了地球之上 大蛇丸一剑 更是精卫天人 大统墓社人 虽然血脉相对来说 较为纯正 但毕竟也不是纯种的大统墓族人 而灵难需要的 则是一具纯正的大统墓躯体 大蛇丸在得到 大统墓社人的身体之后 便开始加班加点地 继续克隆实验 说起来 大蛇丸现在已经差不多封魔了 这三年的时间里 灵难基本上 都没见过大蛇丸睡过觉 这是怎样的一股执念啊 即使灵难怕他猝死 让他休息一下 这会也只会 像个疯子一样 然后在外面跑了一圈 然后就回来了 对此 灵难与要师都 皆是无言以对 在三年复活大忌之前 灵难对大统墓的克隆 提及其关注 但可惜的是 现在的克隆实验还没有成功 但是大统墓社人的身体 已经是无用了 没错 灵难准备借助大统墓社人的身体 完成重生 大不了到时候 再将灵魂转移到 大统墓完美的克隆体之中 这自然少不了掌门的帮助 甚至可以说 灵难已经可以猜到 自己在死亡之后 很大可能会出事 这也是他做出的准备 一方面由大蛇丸绘图转生自己 另一方面 则是由掌门施展人尖道的能力 将自己的灵魂 直接施加到大统墓社人的尸体之上 也就在佐助与灵人对峙之时 掌门已经悄悄开始了动作 灵人 你也想阻止我吗 你可曾记得 是灵难叫我杀死 如果不是我将你推开 死的将是你 佐助有些歇斯底里的大吼道 在他心里 灵人和他哥 就像是背叛了他一般 灵人却是摇了摇头道 现在的世界 一切都在往希望与和平的方向发展 你先冷静下来佐助 好好地看一看这个世界 我不信 你们肯定是被他所蛊惑 我要将他挫骨扬灰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佐助声嘶力竭的吼道 却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江水挫骨扬灰 佐助身形一致 抬头一看 只见一名穿着白袍的白发男子 飘然而起 你是 佐助看着那白发男子 面色微恶 灵难 猜得真对 灵难和善的微笑 虽然是大捅目射人的身体 但是经由大蛇丸的改造 身体特征 已经差不多和灵难一样 灵难也想不到 大蛇丸竟然还会整容 毕竟顶着一张不是自己的脸 即使是灵难 也有些别扭 这样简直好多了 只不过失去了血轮眼与轮回眼 这倒也没啥问题 可以将自己尸体的眼睛挖掉改回来 此时的大捅目射人的眼睛 是转生眼 而灵难自然也不打算放弃 这令灵难都感到匪夷所思的能力 所以 他还特意给大蛇丸 对即将成为自己新身体的克隆 提提了个建议 那就是 额头上也挖一只眼睛 就类似于大捅目灰烟那般 关于这点 大蛇丸严肃地表示 大捅目一族的基因 决定了眼睛的数量 它们好像都可以开启三只眼睛 如此一来 灵难也就松了口气 到时候 白眼 血轮眼与轮回眼全部凑齐 还真是Buff急于一身了 啊 只听佐助一声大喝 旋即便是一剑射向了灵难 而灵难却只是微微张手 一道无形的引力 瞬间便将那枚箭矢 诡异地固定在了她的面前 小黎 突然 灵难听到了来自幼的一声呼唤 灵难缓缓点头道 别担心 我会轻点打的 旋即 灵难便再度伸出手掌 先发 迎轮转声报 几枚球道玉 突然出现在了灵难的手掌之中 随着她的手掌画圈 一道强烈的龙卷风 直接凭空出现 旋即以其手掌位引力 点瞬间便将左柱的虚左 能呼完全笼罩 然后便将其开始朝着灵难所吸引而去 就相当于升级版的永真天影 左柱发现 自己无法控制身形的移动 旋即便是完全体虚 左能呼直接拔刀 冲着龙卷风的中心 也就是灵难便是劈砍而去 去轰 又是一道巨大无比的引力 作用在了龙卷的四周 这些引力 主要由求到玉父则提供 而左柱的虚左 能呼也是瞬间 被先飞了出去 随着龙卷风扶摇直上 来到了高空之中 且 灵难再度往地面招手 瞬间无数岩石拔地而起 竟是形成了无数的石头人 然后开始朝着天空炮弹一般的撞击而去 这还没完 在接触到左柱的虚左能呼之后 这些小石头人便开始汇聚到了一起 最终将虚左能呼整个包裹在了其中 没错 地暴天星 基本上转身眼的技能 都能看到一些轮回眼的影子 只是可惜 这个的暴天星根本没有吸引力 所以自然也无法将左 助所封印 灵难 现在的你 竟如此软弱吗 破土而出的左柱 冷笑着看向灵难 灵难微微叹了口气 真是计吃不计打 玄机一抹青色的流光 从灵难的身体表面泄露了出来 将灵难整个人渲染成了青色 没有汹涌至极的查克拉波动 查克拉的波动 好似十分柔和 这正是转身眼查克拉模式 下一刻 灵难便是直接冲天而起 冲着左柱便是冲江而去 就算你是仙人铁 也根本扛不住我这一刀 左柱表情猙獰 旋即开始失术 须左能呼之上 开始燃起熊熊黑炎 炎顿 家具图命 然而 灵难却是根本不管不顾 宛如一抹流光一般 冲向了左柱所在的驾驶舱的位置 咔 断裂之声响起 什么 左柱瞳孔更大 下一刻便是看到灵难的身形越发靠近 天手烈 最后一刻 左柱的身形消失不见 回头一看 自己的驾驶舱连带着虚左能呼的头部 竟然被整颗烘碎 这是什么力量 左柱惊骇到不可思议 要知道 在之前 灵难还是需要借助飞断 施展八门钝甲的死门 才能达到这般破坏力 但那时的查克拉波动 和此时的查克拉波动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小林先生又变强了 名人握了握拳 头感叹道 宇之波又道 这好像不是人类的能力 这具身体莫非 掌门点头道 应该就是小林所说的大桶木之躯 当然 这些左柱又怎能明白 虽说灵难线 再是大桶木射人的躯体 但是大蛇丸与药师 都已经将此身体 改造成无限接近于大桶木唇血 也就是说 此时灵难的力量 有一部分是转生眼查克拉模式 而有一部分 则是来自于大桶木本身的力量 再加上白眼的辅助 荡出灵难辅助的 大桶木灰叶的八十神空击 正好有了可以施展的条件 非但如此 供杀灰谷灵难也终于可以使用 因为他已金庸有了大桶木的身体 只是供杀灰谷中之必死 灵难可不想刚将左柱复活 又将他弄死 再说宇之波又的面子 还在那里摆住呢 左柱的天守力 可谓是逃脱神迹 一般来说指 要查克拉不见底 还是很难抓的 但是 灵难这转生眼 可不是开玩笑的 当即灵难便是再度对左柱 施展了永真天影 不似迎轮转转生暴的那种吸引 这次就指 是单纯的吸引力 这只是转生眼最基础的能力 左柱的身形 开始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无奈之下 也只能使用天守力进行躲避 但是 转生眼用 有控制空间连线的能力 要知道 月球与地球 都能被转生眼 直接建立了连线 所以 眼下灵难要做的 便是将左柱的空间跳跃 直接连线到自己的跟前 刷 果然 一道身影出 陷在了灵难的面前 灵难则是轻描淡写地伸出手来 直接掐住了其脖子 不是左柱还能是谁 怎么可能 左柱满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不可能呢 左柱 现在 可已经是三年之后了 灵难微笑着 然后将手伸向了左柱的那只 六沟玉血轮眼 此时的左柱 根本动弹不得 而灵难的那只手掌则 是离左柱的眼睛越来越近 左柱的瞳孔 倒映出灵难的手掌 终于 恐惧开始在左柱的眼睛中绽放 小灵 宇智波佑一声大喝响起 灵难的手掌也是直接停住 他没有搭理宇智波佑 只是看着左柱微笑道 记住现在的这份恐惧 下一刻 灵难便将左柱扔给了宇智波佑 别担心佑先生 我只是在和你弟弟开个小玩笑而已 宇智波佑将左柱接住 也是松了口气 说实话 他为灵难公做到现在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弟弟 而所谓的世界和平 不过只是占比一小部分罢了 所谓家国天下 宇智波佑对世界和平的概念并不是那么深 他指是深爱住自己的弟弟之后 才是自己的村子 在其后才是世界 宇智波佑并非是一个伟大之人 但他绝对是一个好哥哥 一个好忍者 所以他很怕灵难将左柱打死 还好 看来灵难并没有和小孩子动怒的意思 灵难凌空踏虚 站立在半空之中 抚视住那些 今日被复活的 足有上万的人者 终于 灵难缓缓开口 你们 应该认得我 或许你的思绪还 停留在三年之前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上万人者群中 开始弥漫其恐惧的氛围 对于他们来说 灵难就是恶魔 他们感觉前 眼闭上的时候 刚才灵难所杀死 现在复活了 睁开眼 竟然看到的 还是这个恶魔 所以 他们心态简直炸裂 灵难竟然道 不过你们 也可以看看你们的四周 那些是你们的兄弟姐妹 和你们的上级 他们等待了你们三年 现在已经是三年之后 还记得我之前 是如何说的吗 你们或许有人记得 但有些人已经忘了 我说我会将世界 打造成一片和平充满 阳光与希望的样子 然后再将你们复活 我现在做到了 现在这个世界 没有战争 没有绝望 只有一片祥和 你们可以去看看 现在是你们的自由时间了 回归这个世界的怀抱吧 说吧 灵难降落身形 在降落的途中 浑身白色皮肤进退 恢复了自己本来的样子 当然 这仅仅只是变身术罢了 灵难主要是 不想吓坏她的女孩 落到紫头发的女孩面前 灵难微微一笑 好久不见 紫阳花有些发猛 然后捏了一下灵难的脸 你干嘛 灵难笑着问道 我想看看 是不是在做梦 紫阳花一脸认真 灵难道 那你应该捏自己的脸 捏自己的脸会疼啊 你是不是傻 灵难笑了 然后热泪盈眶 远处 站在小组之群中的小男 看到了这一幕 露出了一缕微笑 而山谷之上 钢手在看到此幕的时候 也是微笑着叹了口气 当初钢手想过 让灵难复活自来眼 他甚至将名单交给了灵难 说实话 灵难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也是微微一愣 自来眼 他何曾没想过将其复活 这或许也是万千栋漫迷心中永远的痛 不过复活的绘图转生一世 主要都是大蛇丸和药师都在搞 他们都找不到自来眼的尸体 灵难又如何能找到呢 深海 凭借灵难的实力 已经完全可以下潜进去 但是自来眼的身体 早已经被重压压成了大海的一部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找不找得到的问题了 当初自来眼在鱼饮村 有一条断壁 这条断壁也没有被药师都找到 谁也不知道断壁去哪了 可能是被畜生到的通灵兽 吃了也不一定 另外 说大蛇丸可能有自来眼的基因储存下来 得确有 药师都当初也算是继承了大蛇丸的基因库 但是自来眼的基因太少了 这根本无法支撑绘图转生 犹如妙木山的通灵契约一般 当初自来眼签署妙木山的通灵契约 是要咬破手指在上面盖手印的 但是那点鲜血也根本无法支撑绘图转生 不过无法支撑绘图转生 却能构制造出一个自来眼的克隆人 甚至可以给其移植自来眼的记忆 只是这样一个克隆人 没有自来眼的灵魂 只有有自来眼的记忆 那还是自来眼吗 灵男派遣分身通知了刚手 关于自来眼 灵男无能为力 但是克隆体 他会想办法 而对此 刚手谢绝了灵男的好意 不过灵男也不理会他 克隆自来眼 灵男即使不说 大蛇丸都已经偷偷在搞了 甚至每次偷偷摸摸的克隆自来眼的时候 都像做贼一样 被药师都发现后 就开始装疯卖傻 药师都曾不止一次提出 不想和大蛇丸一起工作 估计是被大蛇丸整个搞疯了 灵男这才明白 原来博人传中药师都脱离了大蛇丸 选择开了一家孤儿院 竟然是因为受不了大蛇丸 遗憾不止自来眼 还有其他人 左住的遗憾已经弥补 与之波幼被灵男复活 甚至 灵男曾有意无意 想过去复活与之波幼的双亲 但被与之波幼拒绝了 他说有些家族 注定不能人多 否则的话 可能会做出不好的事情 真是笑死了灵男 当然 笑死灵男的不止这一点 灵男曾询问名人 要不要复活水门和九星奈 说到水门 就不得不提当出水门 被食尾吃进了肚子里 在后来灵男解除无限阅读 以及神术界降弹的时候 就一起降仙带火影的绘图转生 所以水门已经和仙带火影 返回净土去了 灵人可谓是生下来 就没有双亲 没有父母呵护 灵男现在给了灵人一个机会 但是 灵人却拒绝了灵男的好意 对此 灵男颇为意外 或者 这可能是灵人最后的坚持吧 他不说 谁又能知道呢 总而言之 这次的复活大计 已经圆满结束 接下来 灵男就拥 有了自己的时间 他要带着紫阳花周游世界 和他一起游遍河山 赏进花木 这个世界 紫阳花还没有好好看过 现在 时候到了 啦啦啦啦 一望无际的田野之间 一个紫头发的女孩 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走着 一名青年步伐缓慢地走在其身后 正是灵男和紫阳花 库巴亚西 渴了 突然紫阳花停了下来 灵男微笑着眼神一变 一个水杯 便从其眼神的漩涡中出现 哈哈 紫阳花喝了一口 像是喝酒一样 表现出一副极为享受的样子 灵男哑然失笑 小林还记得 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紫阳花突然到 灵男点头道 当然记得呀 看遍大好河山 游遍万里美景 紫阳花摇头道 这三个月 我们已经所有的美景都看一遍了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 哦 是收集通灵兽 灵男立即道 紫阳花微微撇嘴道 我的胖胖不知道哪去了 通灵不出来了 这次我要牵好多好多个 紫阳花口中的胖胖 是一纸足 有两米多高的大型熊猫 基本上每次紫阳花只要出村 基本上都会把熊猫通灵出来 拖着自己 堂堂果宝 竟然成了座棋 不过后来紫阳花死亡之后 熊猫也就跟着消失了 在原柱里 好像被改造成了一只熊猫傀儡 而且只出现过一次 但这里的紫阳花 因为没有被改造成畜生道 所以那熊猫自然也就 没有落得悲惨的下场 不过灵男记得指 要签订契约 在复活之后 也是可以进行通灵的 如果紫阳花通灵不出来的话 那可能那熊猫已经死亡了 可真行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抓通灵兽 灵男道 紫阳花立马道 通灵兽怎么能用抓呢 要用签订契约 我们是互相合作的朋友关系 可不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哦 灵男小鸡着米一般的疯狂点头 对 那我们去签通灵兽吧 可是我们怎么过去呢 小灵有通灵兽吗 他们不来接我们的话 我们去不了那个世界吧 紫阳花问道 灵男拍了拍胸口 穿越这种事情我最拿手了 包在我身上 等等 紫阳花伸出了手 把我的笔记本给我一下 灵男旋即从眼里 拿出了一本绿色的笔记本 紫阳花接过笔记本嘀咕道 都说了 我也会是空间人数 可以把这些都储存在我的开封树里 你这样好吓人啊 虽然你现在已经不缺查克拉 但也不能这么用啊 嗯嗯 下次一定 灵男笑着 她的眼睛已经再度经过改造 所以是一直血轮眼 一直转生眼 至于还有一只轮回眼 灵男在被用着 大不了用的时候在安上 紫阳花有些无奈地开起了本子 铁治国的雪景 汤治国的温泉 水治国的沙滩与大海 土治国的悬崖峭壁 雷治国的峡谷瀑布 火治国的万里森林 这些都去过了 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地方 哪里啊 灵男一愣 这些天应该基本上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整个人界对于灵男来说 就这么大一点 甚至月球上都去过了 鱼影村啊 紫阳花眨巴着大眼睛 灵男点了点头 对对 最后一战 就鱼影村吧 鱼影村 以前是四战之地 属于三大国的交界处 但是现在 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总部 鱼影村也并非常年下去 还是分雨季与汉季的 只是因为雨季的时间长 所以才叫鱼影村 到后来小组织将鱼影村占领后 佩恩便施展了鱼虎自在之术 从而透过雨点 掌控雨之国的所有情报 所以 灵男便让驻扎在鱼影村的掌门 按照实际所需进行布雨 此时的鱼影村 也已经不再长年下雨 严格来说 紫阳花也是属于战争孤儿 她的父母鱼母清早就死亡 基本上鱼影村除了小男 她心中的天使大人之外 也没有什么牵挂 但是鱼影村毕竟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现在复活之后 也总要再去看一眼 鱼影村游历了一圈之后 灵男与紫阳花便踏入了属于忍界 却又不属于忍界的神秘地域 忍界的三大圣地 也就是妙木山 龙地洞 以及狮谷林 这些是蛤蟆 蛇与阔鱼的栖息地 也就是自来野 大蛇丸与刚守的通灵兽所在的地方 但是这些通灵兽所在的世界 并不与忍界接壤 但是通灵兽却可以自由来往 所有忍界之人 想要进入其中 也必须要借助通灵兽的力量 而这个世界具体位置在哪里 没人知道 有人说是在海的那一面 也有人说 是在与忍界不同的 另一个相邻的时空 灵男不是很在意 他如果想 可以直接跨境其中 此时 灵男对于空间的掌控能力 甚至比他自己认为的 还要强大 轮回眼 转生眼 神威血轮眼 或许还要加上飞雷神之术 这些时空间能力 基本上造就了灵男想要去哪 都是一不知遥罢了 带着紫阳花 穿过神秘的虚空洞口 灵男二人来到了一片 奇花异草的世界 哇 这里是仙界吗 紫阳花赞叹道 灵男道 这些通灵兽都自称仙人 那这里应该就是仙界了 嘎嘎 人嘞 人嘞 突然 一道声音吸引了灵男的注意 那是一只鸟 但是不像乌鸦 也不像鹦鹉 但却口吐人言 想来与之波幼的乌鸦通灵 应该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 毕竟这里的所有通灵兽 都是会说话的 血轮眼一闪 那只鸟便是乖乖地来到了灵男的身边 幻术真是什么时候都好用 这里是哪里 灵男问道 嘎嘎 这里是仙界 鸟类回答道 自己说自己仙界吗 真有意思 灵男微微一笑 再度问道 有这个世界的地图吗 没有 但是我可以画出来 不用了 灵男同力加深 旋即便是直接侵入了鸟类的大脑之中 不多久后 灵男将小鸟放飞 你放飞干吗 突然紫阳花问道 灵男低头一看 紫阳花甚至已经铺好了契约 灵男有些无语道 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小鸟 你和它签订契约干吗 虽然是普通的小鸟 但是它能说话 这难道不很厉害吗 紫阳花道 灵男道 放心好了 这仙界所有的通灵兽都能说话 我们找个好看点的鸟签订契约 那好吧 灵男这才想到一点 紫阳花之前的那只熊猫是不会说话的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不是来自仙界 野生熊猫被子发少女俘获 这怎么 想怎么不现实 那那 纸熊猫是哪里来的呢 之前灵男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紫阳花 嗯 你之前那只通灵兽熊猫 是怎么签订契约的 灵男问道 紫阳花道 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从我小就生活在我家里面了 我们是一直相依为命长大的 啊 灵男微愣道 所以这只熊猫可能是 老死了 什么老死 那叫寿终正情好吧 紫阳花撇嘴道 好吗 对哦 胖胖就不会说话 但她应该也是爱自娱这里吧 要不然 她平时是在什么地方呢 紫阳花疑惑道 灵男疑恶 还真是这个道理 那也就是说有的 通灵兽会说话 而有的则就不会 大概还是和智商的高低有关系吧 至少熊猫胖胖 就一副脑子不好的样子 透过灵男 从那执鸟脑海 中对于仙界的地狱了解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相当于中心森林区域 在森林的正三角形 分别是妙木山 狮谷林 以及龙地洞的所在位置 三大圣地即使是在仙界 也是十分出名的 当然 无论是三大圣地的任何一个 所占据的仙界的地方 都是比较小的 而仙界广袤无垠 通灵兽势力可谓众多 三大圣地是属于最顶点的三方势力了 基本上属于互不侵犯的中立存在 但是其他地方 就可谓打得火热了 除了三大圣地之外 而仙界总共画出了五个区域 第一个便是妙木山照著的小型通灵兽区域 类似于人犬 忍猫 还有忍归之类的通灵兽 基本上都在此处生活 名为山区 第二个便是龙地洞照著的有毒通灵兽区域 类似于蜘蛛 蜈蜈之类的通灵兽 名叫洞区 第三个便是水中通灵兽区域 类似于鲨鱼 肾之类的通灵兽 名叫水区 第四个便是巨型 却有飞群居的通灵兽区域 类似于牛 犀牛 以及梦免之类的通灵兽 名叫荒区 第五个便是各种鸟类的通灵兽区域 名为灵区 而此时 灵男与紫阳花便是在灵区的范围内 但处于仙界的中心位置 也因为前两者有人照着 所以还算平和 下面这三个基本上竞争激烈 天天打 紫阳花 你是想要牵什么样的通灵兽啊 是天上飞的 还是海里游的 还是地上跑的 小的还是大的啊 灵男问道 紫阳花立马回道 我全都要 灵男沉吟道 有毒的要不要 比如蜘蛛啥的 紫阳花摇头如波浪鼓 不要 好可怕 灵男点头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森林 就是各种鸟类都有 我们先签订这些通灵兽吧 紫阳花点头如小鸡 灵男带着紫阳花飞到了空中 然后开启转生眼 类似于嵌利眼的功能 开始搜集起了通灵兽 也不用太多 飞的一指 游的一指 等等 一指会不会寂寞 那就飞的两指 游的两指 走的两指 大的两指 小的再两指 紫阳花念叨着 灵男只能苦笑以对 得 搞得比原助理你的通灵兽还多 关于飞的 灵男给紫阳花找到了一只 巨大的红色火鸟 有点凤凰那意思 但实际上实力并不算强 估计在蛤蟆文太面前 就是个下韭菜 火鸟有了 再然后 灵男便给紫阳花找了只孔雀 漂亮归漂亮 就是个花瓶 估计也是仙界最底端的存在 本来像这种存在 灵男一技幻术 基本上就能搞定了 但是紫阳花 偏偏不让灵男直接来应的 她选择了软的方式 也就是透过沟通 让这些通灵兽 和她签契约 然而最终的结果 就是 灵男在那里疯狂打哈欠 紫阳花也没有成功 那只孔雀还好 吓唬一下 就战战兢兢地签订了契约 本来也是食物链最底层 所以 没啥几两股 但是那直火鸟就不行了 估计还真以为自己是凤凰了 虽然不强 喷出的火也都是普通的花 但就是心高气傲 从白天谈到了晚上 灵男都困的眼泪都出来了 紫阳花也终于选择了放弃 灵男现在是终于明白 谈恋爱 陪女友逛街的痛苦了 终于轮到灵男出手 灵男甚至都想给火鸟一个大逼兜 简直不知好歹 但紫阳花这般善良 肯定是羡不得灵男做这种事情 所以 灵男也只能简单地 一个幻术丢了过去 天色渐完 紫阳花困了 灵男便带着紫阳花 前往神威空间中睡觉 不多不说 神威空间YYDS 当然 这里的睡觉纸是字面意思 别想歪了 倒也不是灵男不想 是灵男献在这具身体 总感觉如果自己真的做了 就好像是自己给自己戴了顶绿帽子 这种感觉可不好受 所以灵男直接就选择了放弃 等以后 有了属于自己的克隆体再说吧 紫阳花多单纯 何况于尹村的仁者学校 也不教那些东西 所以 她基本上就啥也不知道 由此便可以看出 那些同仁活影 穿越近来疯狂 收获工啥的 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人间的小姑娘 大部分都很好骗 这倒是真的 一夜无画 第二天的进展得就很快了 在第三天的时候 基本上紫阳花所想要的通灵兽 就差不多已经搞定了 然后灵男便带着紫阳花 回到了人间 陪同紫阳花度 过了这三个月 也就相当于休假了 之后 灵男便投入了 克隆体的督促当中 希望早一点完工 大蛇完语要诗都 也是十分给力 基本上现在就只差那一步 不过灵男也知道 往往就那一步 便需要大把的时间计算了 转眼 距离复活大计已过五年 时间荏苒 这五年 忍戒风调雨顺 一片和谐 没有了战争 没有了争斗 没有了尔虞我诈 当然 有光明的地方 总有黑暗的存在 这是无法避免的 太阳照耀万物 但背后总会有阴影 今天 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灵男当然也要前往 此时的明人 已经25岁 而今天 是他继任活影的日子 与原著中大不相同 原著中明人 是20岁结婚 婚后不久 便诞下了他 与除天爱情的结晶 天生不可燃的伯仁 30岁 才继任的活影 当然 明人30岁 才继任活影 其中存在卡卡西 当了六代活影 但是此时 明人并没有选择 这么早结婚 所以 伯仁也自然没有诞生 而卡卡西 也没有选择成为活影 所以 一直以来都还是 五代活影刚手 在治理村落和火治国的治安 当然卡 卡西本身 也是不想当活影的 他在原著中成为活影 主要是为了给戴土圆梦 而现在戴土 虽然没有选择复活 但还是 天天和卡卡西混在一起 所以 这个活影梦想 也就 没有再维持下去 当然了 戴土与卡卡西一起玩 怎么可能不带上凯呢 凯在复活大忌中 也被复活 虽然他的身体碎片比较难找 但好在最后 还是找到了 拥有了全新身体的凯 也不是援助中断腿的模样 哦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卡卡西与凯 都选上了火治国的一员 卡卡西 甚至是一员长的存在 所以 他们经常跑去找 身位执法组的戴土丸 也是比较正常的 甚至卡卡西提出过 也想加入执法组 但是他加入的话 凯也是想加入的 就如同当初的暗部一样 不过 凯既不是适合暗部 也并不适合执法组 执法组虽然没有暗部那么冷血 但是也是需要秉公执法的 不能说谁装 可怜 就要宽容 这点凯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他也就 只能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 做个议员 就已经很好了 在这些年间 明人并不止是跟隋刚手 他也在联合国总部 也就是于尹村和掌门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掌门现在差不多是秘书长的职位 但是早晚都要退下来的 这个位置 林南其实一早就是给明人留下的 掌门更适合在暗处 而明人 又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没有人比他更是和秘书长的职位 所以 之前林南也找过明人谈话 想让他放弃火影 从而成为联合国秘书长 但明人拒绝了 火影是他的梦想 秘书长可以坚韧 听到明人的原话后 林南整个人都惊了 脑子转得这么快吗 这还是那个大的把忧的明人吗 显然 明人已经完成了蜕变 早已经不是那个矛头小子了 蜕变的当然不止明人 还有左柱 左柱在被他搁带回去 一顿批评教育后 或者也看到了 现在这样一个和平的世界 所以 整个人的性格成为了后来 也就是博人传世期左柱的样子 他和掌门一样 也不想出现在明处 执法族也并不适合他 所以 林南透过羽之波佑 给予了左柱一个任务 那就是查探大统墓的踪迹 这基本也和左柱在原著中的使命相同了 大统墓一日不除 始终都是林南的心病 但现在担心还太早 如果没有波折的话 大统墓还要在七年之后才会来 当然了 林南也让小组织的人 去探查了可组织的存在 但至今一无所获 看来时间还是太早 来到火之国墓叶村后 林南十分低调 就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出现在了明人的继任仪式的下方 没有了博人与向日葵 明人也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仪式台 接过了钢手手中的火影帽 从今天起 钢手正式退休 明人正式登上火影的舞台 当然不止明人 早在前几年 大野木已经宣告退休 他的孙女黑土 以经济认了图影的位置 除了封影之外 其他几影估计也要将位置传下去 新时代 要来临了 恭喜玄涡明人成为第六代火影 也就在继任仪式结束之后 一道声音突然在天空之上响起 不似红雷 但却清晰地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中 这是林南的声音 因为玄涡明人的继任仪式 基本上是属于全忍界直播的 所以林南干脆也在这个时候 将联合国首脑的位置 夹在明人的身上 所以很快全忍界都会知晓这回事 与此同时 玄涡明人也将成为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 主要负责联合国大小事宜 林南的声音基本上是以惊响撤了大江南北 当然 这对五大国和其他小国的高层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早就知晓了 林南有意将明人培养成忍界的实际掌控者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早 不过 民众对这些概念就不是很清楚了 他们虽然知道联合国 知道联合国出现之后 生活好像变好了 但对于联合国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 联合国将要统领五大国以及其他小国 明人这个活影当德 实际上是成为了人影的存在 一个人界的村长 之前林南还是比较担心明人的 毕竟明人成为活影后都有些忙不过来 现在成为了联合国秘书长 岂不是要过劳猝死 所以林南将掌门 陆丸以及小南等等给予他辅助 明人的三观是绝对正的 所以有些事情只需要他拿主意就行 交给明人 林南放心 这也是当初林南对明左的时候 不忍心杀明人的原因 首先 明人本身就靠谱 再加上有明重任同感 自身形象也好 这不是会活妥妥的好领导形象吗 如此一来 林南也就将重任卸下 继续投入了自己大统墓身体的克隆之中 但也就在之后不久 左柱的一条讯息 让林南感受到了压力 左柱发现了可组织的痕迹 但是这边大蛇丸与要诗都 仍然还差最后一步 才能将大统墓的克隆体完成 或许 我知道 你们差的这一步差 在哪里了 林南突然开口 大蛇丸与要诗都面面相去 也能也找到了答案 这具克隆体 和我现在的这具身体相比如何 林南问道 大蛇丸道 你的这具身体是大统墓混血 而这具身体是大统墓唇血 虽然还差了那么1%的基因链 但是已经明显要比你那具身体强多了 这就可以 最后这一块基因链 我给你补齐 现在就开始更换身体吧 大统墓射人的身体 是时候该舍弃了 接下来林南的身体 将属于他自己 甚至于之前林南的身体 林南就很嫌弃 虽然是自己的身体 但鬼知道绘图转生的祭品 使用的是什么玩意 轮回天生之术 本身也是作用于绘图转生的基础之上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和自己本来的身体 还是有着那么些许的差距的 就算构成没有差距 心里也会有差距 或许这就是精神洁癖 但是现在不同了 这是一副全新的躯体 从今天以后 这就是我 看着试验台上赤裸的苍白身躯 以及那和自己六道模式下一模一样的脸 林南缓缓做到了 另一个是验台上 完成灵魂的融入 掌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使用稍微沾点科学的方法 更让林南心中放心一些 可能这是来 自于前世的安全感吧 没多久后 身体更换完成 崭新的林南 从实验台上做了起来 只是恢复一时的那一瞬间 林南便感受到了 六道模式下的充足与力量感 与此同时 那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也随之出现了 要知道 之前六道模式下的林南 自称为神 那是打心底的 好似改变了观念 而现在这个感觉 竟然又出现了 是来自于身体的本能吗 可笑 林南并不在意 他现在的内心足够强大 不会再受这些蛊惑 此时的林南 头生双脚 白发纷飞 同时额头还有一指轮回眼 其他两指分别是转生眼 以及血轮眼 如此一来 林南便拥有了顶天的实力 大桶木的身躯 加上系统带来的帮助 林南此时还真不相信 能有谁站在他面前 那是对于力量的绝对自信 再次见到左柱后 林南惊讶于左柱的变化的同时 左柱也同时被林南所震慑到 林南显然又变强了 如果说之前的林南 还让左柱有所不服的话 那现在就是彻底的绝望 这离指是对超过他的绝望 随着左柱的指引 林南来到了一处神秘的空间之中 只是刚到此处 林南便是感受到了一股 极为熟悉的查克拉波洞 石尾吗 另一指石尾 有点意思 放眼望去 眼前是好几处 雕刻着诡异图腾的祭坛 远处的墙壁之上 则是雕刻着与祭坛上一致的图腾 只是看样子 林南就知道 那代表着那些大桶木 随后 林南便是一脚踏入了祭坛当中 小心 左柱提醒道 林南摆了白手 视意无视 旋即便是看到一道身影 朝着自己袭来 那是大桶木灰叶 大桶木灰叶 现在正在月球里睡觉呢 唯一有一时的查克拉体骸 在实验室里啃萝卜呢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林南微微一笑 旋即手掌一抬 一道无形的攻击随之出现 大桶木灰叶 在瞬间便是整个消失 只是投影罢了 林南失去了兴趣 旋即走向了石尾所在的地方 这只被困在牢笼之中的石尾 是第一阶段的石尾 长相丑陋 宛如独眼癞蛤蟆 林南一脚便将玻璃震碎 旋即十分高调地踏入了其中 那石尾看到林南之后 便开口咆哮 而林南指 是对其微微伸出了手 来吧 触上 下一刻 石尾的查克拉便是宛如长河一般 灌入了林南的体内 而作为大桶木身躯的林南 也根本不怕被撑爆 要知道大桶木的身体 可是比六道仙人的躯体 还要强悍 也就在林南快要将整个石尾吸收殆尽之时 一道身形随之出现 住手 下一刻 那身形便是直冲着林南而来 一个高挑重年人 瞬间便成了大桶木的样子 大桶木一事吗 林南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只见林南不闪不闭 直直迎上了大桶木一事 但眼神却是瞥了远处的左朱一眼 左朱好似立即会议 下一刻便是直接退出了这片空间 也就在他的空间船送门即将消失的那一刻 左朱看到了传送门内瞬间被一片漆黑所占据 没过多久后 传送门重新开启 林南从中走了出来 刚才那个大桶木呢 左朱问道 林南缓缓开口 化作尘埃了 秒杀 左朱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冷静 原来 林南一发膨胀求道预版本的大暗黑天 直接降临 同时使自己开启虚化 整个空间直接就被囚刀预组成的物质 整个吞噬 还是直接出现 什么祭坛 什么石尾 什么大桶木仪式 直接就连扎也不上 但是林南也不是什么都没带出来 他至少带出来了大桶木仪式的手臂 这或许就是完整大桶木身躯的最后一块拼图了 按照实例来说 大桶木仪式是要比大桶木桃是强的 林南记得 大桶木仪式有诡异的物体压缩与膨胀的能力 但这些都需要他在拥有查克拉的前提之下 所以如果真和全盛时期的大桶木仪式打 林南也说不准 毕竟林南只是借鉴了大桶木灰叶的做法 当初的仪式也是在灰叶的偷袭之下 才虚弱了如此多年 现在更是直接灰飞烟灭了 还有一个大桶木桃室和金室 林南已经在想着 如果透过这两人 能不能前往大桶木所谓的母星呢 毕竟这些人都是外星人 那么凭及自己的实力 在大桶木母星又会如何呢 这些可都说不准 但去一趟母星 将这一前在危险彻底解决 这个世界或许才能真正的和平 七年之后 大桶木桃室降临人界 但他可能如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林南已经等他如此之久 本书完